105年10月24日 星期一 報告事項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 議事錄確定 邀請財政部 習部長 宜哲 內政部 葉部長 俊榮 就國有土地如何配合政府政策 推動社會住宅及其進度 進行專題報告 並被質詢 經財政部 習部長 內政部 花政務次長 國防部 金貝吉 張副吉長 分配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 黃國昌等18人提出質詢 經經財政部 習部長 內政部 花政務次長 國防部 金貝吉 張副吉長 及相關人員 已以答戶決定 1.報告及行檔完畢 2.委員 馬文君 陳一鳴 林靜縣 首題書面執行 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 內政部 以書面答戶 3.委員執行位及答戶部分 請財政部 內政部 已一週內 以書面答戶 4.委員執行中 要求提供這相關資料 疫情 已一週內 送交各相關委員 令請國防部 就本次專題 再提供一份更詳盡 更具體的書面報告 亦以一週內 送交本會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7案 105年10月27日 星期四 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李主任委員 瑞昌 率首屬機關首長暨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監管相關機構有關資財團法人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其後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等 董事長 總經理 列席業務報告 並被咨詢 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李主任委員提出報告後 具有委員 證明中等15人提出咨詢 今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李主任委員及相關人員 已以答戶 決定 1 報告及審檔完畢 2 委員劉世芳 林德虎 王榮章 林靜憲 首題 書面諮詢 內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已書面檔戶 3 委員執行為及檔戶部分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已一週內 已書面檔戶 4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預請你一週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議案 先讀完畢 我們等在場委員答法定人數了之後 再來確定議事錄 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的議程 討論四項 一 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足跡總處審計部 審計部台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 審計部台中市審計處 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部分 二 審查本院委員王榮章等十九人擬計 預算法第28條及第29條條文修正查案案 宣讀完畢 今日議程有預算案及法律及法案審查兩項 採分別報告合併詢答方式進行 現在先請汪榮章委員 對於這個法案做說明提案要指 各位委員先進 預算法第二章規範預算籌劃及擬編相關事項 並包含國民幸福指數的變動趨勢 國民幸福指數首次發布是在102年8月 雖然是參考OECD組織在2011年5月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數 但是和國際接軌的部分只有24項 另外還有40項的在地指標 本席認為國民幸福指數調查的結果 跟民眾感受有相當的距離 在主觀指標的部分 實在難以作為政府預算的籌劃和擬編的明確依據 而且其他公務統計都按照統計法的辦理 但在國民幸福指數業務卻特別在預算法第28條指定辦理 造成它優先性凌駕其他公務統計之上 實在沒有必要做這樣的規定 所以提案刪除以回歸統計法相關規定 另外本席也針對預算法第29條提出修正意見 由於行政院從87年以來 在國富統計、綠色國民所得帳、稅市支出、移轉性支付等報告的編制 已經試行了多年 考量目前資訊科技發展的情況 已經較18年前進步許多 因此提案刪除四行文字 改為正式編制 並新增規定要求將前述報告內容 於政府網站揭露 以符合民眾對於預算資料的公開期待 針對預算預算法兩項修正 恳請各位委員同仁支持 謝謝 謝謝黃委員 那現在已足在場的人數 請問對於上一次會議的議事錄有意義 沒有的話議事錄就確定 現在請行政院主計總處租主計長報告預算案及回應報告預算案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很榮幸應邀列席報告本總處 106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編列情形 依105年度以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預算執行情形 官府1已經編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案送請大院審議 第2月到官府2已經編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總計總計表送請大院審議 官府3已經編制完成10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即附屬單位決算及總計表 留意綜合治理計畫第一期特別決算經審計部審定 第3月第2行有關審計部審核104年度總決算所提審核意見 其中屬重大通案事項 已經由行政院所屬管考機關通盤檢討改進 或含請各相關機關切實檢討辦理 至於個案事項則由各全者機關以審核同志意見加以檢討改進 相關辦理情形並已經含含審計部審核福市 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已經辦理104年度政府內部控制 考評昼夜 並選擇17個標關隨時案例分行過機關參考 另外為強化機關自主管理已經輔導118個機關勝率完成簽署 104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4頁 判斷發布總體經受指標參與國際統計計劃 其中有關於國民所得統計及經濟預測等重要資料 等重要資料發布前都也經過評審會審查 3. 瓜福6,辦理過項統計調查及時提供決策資訊 半理104年度農林漁牛捕普查 105年度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試驗調查與人口住宅普查專題研究 建立國家整體基本詮釋資訊 另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受户员工薪资调查及附带专案的调查 编制国库统计及生产力统计 第五页刮付期推动主席资讯管理 提升资讯服务效能 提供中央610家公务机关 228家透总基金 与地方21个县市及首屎机关 运用税具会计资讯系统 完成104年度总决算 105年度会计账户处理 及106年度总预算案编制昼夜 第八 加强培育主席人员 提升主席人员数值 第六页 105年度已过期间 行政院主席总是预算执行情形 有表于税入的话 已经占分配数的113% 税初的话已经达到分配数的95% 第七月 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 瓜福一强化终审计划 作业制度按过项计划的优先胜序 合编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瓜福二强化预算编程作业 有效运用透总基金资源 依据施政方针配合施政重点 合编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 预算及终计表 第八月 瓜福三 依据各机关会计决算报告 及国库出纳收支报告 审核会编106 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决算 继附属单位决算 终计表 瓜福四 扩大推动已完成主书调整之机关 参与105年度 内部控制声明书 第九月 研修统计业务及普查跟抽样调查业务 瓜福一 研修统计法 简化统计行政管理 瓜福二 办理105年度 工业及服务业普查 104年度 农林榆木业普查资料的处理 以报告的编制 第十页主记资讯业务 瓜福一 持续推动过向主记资讯作业的一个发展 以推广强化主记资讯的系统功能 瓜福二 积极开放税记会计统计资料 瓜福三 依据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 数位化政策配合行政院电子政府之目标 规划建制经费捷报系统 资讯系统 第十一页 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 106年度预算编列136万8千元 106年度本总处的税值预算是13亿8千219万元 第十二页 以上为106年度本总处施政计划重点及预算案主要的内容 至于有关购业务计划预算编列及详细 这个比较情形请参业副表 以上报告进行各位委员指教与支持 谢谢 主席长是不是也一并对于预算法案修正的意见 一并做相关的说明 谢谢 主席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很容易硬要列席 对于审查 王委员等19人理据之预算法第28条 第29条条文修正早案提出报告 仅简要说明如下 一 有关预算法第28条条文修正 将国民幸福指数的业务的伴侣 以本法删除征重委员的提案 有关首提预算法第29条条文修正 居于国父统计和绿色国民所得帐 税事支出移转支付等报告 已经编制多年的删除 现行事行两个一节 关于国父统计绿色国民所得帐 及移转支付改为正式编制部分 尊重委员的提案 关于税事支出的编制部分 恰具财政部表示 OECD国家已警救重要税务编制 该部目前已编制 所得税的税事支付报告 三 有关首提预算法第29条条文修正 政类国父统计 律色国民所得帐 税事支付移转支付等报告内容 公布于晚站一节 本总处为让全民了解 各项报告编制情形 已经列入中央总预算案说明 并且公开在本总处的网站 供过界参考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指教 谢谢 好 谢谢主记长 接下来我们请审计部林审计长 报告预算案 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早 贵员会今天召开 文部预算案审查会议 先容应要列席报告 我们部局所属106年度 输政计划重点跟议算 编列情况深感荣性 现在就105年度已经过期间的这个绩效 还有议算执行情形 跟106年度输政重点跟议算编列 简要报告如初 首先是105年度已过时间的这个输政绩效部分 第一个本段期间最重要就是依照宪法 计算计划跟结算法相关规定 编制完成104年度 中央政府总结算及 护士单位结算及中纪表 还有中央政府留意综合资议计划 第一期特别结算审核报告 这个报告在7月28号 送请大院来审议 并且已经在10月3号 在大院的宴会 那么来完成这个报告 第二点是依照这个 结算26条之一的规定 编制完成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议算 半年结算报告查核报告 并且在105年9月29号 重浅大院损益 那么诸侠数部分 那么也经各损计处完成审核 提出以各该议会 那么总共在105年度上半年 这个议算执行情形提出重要意见 内入查核报告总共有55项 在损计综合绩效部分 第一个就是在9月30号为主 在基查财务上为书的部分 发现各机关所有重大为书 储存不当 报告监察院去处理了26件 移送检到机关的有3件 那么通知各该机关查评处理 由各机关长官 依前者的储存有80件 储存人数有220人 宿证性核法性审计部分 审核104年度结算 依法修正正列税入通知缴固 有40亿2901万 依法修正减列税出结算通知缴固 有11亿2千多万元 此外在户税监会审计部分 将发现各机关有法令 使用不当 通知依法处理或补税的7亿多 在绩效性损计部分 考核各机关绩效 发现未尽主者及效能过低 依照审计划69条规定 通知上级机关 并报告监察院有54件 此外对制度规章切书 提出建议数项的部分 也总共有117项 另外就是我们本部积极推动 这个公民参与 这个也是大宴免利本部要来强化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在租信透明化 便利公民参与的部分 包括除夕来发布 这个总结算半年结算报告 还有绩效报告跟专案审计报告 除外每个礼拜来发布 这个重要审核意见 在105年度 总共到9月底已经发布38次 334则 那么另外本部的这个重要租信 除了在全球租信网以外 我们也勘载在政府资料的开放平台 到9月底为止 已经登载的资料级有87级 那另外为便利民众来查验 在全球租信网里面 这些缩行的功能 那么我们强化 并且在网站设处审计建言 跟全民监督等公民参与 作为双向沟通的管道 除外在重要审计意见 我们租行公民团体的一个意见 那么在105年到9月底为止 我们总共有40个案子 来诸行专家协责跟公民团体 来强化这个审计的规划 那么第二部分是105年度 已过期间是这个预算的执行 税入部分 这个到9月底为止 累计时收入129万5千元 较预算超收73万4千 税出部分到9月底为止 累计租户11亿2243万2千元 执行率是92.48% 其次是106年度的施政工作重点的部分 那么在试验资料 我们总共列有8项的106年度的施政工作重点 那么再要报告就是包括 更新来平和机关内部控制建立及组行情形 加强国家永续发展及总体输政及财政状况的查核 远提前瞻损计意见强化损计效能 第二个是加强考核国防退伏 这个输政绩效促成有效来发挥议算功能 包括国防的这个武器装备采购 还有这个募兵伦力精简的政策 退伍会的就医就养跟这个按住基金的一个成效的查核 在特种公务的部分包括会营业基金 还有在这个户税兼会 国有会工的财产的一个管理 还有国库跟公债的业务 那我们查核结果呢 来查核他的这个宿政隐当性 并且加强揭入 所以来健全政府财政 在公营数位财务收支部分呢 我们会更细来考核各数位的这个经营管理虚效 包括这个内部控制 那么风险管理还有公司助理各方面 在重大建设还有在采购案件的部分呢 我们会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个采购 那来强化这个诸信演细 跟险案调查来端正这个采购财务风趣 那对制度规章 还有在浅存的缺书呢 也延提各种这个建议意见 谎缓弊弊端于未然 在四线财务跟这个相准财务的部分 那么我们重点在监督议算族行 当然要从他议算的筹篇 有没有这个符合相关规定 还有在公共债务的这个各种揭露的这个情况呢 那么希望能够 建全这个地方的财务 秩序端正财务风趣 增进财务效能 最后点是耿细推动 办理这个绩效损计 精进这个技术方法 还有强化各种这个合作的工作 来发挥政府损计 监督洞察跟潜占功能 那再包括说 我们在这个技术方法 最快呢 那么采用这个国际上 这个先进国家的一些 标杆的一些这个方法 那么来强化各种这个损计技术 那也因应这个跨域助理的西澳 强化这个中央跟地方 審计单位的这个协调合作 遵密规划共同性的专业调查 使这个有限的審计资源 创造最大价值 那么在106年度 预算编列的部分 税入总共编列 75万2千元 较105年度减少了5万1千元 税出的部分呢 106年度整个本部局所属 重编列13亿 8千7百27万8千 较105年度的预算 减少了9千702万9千 主要是相关的这个 依照这个领基预算的这个精损 那么对这个没有必要 再来支付的这个 拨补劳工退休准备金 跟各种这个费用 那么何时 照这个行政的规定来编列 那么在本部的部分呢 总共是10亿1723万 较105年度减少了8千350万6千元 台北市省计处编列了6904万4千元 较105年度减少5万元 新北市省计处编列税出 5871万 较105年度增加8万9千元 桃园市省计处106年度税出编列 4194万5千 较105年度减少273万4千 台中市省计处单位预算 106年度税出编列5902万元 较105年度预算是减少293万1千元 台南市省计处106的单位税出 单位预算是编列6,797万元 较105年度预算是增加41万4千元 高雄市省计处单位预算 税出编列7,330万2千元 较105年度的预算减少831万1千元 以上是本部局所属106年度输政计划重点 还有预算案主要说明 有关各业务计划预算编列还有比较情况 请参业本报告的互表三述 还有17月到23月 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会议支出主教 谢谢 好 谢谢林省记长的报告 有关于我们财政部所提出来预算法第28条 跟29条的条文修正草案的说明 我想请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请各位委员参考书面的报告 那不再做口头的说明 那现在我们开始寻答 先做如下的宣告 每位委员8分钟 必要时延长2分钟 上午10点钟我们截止登记 各位委员如果有预算案等修正提案 请在11点前提出 以便于我们医事人员做整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 曾明中委员咨询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员 麻文请 主记长 主记长请 上个礼拜 上礼拜刚公布第三季的成长率是2.06 那讨教 那讨教 跟您讨教 因为这个实际是统计上的迷失了 因为去年的第三季是负 负的0.8 其实您预估第四季会成长多少 根据我们的预估第四季是2.38 对 2.38 但是去年的第四季是负0.89 所以其实我可以预估 第四季 因为去年的第四季是负0.89 所以今年看着趋势 第四季是负 要成长2.38 能不能达得到 可以确定达得到 应该是可以达得到 不是应该 我可以给你保证 一定可以达得到 因为去年第四季是负0.89 谢谢委员金口 没有 谢谢你的金口 因为去年是第四季负0.89 那看这个趋势来看 第四季预估是2.38 所以几乎可以确定可以达得到 这样的结果 今年保证确定没问题 可不可以这样讲 应该是没问题的 也不是应该 确定没问题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尊重委员的高见 我没有高见 主席长 确定没问题 可以这样讲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另外 我给你讨论了 今年的预算 今年预算 税初成长多少 税初成长大概220亿 对 1.3对不对 对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 应应 应应 明年的经济成长需要 有没有 有办法应应当前的经济 发展的需要 对 我们有一部分是列在 特种基金里面的 会有一些公共投资 以及配合 以往的一些 公共投资科技计划 科目间的一个调整 我们希望能够配合 经济的一个成长的需要 央行彭总裁一再富裕 因为整个货币政策 有它的 它已经没有办法 进一步发挥它的功能 所以一再富裕 能够扣大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 那去年的 未来的那一年预算 只有1930几亿 你们都没有把彭总裁的意见 听进去 是不是 有啦 因为我们都有尊重彭总裁的高见 另外一个 我们也希望能够 我们的财政纪律能够遵守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公共支出不要超过 过去三年GDP的成长率 中长期 我跟你一样 我重视财政纪律 但是为了因应有时候 经济成长需要 其实还是要适度的扩张 所以我非常赞成彭总裁的看法 不过整个行政院 似乎没有太尊重彭总裁的意见 回到这个问题 景气对策灯号 连续三季是绿灯 那跟你讨教问题 为什么过去几年经济成长 有维护的成长 但是几乎民众 对景气的成长 只感觉上是数字上的成长 没有任何的感觉 几乎是互数无感 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主机长 我想是在说 经济成长的果实 是不是反映在薪资上 对 只有这个原因 那您认为要怎么样 好 我赞同你的想法 适度 这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怎么样次数 让薪资能够大幅的调高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觉得是说 薪资的调整 应该跟那个劳动的生产力上 有一个结合 那怎么结合 就是说 我们薪资的成长 跟劳动生产力的成长幅度 要能够接近 那你认为这几年 生产效率 或者是它的整个经济转型 有达到我们一起的目标吗 我只能说 因为我们目前 太注重那个所谓的出口 结果是内需的没有成长 薪资的成长是国内的 所以我们希望 内需的产业 内需的那些成长能够加强 让国内的薪资能够成长 对啊 您讲一下内需要成长 其实还是刚刚跟您提到了 除了消费 那很重要的是 促进公共建设能够大幅提升 这部分 我觉得主机总处 还有各部位 还要进步加强 是的 另外给您讨教一个问题 您这个今天的报告里面有提到 要推动 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 里面提到的数位政府 那我有个问题 可以讨教 现在政府机关 这个部分也麻烦 沈记长一起上来 请教两位 目前政府机关的报账核销 是不是还要检据 书面的单据 或者相关书面的证明 主机长 报告委员大 一些共同性的 我们可以是 是怎么不必 不必那个所谓的 一定要检据 可是有些比较复杂的 我们还是要 简单讲 到现在 你一方面讲 要推动电子化政府 一方面政府机关的报账 你刚刚讲的几乎 几乎现在每个政府机关 你可以问问 你所属的会计长 主机长 几乎都要检 书面的单据 发票相关的书面证明 几乎每个机关 还没有例外 沈记长 你的看法呢 是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改进的方向 事实上在主机总处 在103年6月16号 召开本部 还有财政部 来推动 这个演商电子发票 电子报销的一个推动事项 那目前主机总处 跟财政部事实上 也在推动 这些短程的车资 出差礼会 还有小额采购 这方面电子报销 那未来随着这种电子发票 那么如果说 能够再渐渐普及 那么应该是一个 在将来努力方向 那么主机处也定了一个电子 政府支出 会计评证电子化的处理要点 那么最近才搬行出来 我们乐观七成 好 其实我的理解 财政部在推动电子发票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政府机关 所以我希望 我等一下要提案了 我希望主机总处跟审计部 必须六个月内提出全面 让这些报销的单据发票 等等要全面电子化 我们推了半天的电子政府 最大的障碍是在报销的这一块 而且跟各位报告 其实商业会计的部分 商业会计法失调 早就修正了 民间的部分 很多都已经可以电子化了 那变成承包了很多的政府的工程等等 都要检据书面的相关的审核要件 书面的要件 书面的这些报告 我觉得最大的 在推动电子化政府的时候 最大的障碍 是来自主机总处 或者后续的审计部的查账的部分 所以我要求全面检讨 因为你颁布那些办法 颁布了之后 有没有要求所有的购部会 或者地方政府全面落实执行 所以我要求主机总处跟审计部 全面来推动 因为我们在推电子政府 结果是我们暴障的这一端 是最慢 而且是阻碍 而且这个很多 我已经问了很多各部位 现在几乎你搬了归搬了 但是没有再做 几乎什么还是发票 几乎还是书面报告 所以还有书面单据 主机长 要不要全面推动 跟委员报告 那个主机总处 已经延誉大概从106年 到109年规划 那个共用性经费的捷报系统 而且是在国发会的 电子化政府的一部分 还要到109年了 没有我们逐步推 逐步推 太慢了啦 现在你看现在106年 像这个数位化的政府 其实很多国家非常的快 我等一下 我是希望您半年内 提出全套的 还有配套 看怎么做 不能到等到109年了 因为整个民间的数位化 国际上的数位化 那你整个电子爆炸系统 还要109年 主机长 逐步推动 我希望你半年 提出一个完善的办法 到报道 才会来 那也希望 审计部 后端里查账部分 能够配合简化 让电子化的政府 过去最大的障碍 在报仗查账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相对障碍排除 对 我们半年内会提出报告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曾委员 我想为了节省等会 执询的时间 我们官员代表上台下台 不需要再跟主席行李 那我们接下来请 我们吴炳瑞委员 主席麻烦请临省记长 请 省记长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最近看到 有一个统计资料 就是地方政府升格改职辖市之后 机关数及高阶人力扩增 导致人事费暴增的 这个统计资料 那你知道这个统计资料吗 是的 在伦力的增加 我们各省记处数 其实每年都有在追踪 那我们也跟相关机关 来提出建议数项 那除了说把一些改助的 这个由中央改助地方的部分 它应该增加或是强化 警力消防这以外 那么改减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 这个伦力能够控制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主等的部分 好像改助以后 普遍都提升 而且比中央 这一块将来在考试院 是不是要有一个 那我是要提醒你 在这个统计资料的制作的时候 因为其中新北市比较特别 新北市事实上是早就变准职辖市 因为它人口超过200万 早就超过200万了 N年前就超过了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准职辖市 然后到了这个民国99年才改制 所以现在的统计报表 基本上都是一刀切 用是99年 跟比现在改制后的102年 做这个比较 我是要提醒你 你那个新北市的那个比较 要拉长 拉到我们以前民国93年94年 那时候还没有做准职辖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编制 到变准职辖市之后的编制 再到变这个支架市之后的编制 因为新北市 其实跟其他地方有一些不同 你说台中县市高雄县市台南县市 它至少还有县市合并之后再升格起来 新北市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从新北市的这个土地没有变多 然后从它的这个原额的变化 跟机关树的这别 应该做一个统计的资料最清楚 最能够清楚到它的变化 举个例子 如果你拿 我以前在县政府服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 人数跟值等 跟现在来做比较 你就可以发现这中间很大的差别 你如果拿那个已经变成准职辖市 好几年之后 它机关都填补了 人都升了 然后再来跟变职辖市之后面 后面这一段的比较 那个差异 差距 就凸显不出来 所以这一方面 资料要把它处理的完整 好不好 好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我昨天在媒体上看到 说这个不当 党产处理委员会 它的约聘雇人员 媒体把它爆得很夸张 说它约聘雇人员 这个续新 八万多 多么的不合理 但是我想要这边请教你一个问题 约聘雇人员在中华民国的行政机关 是不是有固定的制度 你的约聘是几值等 它的续新就是多少 这是固定的 也不会说假机关 他约雇一个研究 他约雇一个研究员 他的薪水 跟乙机关约雇的研究员 薪水不同 国家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制度状况 对不对 如果万一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们审计不早就跳起来 早就把他查了 早就把他送 送惩戒来 不会吗 我的意思是说 约雇几值等 他所续新是多少 基本上行政机关是一致的标准 对不对 跟委员报告就是 这个约聘雇 他有一定的机制 你看他禁用的是一个 低阶中阶高阶的这个情况 没有错 我就是说 假机关约聘一个高阶的 跟乙机关约聘一个高阶 跟丙机关约聘一个高阶 假设他们只等相同 他们的薪水应该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约聘一个5万8 我约聘一个6万8 他约聘一个7万8 不可能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讲说 有一些报道 事实上应该要再深入一点了解 他把整个机关的预算数 拿去除以人数 然后就得到结论 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太过粗糙了 这么赞成是一回事 这么赞成有这个机关 这么赞成这个法律是一回事 不要去把人家这个 明明不是这样的状况 把它写成是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这样你赞成吗 是的 我想他们在105年度 是动资二倍金 那106已经编制正式单位预算 在预算数上面有关轮数 这些禁用的相关的 这些大概都会在凸显在 这个预算案里面就很清楚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会出现 说相同的约聘雇 然后薪水不同的状况 好你请回 谢谢 我们请副税署理署长 理署长 去吧 在此 我们是预估可能会超增大概 如果以全国数来看的话 大概800多亿 去年超增多少 去年是差不多1000亿左右 去年一千亿 今年八百多亿 那两个都数目差不多 为什么会编成年年超征这么多 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们今年超征的主要原因是 在所得税的部分 因为我们去年实施了财政监权方案 那因为在个人中所得税部分 有股东可扣的税额减半 那这个政策 所以我们中所得税的税收 大概增加了两百将近三百亿 那另外盈利税的所得税部分 因为就是有部分的盈利事业 它因为在去年103年度 我们的政策实施的时候 它有些盈利提早分配 然后在204年度 它就变成保留盈利不分配 所以是不是当年的财政健全方案 估计的时候估得不死 你估议低估了 财政健全方案的税收 我们并没有低估 但是是我们去年 在估105年度的税收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上半年 没有 你财政健全方案的时候 来跟我们报告的时候都说 你估计的金额是多几百亿而已 差不多400多亿 就是包括我们 那你现在讲的 你因为个人中所得税 你把那税负从40%提到45 再加上那个盈所税 你给它折底减半 然后还有以前已经提列10%的 这个保留盈利的部分 你也给它折底减半 所以才会出现 你讲的是这两种税都大幅超收 对不对 其实是跟我们 当时财政健全方案 估计的数字是差不多的 因为财政健全方案 当时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把搭配增加的税收 作为薪资特别扣除了 跟标准扣除了的调整 所以事实上是有一部分 是让部分的民众 能够得到减税的利益的 所以总税负是差不多的 那跟我们报告之所以 跟105年度 估计的会有 时针跟估计的有差异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去年在估计 105年度概算的时候 它是上半年就估计了 那上半年估计的时候 依照当时的那个 景气的状况来看的话 上市贵公司它的那个 收入是减少了将近10%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估计的时候 是采了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 经济成长的状况来估计 所以有些差异 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你再稍待一下 请朱竹记长也上台 超收的这些钱 花要不要经过你 超收的钱 我不能够说 就马上要花 我知道我是说 政府在动资将来 是不是要经过你 我跟你建议 这个钱不要随便承诺 像以前 哪一个东西超收了 然后就马上很慷慨的 这个首长就说 我要用到哪里去 这个是没有统一的思考方式 任何支出都要经过大院同意 没错 那另外 不要政策上面 还没原理成熟就先宣布 另外你这800多亿 我是建议说 如果还没有用处的时候 至少可以先还债 没错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 如果真的有超收的金额 其实就是我们发债的金额 就会减少 对啊 因为以前还是每一年 预算都还有2000多亿的 这个预算赤字 至少可以来抵 如果还有够 还可以再多 还一些我们 不要每一年 其实你每一年的还款数 都是一个比最低标还要再低 是不是 是的 那个在我们在处理上的时候 都是 那个偿还 偿还债务 以及所谓的 万一有什么的话 我们那个公股的事故 就不处理 好 那主席长前请回座 再问第二个问题 这个前两天的报道 说地价税 都 尤其是六都 都几乎要增加百分之 将近30% 那这个收来都是地方政府的裁员 那此作用者是因为内政部要求 公告地价要大幅调高 对不对 他这是因为内政部 他依据那个平均地田条例的规定 他就是每三年要调整一次公告地价 那这一次就是刚好逢到第三年的调整 所以没有增加税率 但是是扩大了税机 因为你把公告限制提高 但是问题是这都变成人民的负担 那你有没有计算过到会增加多少税收 我们大概估计大概是 大概各县市加起来也许是增加六七百亿吧 六七百亿 那光一个直辖市 但是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效果 六七百亿当然直辖市会比较多 因为直辖市的土地价格也比较高 我更新一下 因为他们拿给我一个新的数字是 总税收增加两百多亿 在哪里 怎么差那么多 六百多跟两百多差很多 对不起因为 因为我把那个房屋税的数字 房屋税也增加嘛 地价税也增加嘛 这个都是国人的负担在加重啊 对不起 我们总共估计大概平均税收是增加246亿 将近247亿 我跟你说 署长羊毛出到羊身上 法令当然是按规定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的征收是要照市价 那所以你现在这样子 公告限制一直提高 将来税收一直增加 人民的负担加重 但是政府的公共建设也推不动 委员其实他这个因为就是 他因为地价税是按照那个 公告地价的80% 用生贸地价来课征的 其实这次调整以后 公告地价占整个市价的比例 还是大概只有两成左右 你这样讲的话 新闻爆出去大家就吓死了 那你要每一年都要提高多少 没有他其实是每三年调整一次 跟委员报告 对但是我是跟你讲说 这个政策是不是要再更周延的思考 其实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跟内政部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平台 就是针对这个地价税的税机 还有房屋税的税机 我们会去做一个审慎的讨论跟研究 希望能够做一个合理税机的评估 税机如果你要拉高到你讲的这个高度 那你的税率要考虑要调整 不然的话这人民的负担一口气增加这么多 将来拥有不动产的人 其实国人拥有不动产 无论是土地或房屋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 当然有一部分人是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将来之后都会变成大家的负担 这个也不是光是有钱人的负担 已经有民众跟我反应了 我家里留给我一间房子 一块土地上的一间房子 我全家就靠这个生活 我也不可能卖 因为卖了我就没有了 那结果税率就一直不停地提高 他坦白讲又在反应负担很重 这个就是刚刚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内政部已经准备要做一个平台 然后希望能够在税机的讨论上面 能够更为合理 然后让我们未来房屋税机价值的课征 能够符合 就是如果是属于自住房屋的部分 尽量能够清税 然后合理化 好 希望能够努力 那政策还没有周延之前 不要随便丢出讯息 因为现在如果跟你片片解读说 不得了 你现在都是有两成多 我将来要继续拉高 如果光只有这一点让他跟你解读的话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吴委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赖世保委员咨询 请赖世保委员咨询 请赖世保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主席长好不好 主席长 主席长 主席長大概在這個地方我問了你好幾次 每次答案當然不一樣 我們希望得到答案是越來越好 現在看起來原來幾次 你給我們感覺公開在這裡 你講的是說今年GDP要到1是很辛苦很痛 現在看起來是可以到1 這個中間的一些的轉折 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原來幾次 都覺得GDP要1%都很困難 然後現在又可以到1% 到底是老百姓是看不到 怎麼會突然就這樣一個轉折 就是說今年1%看起來就很樂觀了為什麼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樣是 國內的消費有增加 而且投資也有增加 主要是國內的消費跟投資 消費增加多少 消費增加大概百分之二點幾 投資增加多少 也有大概百分之二點幾 那這個同時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另外一方面對民生來講的話 對老百姓很有感覺就是我們的蔬菜價格不斷在漲 那麼長到不像話 這個高到不像話 像葉菜類就9月份的CPI 長得快一倍 194%就長得94% 那麼這裡的根菜類長得六幾% 那個蔬菜整個的蔬菜就是等於171% 就是等於長了71% 整個來看的話 那麼換句話說你現在給我們看到的一個 這個Picture一個圖像出來是這樣子 結果GDP看起來比較樂觀一點 可是一方面老百姓的負擔又加重了 這個一個高麗菜幾百塊 這個九層塔五百塊等等之類的 那這一來的話 那種老百姓的那個幸福感是被剝奪的 剝奪的 生活品質被剝奪了 你這一部分 你要不要跟我們回應一下 你到底是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老百姓到底怎麼看 因為我們一看說 GDP長得很高興 大家很高興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 我們CPI裡面 雖然整體CPI並沒有看到動太多 可是個別項目 讓老百姓很有感的幾個項目 我剛剛說到了 就是蔬菜類就長得很多 對不對 蔬菜類是變成170億 原來100變170億 然後那個葉菜類 裡面的葉菜類 變成194 這一部分你怎麼講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連續四個台風的影響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根據上27號的資料 葉菜類已經是下跌了 像空心菜、小白菜 都已經下跌的幅度 都已經接近50%左右 因為它的生長是比較快的 那至於蔬的話 因為生長期間要好幾個月 還是很貴 那的確 如委員的報告 因為 青菜 大概占整個我們的那個 物價的指數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點幾 所以它的全數不高 所以它對整個物價還是很穩定的 像我們油氣類的物價也都是在下跌 所以整體的物價還算平穩 我現在就跟你講這個東西就是 有個點 有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老百姓在過日子 有個叫痛苦指數 大家要了解 它是失業率加上這個物價指數 但是因為物價指數你看起來平穩 可是老百姓很有感的那個蔬菜類 你剛剛講的是已經解決的 沒有解決 比如說九層檔還是很貴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就是 這裡面你們到底有沒有 一個更能夠來 呈現出實際的情況 對因為蔬菜 不是看CPI整個來講 沒有感啊 這個影響不大啊 怎麼這樣子呢 可是老百姓很痛苦啊 痛苦指數 實質痛苦指數很高啊 可是按照計算來講沒有啊 這是矛盾啊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蔬菜啊 對一般家庭主婦來講 幾乎是每天都要噴到 所以它的痛苦感比較高 實際上像房屋類的蜘蛛 大概佔了百分之十九 它是下跌的 所以還是算是說 還是不錯的啦 不是不是 你沒有回答問題啊 我說 你現在整體來講 是沒有感覺是不錯的 可是就個別 老百姓事實上 它是很痛苦的 每天在出門是很痛苦的 現在來講的 一般老百姓 不要說只有家庭主婦啦 一般老百姓要吃到 青菜就不太容易啦 老實講啦 因為太過了 太過了 所以這一部分 我現在重點在於說 你這個 怎麼呈現出來 其實你們有一個分類嘛 叫核心項目啊 那一部分應該凸顯一下啊 對核心項目 我們每個月 都有公布的 核心項目就很清楚 就長了嘛 核心項目 跟老百姓 最直接感覺的要出來嘛 這一部分要出來才看得到嘛 對不對 另外一部分喔 現在大家今天談這個 我們今天的主席啊 這個有提案啊 提到這些 這些什麼試算啊 什麼之類 就是談到一個 幸福指數的東西 那產生綠色GDP 綠色GDP的編列的方式 綠色GDP 你要不要跟人家解釋一下 綠色GDP 跟一般GDP差別在哪裡 GDP是代表一個全國生產東西 它最終產值的加種起來 因為在我們這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消耗了一些我們的一些所謂的 環境 對的折耗啦 就是說 自然資源也會折耗 自然資源的損耗啊之類的 所以那個要把它扣掉 這個要 現在來看的話 請問你 是不是用綠色的GDP 比較能夠實際呈現出來 我們實質的GDP 對這個在大概20年前的確有人很重視 不過現在在國際間 他們現在主要的處理方式 是用那個所謂 國民所得帳的時候 的一個關係 跟環保 世界各國已經用綠色GDP的 事實上並沒有很多了 有人在挑戰 說我們這個幸福指數多餘的 你覺得怎麼樣 幸福指數的確 因為有些項目 會在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那你個人覺得應該要繼續留著 還是說不要了 還是說把它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我覺得是說我們可以 可以將來用一些整個國家 那個 那個社會安全的一些指標 來替代會比較更能 你請回 我們就請一下沈記長 賴憲長 沈長你好 我們去年來的每一次災害的防救 追加預算 跟特別預算 將近九成都是用舉債來致印 到現在為止超過五千億 這五千億 我們的特別預算 我們在這裡講一個很實質的 或者是money talk 潛在講話的話 那麼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都這樣子過 呼嚕呼嚕就這樣過 其實對於常在的財源 是沒有去標明的 形同據聞 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你審計部怎麼去看一下說 這個對台灣的財政的健全 財政的公益 財政的正義 其實很大的傷害 這部分你怎麼說 你怎麼看 這個在委員講沒錯 就是在早年 因為災害從921 從風災 然後要治水 那麼都是編列特別預算 那這個財源 幾乎都是訂定一個特別條例 那麼它排除公共債務法的一個應用 但是在這個 整個財政紀律來講 在財政說出化分法 或是預算法 如果說有一些新增加的租出的話 那麼應該要有它的財源 它的一個將來這個 這個財源在什麼地方 那這樣如果說 能夠首先有一個規劃 我就提醒你 這個審計部 對這一部分再追一下好不好 這一部分 特別預算 不要變成浮爛 最後一個小點 就是說 有人在講說 其實我們就像蚊子館 超過100個蚊子館 前坑大概超過250億 那麼新達港砸了71億左右 那麼最貴的空港 就對於閒置資產或者蚊子館 這個活化的這一部分 審計部的做法是怎麼樣 是的 這個事實上在這些蚊子館 其實最早來追的是審計部 在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的追出 從最早的這個公共停車場 一鄉鎮一個停車場開始 發現很多造成一個懸著情況 那麼在像這個星達港的話呢 我們在90年代也曾經擠花以後 那麼報到這個監裁員 經過監裁員糾正 不過問題就是那個星達港 他在蓋著投出計畫進去以後 沒有配合整個國際 這個演良一夜的這個改變 去修正 還是硬本來蓋起來 所以他那個港裡面 連這些駐兵設施一種 根本都沒有到位 我先到了 不要再講到其他人的質疑時間 我們會繼續來追蹤 那個再追蹤一下 文池館 文池港 文池空港 海港都一起追 我會繼續追 好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國昌委員 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沈記長跟主席長 沈記長 主席長請 黃文池 文池好 兩位所長早 時間關係直接開始了 來 沈記長 華視上一次那筆爛帳 現在進度如何 是的 跟委員報告 目前他是委託會計師在清 還沒有完全清出來 清出一部分 我們一直在追他的進度 但是在整個 什麼時候會出來 因為他這裡面連帶 我先問你一個具體的 是 華視說要成立專案小組 成立了沒有 他是委託會計師 來做一個專案查核 所以你 他的所謂的調查小組 就是你講的會計師嗎 是會計師來負責來清查 所以 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沒有 你現在講的我都會記得 我到時候還是會去追文化部 我說過 我的個性是 我要不然就不開始問 我只要開始追的事情 沒有水落石出以前 我絕對不會停止 那我現在 問沈記長的事情是 站在沈記部的立場 就有關於華視這一筆 四五千萬的爛賬 是不是就等會計師的結果出來 那如果文化部或者是華視擺爛的話 審計部要怎麼辦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追到一個最新的訴訟 就是在10月17號 他有在達戶 那麼這個部分包括說 除了委託新會計師以外 原來會計師簽證 事實上這個已經是一個重大事項 沒有啦 你現在只要告訴我 報告什麼時候出來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請他 隨時把這個 他的清查情況 再通知我們 那麼到目前為主 不是啦 我問了好幾次 你講來講去都是一樣的內容 但要好 那已經清出來的 已經清出來的就是說 有1900 這個零數萬 那麼還有這個 四千多萬呢 那麼目前還在繼續在清查中 沒有 我只現在要一個時間 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出來 因為跟你們的報告 就是他們 本身在清查 我們隨時追他最新進度 有這個 主要他一清查 所以如果今天公事也好 文化部也好 就這件事情 想要擺爛下去 審計部 束手無策嗎 我們不會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事實上 我們揭露以後 監察院也介入調查 目前已經立案在調查中 我想再透過這個大院 監察院本部 三館旗下 那麼會讓他們來加快 你可不可以最起碼承諾一件事 你那邊得到任何的資訊 隨時把資料提供給我 可以 可以齁 只要你沒有提供給我 我就當做你這件事情沒有進度 好 謝謝 審計的功能 除了合法性 市政性以外 合法性 我剛剛就是在講華視的事情 已經讓大家失望透頂了 這個事情 最起碼我 追了半年以上 到現在還在調查 這麼簡單的一筆帳 都可以查半年以上沒有結果 我們大家會對於審計部 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們的表現也受大家的檢驗 合法性 是審計層次最低的調查 現在我來講 績效審計 你們現在就績效審計 各部會主管績效 評比出來了以後 你們每年決算報告會有大大一本 有綠燈 黃燈 紅燈 然後各個專案 你們也會有考評 有假等 宜等 平等 這樣下去 好 那這個結果出來 所產生的實際的效應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 我被你打紅燈也好啦 被你平等也好啦 說話 實際的效應是什麼 我想這裡面包括好的 有一個表揚 那不好的部分 有一個懲處的效果 那本部在這個總監審計的報告 也把這個前三名 後三名把它揭露出來 我想這個能夠督促他們 要這個加快腳步 不要再換相同的錯誤 你剛剛講的全部都很空 現在我就講說具體的效果是什麼 所謂具體的效果 你說不好的 有懲處 以後 你做出來的 績效審計 連結到哪些人的懲處 連結到哪些人的考評 可不可以一併提供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評估 審計部一年花這麼多錢 你們做得很辛苦 那評出來的效果 是大家看一看 笑一笑 罵兩天 沒有任何實際的效果 你覺得你審計部的績效審計 有任何意義嗎 如果沒任何意義的話 我們花這個錢去做這件事幹嘛 剛剛我問的那個問題 你能不能夠承諾 以後 在做績效審計的時候 最後產生的具體效果是什麼 譬如說 針對哪一個施政計畫 預算在編列的時候被刪多少 有哪些人被懲處 有哪些人的考基因此受影響 可不可以一併列出來 來 把你的標準非常的低嘛 啊我就簡單給你看嘛 我歷年公務人員的考基 大概都長這樣嘛 啊平等的 百分之零點一點多 百分之零點一點多 啊我不知道他們最後的這個啦 跟你們的審計啊 是不是有連結在一起啊 平等的這麼少啊 優秀的公務人員獎勵 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百分之一百贊成 但是你如果在一個僵化的體系當中 做不好的人 出差錯的人 執行績效很糟糕的 沒有負面效果的話 那你怎麼樣獎勵大家 鼓勵大家 努力從工 而不是在單位上面擺爛 你回去考慮一下啦 以後你們的績效評比 如何有牙齒 如何有牙齒 我下一次的時候 我先讓審計長回去考慮 我下一次的時候再進一步請教你 來 環境審計的具體內容跟執行效果 今天在你的施政報告有提 你們現在就環境審計的部分 做了哪些事情 跟委員報告 這麼在環境審計事實上 也是一個全球各方重視 包括這個 這個我知道啦 當然是 我們早在十年前就有成立 這個審計部有一個永續 具體做了什麼 那麼我們每年的審計結果 這個審計意見 那我們在總監審的報告 後面有一個專章 有一個專章就是來揭露 我們在環境審計 最快永續發展審計 最後 我們發現的一些重要事項 包括導盛各機關切輸 或是督促他們來加快執行 甚至有未盡執責效能過低了 那麼我們除了在各部會表達以外 我們在最後有一個專章來表達 好所以齁 在環境審計 包括了 Financial Compliance 跟Performance 這三項 在剛剛你講的那個專章裡面都有嘛 對 然後這個專章是不是 但是 也在審計部的網站上面完整揭露 在損合報告後面有一個專章 你可不可以承諾 把你環境審計的結果 都在審計部的網站上面完整揭露 上面有 上面有 這是澳洲 對 他們所揭露的環境審計啊 的內容 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到 我也沒有找到 但是今天審計長跟我說 你們都已經有揭露 在網站上面也有 沒有關係 我今天結束回去以後 我馬上來看 然後再看你們做的結果 跟國際上面 大家共同承認的標準 做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是你們審計部啊 國外旅費的運用 去參加了很多會議 然後有一些 你們說你們去了這些地方 我也沒有看到你們的報告 那我要去變遷 請你提供考察報告 到現在也沒提供 這個考察報告 我們都會放在行政院的一個網站 在三個月內 我們會掛在這個行政院 全國的這個出國報告 所以我現在找不到的是 時間還沒到的關係嗎 在三個月 三個月要提出報告 我現在只拜託審計部 做表率 做一件事就好了 各個公務預算的支出 要去做績效審計嘛 那你們自己的出國 回來以後的報告 你們可不可以 自己做自己的績效審計 你們的報告我都有看啊 但是我看完了以後 我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這些報告 到底促成了我國的審計作業 有什麼具體的改革 我只問這件事情 你們有很多齁 寫的是十幾年前 人家就早就提出來的觀念 那我看完了以後 我想說我的天啊 我現在上網站 吸收的資訊啊 可能比你看這個報告的結論 還要來的具體 審計長 你可不可以承諾說 以後你們自己出去的這個報告 你們自己做績效審計 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審計業務在這裡 變化非常大 改進非常大 這個我了解啊 你們要去汲取薪資喔 出國 你們要去汲取薪資 這個我都支持啦 你們2016年 在裡面寫的環境審計的東西 我隨便上網看 裡面的資訊比你們報告都還要多 沒有關係啊 時間的關係 最後我問主委記長 來 軍公教 三節未溫金 預算裡面有 院長宣誓說不要 現在你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對 如果說是最後到大院 把它刪掉的話 我們就會 就處理 行政院的立場是什麼 是要還是不要 我們原則上是 那個退休月首頭 兩萬五以下的 我們才會發放 為什麼是兩萬五 我們覺得是 跟那個說 弱勢的一些退休公務員 弱勢的標準是兩萬五 基準從哪裡來的 我們現在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的標準是多少 兩萬五的數字哪裡來的 還是就是嚴前例 過去的舊的政府 就有關於年終慰問金 是兩萬五 所以新的政府 就繼續兩萬五下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 兩萬五的話 那個 中低收入戶的 在某些 大概是接近 那個 是嗎 我總質詢的時候 總質詢的時候 這件事情 我已經提出來問了 你回去再查一下 看哪一個中低收入戶標準 是兩萬五的 沒有大概是接近 接近 多少錢嗎 那個不同的 那個縣市是不一樣的 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最高的是多少錢嗎 最高的是台北市 大概是 大概 每人大概是一萬八吧 所以我在問嘛 我現在這預算先不管嘛 你兩萬五的基準從哪裡來的嘛 政府的施政 要有理性的基礎嘛 是的 好那我現在只很簡單的請教主記長啊 你這個基準的 理性的基礎在哪裡 因為我想了很久啊 我想不懂啊 除了消歸潮水 繼續延續舊的政府 過去錯誤的政策以外 我想不出來你們這個基準 理性的基礎在哪裡啊 現在時間到了 不過這個問題還沒結束啊 麻煩主記長也好 行政院也好 事後補提一個說明給我 請問兩萬五的理性基礎何在 讓我知道一下 那個是人事總處所訂的 謝謝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提報告也應該請人事總處嘛 沒有我會請他們提供 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煩主記長 告訴人事總處 請他們告訴我們 他的理性基礎在哪裡 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主記長 謝謝 好謝謝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余婉如委員質詢 請 主席好 有請沈記長上台 請沈記長 很早 沈記長早 幾件事情想請教 主要是兩個案子想請教你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看你們的報告裡面 一直提到就是說 政府的施政績效啦 財政效能啦 這些等等 但是呢 我再看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五都改制的前後 相關的數據 舉例來講 機關的增減變動 大概增加了150個 成長比例是24% 那尤其是台中市是86個 是最高的 但是高雄市反而減少了4個 那我再看一下改制前後 這個中高階的公務人員數的變動 總共成長了2154個 而且都是以中高階的公務人員為主 然後高雄市是497個 減任的增加比例是最高的 那在減任的部分 那減任的部分 是以台中市82個是最高的 那再看人事費 可以看到就是 在改制前後 整整暴增了99億元 尤其是台中市增加37億是最高的 那這個數字只是計算到102年之後 事實上從102年到目前為止 這每年的這個數字很可能 還是在成長的 所以我想要問 神議長這邊就是 在改制前 改制前你們有做過這個預估嗎 跟委員報告就是 就是在這個五都改 六都改制以後 這些倫利增加 或是輪數會增加 那麼他本身要透過行政程序就是說 由行政院來做一個控管 他行政院有一定的規定 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增加輪數 什麼情況可以 不能夠增加 然後他要透過預算的程序 所以在他這個預算增加 在本部來講 我們是提出一個警訊就是說 你這個改制以後 那麼其實上服務 那麼並沒有說 隨著改制又增加多少 但是你的倫利節節升高 所以說在改制前 你們有做過評估嗎 我們有統計 這些改制的這個五都 他們有做過他們這些 相關的評估報告 跟人數跟經費 給過你們嗎 或是你們有沒有做嗎 這個改制 因為是行政程序 他不需要給我們 他不需要給你們 所以你們是事後把關 我們事後來做一些比較 提出這個警訊說 你這個地方 好那我想問一下 主持人議長 你們事後把關的機制在哪裡 我們做一個平和 就像說 我們發現 像在目前六都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說 它原來鄉鎮公所 通通改成七公所 那事實上 它在一個服務規模裡面 都大部分80%都不到 一個合理的一個輪式 設置七公所標準 所以這一塊 我們也跟行政員 來提出建議 那他們覺得說 將來要修改相關法令 將來是什麼時候 你們報告在哪裡 你們是不是有討論過 這些新的機關的績效 有相關的報告嗎 我們在審核報告裡面 在每年總結審核報告 最幾年 那你的報告裡面 提到哪些重點咧 在地方就是說 你們有針對這個 業務萎縮的機關 提出這個檢討報告嗎 有沒有這個業務 其實事實上是萎縮的 過去的機關 跟議員報告 整個竹俠室 我們有做一個通案的揭露 然後在個別竹俠室的審計處 那麼相關的這個 需要再來開研揭露的部分 那我們是提出一個相關的 一個建議事項提醒他參考 好 這個新聞事實上 103年其實我看到這個 就有報導 就是提到五都改制之後 人事經費暴增99億元 那我想問一下 從這個103年到現在 你們審計部出了哪些報告 多久評估一次 那目前為止 你出的報告成效在哪裡 行政院有聽你的話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年的總檢討報告 對追快會繼續追蹤 那麼這個效果 你們只是追蹤 但是效果咧 效果這個 哪裡是治安難刑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精簡 但是結果越來越多 這個肥機關呢 這個部分在本身 損計來講 我們律有未待 那透過審核報告的揭露 包括大院的一個呼應 或是大院來督促 這個行政院主管機關 怎麼樣他沿途來控管 因為所有輪式增減 要經過行政院核准 是不是請陳績長把相關的評估報告 給我們辦公室一份 好 我們來幫忙 我願意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看了一下最近這個 苗栗縣他們自己 新公布的一些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苗栗縣政府的財政狀況 大家都知道很糟 那從100 根據你們成績部103年度的決算 苗栗縣政府在過去10年的稅入跟稅出 都是呈現短收的情形 從94年的18億 暴增到98年的79億 然後五年雖有明顯下降 但是到103年 仍然是達到40億左右 那另外我想問的是說 在這個乾年度值 這個103年底 一年以上的公共債務 未長餘額是231.94億元 一年以內 未長餘額是166.15億元 債務比率分別是62.83% 及58.16% 都超過了法定的50% 及30%的上限 那公共債務合計398億元 若加計向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及特定用途專戶與基金存款 調介的162億元 總至到103年底 苗栗縣貸償的公共債務 及代歸電調借金額高達560.12億元 整整10年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審計的角色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苗栗縣的財政如果不是審計部 來做壞輪的話呢 那麼可能就目前沒有現在的財政紀律的存在 那我想問一下沈記長 為什麼苗栗縣財政紀律這麼不佳 還可以向中央調借160億元 你是根據哪條法規可以這樣借他們 最主要他預算編列出來以後 經過議會來審議 那所以完成法定預算 但是本部 他們的議會審議 通過以後你就借 是這個樣子嗎 他通過以後是法定預算 但是我們發現 他預算編列呢 違反中央的規定就是說 他在稅入部分 沒有核定文號 等於是一個系列稅入 那系列稅出稅入以後 稅出墊高 然後他幾屆額度就水漲船高 年續幾年 我們來提出審議報告 那麼給議會參考沒有效以後 這個案子我們在99年報到監察院 監察院來糾正這個行政院財政部 還有主席總處 所以整個中央機關動起來以後 那麼他的這個稅入從最高385億 現在已經降到105年度是192億 所以在預算整個已經有核實編列 只是預算核實編列 但是為什麼還可以向你們借錢 然後以及你剛剛講說 你去做了一些行動 包含像監察院這些等等 那有沒有人員受到懲處 這個不法的地方有沒有做懲處 包括在最近他前論縣長 都被監察院來彈劾 那行政院會電款給他最主要就是說 除了現場之外其他的相關的就責單位有嗎 或就責人員有嗎 相關的單位有 那麼因為在包括這個彈劾 那其他單位的這個部分 包括行政院來擴他的補助款 做一個始祖的處罰 那如果說他違反規定就擴他補助款 那電款這個行政院來輔導他就是說 除了說現在根據你們的作為之後 這個稅收有做核實的申報之外 那如果未來苗栗縣 繼續再跟你們借錢的話 你們合不合 這個在公共債務法 它達到一個百分比 它不能再借薪的 是不能再借薪的嗎 那希望說審計長能夠真的把關 因為已經10年了 這個地方的這個稅入稅出 短售情形這麼嚴重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作為 那也換句話講說 其實審計部 事實上能夠扮演的角色是很有限的 審計長你是不是有針對這個部分做過檢討 這個部分 審計的這個處理的力道 要依照審計法的規定 那麼我想最大的效果就是說 我們把它揭露以後 送到這個大院還有各級議會 經過報章媒體還有監察院 一起來把它克責 因為他不是我的所屬機關 我行政上我沒有能力要他怎麼做 那如果說中央機關 大家動起來像說主機處跟財政部 但是事實上在根據審計法規裡面 你們是有監督這個效能 財政效能的部分嗎 那是你們的評比指標有問題 還是你未能動足先機呢 不是這個 這評比指標是行政機關自己定 我們依法該做的都把它做出來 是行政機關決定 那審計部這邊能給予意見嗎 假設如果說你們不能夠給予意見的話 只能照行政機關去走的話 事實上你的問題就是一直在拖延嘛 給你委員報告 我們會提他在蘇貞計畫 蘇貞方針定定之前 會提開言截流的建議 像地方的這個的話 我們就提供給行政員做 一個定定蘇貞方針的一個參考 是 那無論是說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五都改制的這個問題 還是說這個苗栗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看到你們審計部這邊 能有相關的一些追蹤的 這些後續報告 好 那以上謝謝審議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余委員 我想 本項委員會報告 預告 我們在本項質詢完畢之後的的話 我們休息十分鐘 接下來我們請盧秀燕委員 主席 請主記長跟省議長 委員長 主記長 省議長 今天是國定假日 因為我的助理都是勞工 所以我真的是給他放假 通通放假 所以我今天沒有人幫我放Powpoint 他們又把功課留下來給我 那所以呢 我接下來談這個數字 你們要聽清楚 因為今天沒有人放Powpoint 那所以你們自己要聽清楚 我們今天審的是主記總處 跟審計部的預算 我們國家的主記人員 審計人員 為什麼是一條邊 就是不要讓地方政府 就是不要讓地方政府 胡作非為 努力的去舉債 然後債留國家 破壞財政 對不對 那也因此呢 我們各縣市都有大量的 主記跟審計人員 可是 不只是我們的國債問題啊 縣市在也嚇死人啊 我的助理花很多的時間 他們把功課留下來給我 去調查 我們所有的六都跟各縣市的負債情形 我們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國債啊 負擔是23萬多 台灣中華民國國民啊 每個人國債負擔是 平均每個人是23.1萬 不只是負債這樣子啊 還有個別縣市債啊 我結果我們就把它統計出來 花了很多時間去調所有資料出來 這個資料很重要 登登登登 前三名的是誰 第一名高雄市負債 高雄市每個市民的負債9.2萬 第二名是剛才余委員所提的苗栗縣民 每個縣民它的負債是7萬塊 第三名是台北市民 每個市民負債5.2萬 第四名是宜蘭縣民 每個縣民負債5.1萬 我把它列為A級 每個這個縣民啊 除了負擔國債23.1萬以外 那麼它還有賦9萬7萬5萬左右的 這是我把它分為A級 第五名是新竹縣 4.2萬 4萬的 我把它列為B級 然後接下來 我每個縣市都把它統計出來 接下來就C級的 都是在3萬 4萬以下 4萬以下 那所以我看到你們 覺得說為什麼 你看我們一直在講苗栗嚇死人 結果高雄市每個市民負債9.2萬 然後呢它的整個高雄市 它的負債總金額是2555.9億 怕死人啊 那我這一看那派主計人員 審計人員幹什麼 我今天看你們的預算 主計總處啊 明年編的獎金 編的1億多對不對 編的1億多 要說你們獎勵你們主計人員有功的 我給你設一個條件 明年這個前三名 前三名的這個主計處長啊 如果沒有把它的縣市債 縣市民債降下來10%的話 通通不可以發獎金 處長通通不可以發獎金 下面的同仁不要為難他 那因為派你們到縣市去 結果你們讓這些縣市首長 為所欲為任意舉債 債留縣市民 對縣市民公平嗎 那派主計審計人員幹嘛 還編獎金 所以明年 前三名的這幾個主計長 如果 如果 不能夠把它的縣市債降低的話 要不然就把它降級 要不然獎金不可以發 就是處長主觀一個人就好 其他人我不要為難 你這樣子你才會認真去把關嘛 主計長這樣做得到嗎 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夠縣市的主計長 他是 他是 雖然是我們這邊 在理論上說我們督導 可是他還是要受到 是你派的對不對 是在名義上是我派 但是他還是上 是夠縣市長的督導 對啊 那所以 像高雄市苗栗縣 他要任意舉債 就為所欲為嗎 那你幹嘛一條編制度呢 不必呀 舉債現在有公共債務法的一個受限 那他目前是 除了苗栗縣 不能這樣子嘛 你自己上任你來 你也蠻努力的 這段時間 我們四月份 八九月 八月份 比四月份 每個國民的國債少一萬塊嘛 本來二十四萬多 你是很努力啊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也沒達到舉債上限 但是你為什麼努力再還債 原因就是 雖然沒有達到舉債上限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 債留台灣 債留國民 債留縣市民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 不是說 難道大家要到天花板 才算是虧空職守嗎 當然不是 所以啊 這是我提出來 那但是你不肯答應 是不是 你說無所謂 那何必有獎勵 考基制度 前面幾個委員 講了半天 獎勵制度 考基制度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什麼 獎金制度 講了半天 前面的委員 不是你給他回答 那你告訴他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他那個債務啊 他的發行 有一定的期限 並不是說 一年內 就可以馬上下降 那你定標準嘛 你定標準 我沒有 我沒有叫你一年內馬上降 但是你總是要降嘛 如果還是要 你要讓他們這些現實去拼 僵三名 僵五名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像台北市現在就滿努力的 是啊 那所以呢 他的主記長有獎勵嗎 做不好的 第一名的高雄市的主記長 要又受到什麼樣的約制嗎 賞罰有分嗎 努力的人 那不倒楣嗎 因為有些公共建設的話 他都 他是 如果要做一些建設 的確 他將來具有一個那個 所謂的一個效益的話 他仍然可以發財 但是要公共財務 沒關係 我們的尋答 就是要給公平 看看社會大眾 怎麼樣看待我們的預算 我們發了獎金做了考基 結果呢 我們派了主記人員 審計人員 當然審計也是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讓很多縣市首長 為 胡作非為 為所欲為 高雄驾西郎 9.2萬 苗栗7萬 嚇死人 因為我時間限制 我只是要讓你 讓外界知道說 我們在審預算 每個委員 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調資料去統計 為什麼呢 是希望我們國家的財政健全 國民市民的負債減少 那如果不能達到的話 那大家對政府自然會有評斷 接下來我要請教你 剛才就是 我聽到你前面在回答 賴世保委員說 我們蔬菜 這段時間大家說 菜價貴西郎 那我自己本身 今年不想問了第幾次了 那你說 核心這個 這個蔬菜價格只漲了二點多 漲了二點多是沒錯 感覺很貴 但是呢 我們物價平穩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 我自己長期在財政 你知道為什麼 人民的觀感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 這句話聽起來 是有問題的 蔬菜貴了 物價平穩 你知道 蔬菜貴了 為什麼物價會平穩 你知道嗎 是因為有些項目它是下跌的 像那個房屋的支 不是下跌 它是縮一節食在節省開支 做媽媽的 本來今天買菜 買300塊 我還買一個鹹草 還是買一個飲料 還是買一個點心 買個蛋糕 回家 要給我們家小孩子吃 結果這段時間 蔬菜嚇死人了 所以我蛋糕也不買了 鮮草也不買了 我可能會晾掉 對婦女朋友來講的話 那這段時間蔬菜嚇死人了 所以我可能口紅也不買了 或者是 我這段時間 我本來要買一件衣服的 那我就不要買了 對於先生來講 我可能 因為這段時間 因為菜價高 飲食價格高了 我本來要補充一個襪子的 或者我要買一條領帶 我就不買了 是因為大家 從別的項目去節衣縮食 所以並不表示 人民對物價是滿意的 你說它平穩 這是假平穩 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透過其他項目的縮減 尊減 然後呢 來處理物價菜價偏高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要長期讓民眾 處在這種狀況嗎 過去我們有一個合理的菜價 飲食價格 我們其他的支出項目也可以獲得滿足 因為薪水沒賬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資料統計出來 薪水調賬的幅度低於物價很多 那因為薪水不漲 收入不漲 它只好怎麼樣 從其他的開銷去尊潔 來解決人民碰到物價菜價的問題 這有就是為什麼現在政府上任以來 民調下跌人民最不滿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還是漠視這樣的感覺 跟人民的觀感差很多的話 那我保證民調還繼續下跌了 你懂我意思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根據第三季的資料 那個民間的消費啊 整體還是有增加的 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收入沒有在 對啊 他的收入增加 那跟他的東西 他雖然消費有增加 可是比他原來要增加的 他尊潔的更多 尊潔大於他的增加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他本來我剛才講說 我本來買一張三的 我現在不要買啊 買一支口紅的 我不要買了 是因為這樣子 我本來是可以買的 那我現在只好去買什麼 買一個小卡片 我消費是有增加 我多一張卡片 但是我口紅沒買啊 所以 這是人民的觀感 所以政府 還是要努力去解決 物價跟菜價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30秒鐘 這次 那個 不當黨產委員會 我也問過 18個人 因為預算已經編出來 18個月聘僱人員 用了1584萬 平均每個人7.3萬 結果你們一直說 不是這個樣子啦 他們沒領這麼多 很簡單 只有18個人 請你們把這18個人 他要領的錢 要領的錢 把他 預算把他條列示出來 那你可以不具名 維護他的隱私 你可以用A ABCD 一共26個字母嘛 用18個字母 代表 A領了他的薪水是多少 他的家籍是多少 他的什麼東西多少 預估嘛 對不對 你們連獎金跟加班費都編了 那把它列出來 那我們就知道 這1584萬 花在18個人身上 平均每個人7.3萬 是怎麼來的嘛 我們就知道 不然的話你一直說 沒這回事 那可是明明這1584萬 就是花在這18個人身上 每個人 每個人就可以得到 總總統給到7.3萬 比高考二級人員 一個博士 進入政府的薪水還高 難怪其他各部會首長 今天在場我們很多的文官都不服啊 我在政府工作20年 我還領不到6萬5 結果今天約聘庫禮拜 那不用考慮 阿媽阿狗進來 他可以領7萬3 搞什麼東西 這段時間 為什麼大家focus在上面 因為自己文官系統的人很不滿 把這個東西露出來給我們 那所以大家 你要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如果你說不是 不是 那你就把這18個人 從A B C D 一直編下來 編了18個 他到底多少 你把它算出來 列出條列式就很清楚嘛 像你那些話就知道呀 跟委員報告一下 只要沒有個別姓名 我們可以提供那個資料 今下午或明天 明天以前 可以啦 可以啊 好 謝謝 那國會聯絡委員趕快處理 謝謝 好 請如委員主席長 跟陳議長回座 有請費紅塔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在場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一下 朱主席長 還有主席處的 鄭峰氏 張主任 好 請朱主席長 跟張主任上 備詢台 主席長我請張主任啊 當然就是有一個案子啊 我看不懂 麻煩這個 張主任啊 是 好好聽好 是 主席長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在今年 今年 你上任以後 7月1號 在網路有個招標 這個電子採購網路招標 一個對外網路架構 主席自安防護強化案 你知不知道這個案子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不 你先不要回答 我請那個朱主席 對 我是最近 陳辦人是誰 陳辦的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處 知訊署 知訊署 來來來來 你是哪一個 你是哪一個 邱介資訊署 知訊署 字訊署 是 潘署長 對 是 這個案子 什麼回事 原來7月1號 你們招標公告 后来到了7月28号 公告起满了 就不语开标 这是什么回事 当时我们公告之后 是以采这个规格标 规格标的时候 是厂商对有一些规格 有提出建议 哪个厂商有建议 好像是不知道 你在装傻吗 哪一个厂商有意见 哪一家厂商 谁哪一家厂商 我要他的名字嘛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可以私底下跟委员做 我执行还要你私下 我认为他是个避难 我要你私下 请问这个案子废标以后 又变成 我们把那个图片打出来 又变成 少了对外两个字 叫网络架构 及资安防护加强案 这个是在 隔了一个半月 又公开招标 金额从第一 对外两个字啊 还有的 1340万 变成了2340万 原来从硬体的 我用采价格标 变成用软体的方式 变成资格标 你还欠我刚才是哪家厂商 第一次啊 在七月桌的时候 哪家厂商 他的 他的介意 主委长听着 这都是你认内 请问这2340万的预算 是从哪里来 那有一部分 我们从今年 本来这个采购 这个硬体设备 今年 105年 还有一些是明年的 这个 我们预算还没有过 你可以编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的标 预算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开始审 今天才要审 当然 你们有话说 如果预算没过 这案子就不处理 对不对 剩下一千万就不处理 你们也有什么 请问 你们为什么又要把它废标的 第二个 9月105年9月13号 因为从规格标 大家这个 有一些规格会有一点疑虑 那我们现在就凯成评选标 也就是我们提出 这个第二次 9月13号 已经是最有利标了 已经最有利标 为什么又要把它废标 没有汇标 他第一次投标的时候 不足三家 所以我们第二次 又公告 然后才评选 你们当然不足三家 因为你们里面写得很模糊 我已经明讲了 这是有人给我 据名检举 写的你们举例 写了很多的东西啊 非常非常的模糊 厂商去问 其他的厂商 刚才第一次那家厂商以外 别人的厂商啊 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 包括你们的 设置图 机柜的尺寸 规格 到底是什么 数量 通通讲不清楚 所以第二次又把它废标 搞了10月17号 又来招标了 而10月28号 哪一家得标 那个我们并没有费标 是因为卫达三家 所以留标 还是费标吧 留标 好 所以你用 留标好了 那10月28号 上个礼拜五 哪一家得标 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案子 主理长 你要知道 你就明讲 对 我确实不知道 可是那个案子 要我核准 目前我并没有核准 我还没有到我的 所以原来讲 10月28号 要招标 现在还没有招标 已经评选过了 评选过 还没有绝标 请问评选过了 有没有一家公司 叫做永盘科技 有没有 有 因为啊 从头到尾 就是这家公司啊 提供 它的意见 我不知道是 我得到的资料 是真是假 这里面有几个盲点 第一个 你今年165年的预算 1340万 你现在2340万 动用到 我们还没有省的预算 你们预算是在哪里 所以有个统筹科目 4000万的预算 我今天就提案 4000万里面 三一半 冻结另外一半 我也不知道 民进党的委员 会不会来护航 护航也没有关系 我到院会里再提 我就看看谁来 谁来护航这个预算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麻烦委员把那个资料 我 我是约你 我当你的幕僚 主机长 你有没有能力 我去查 你当然要去查 你查出来以后 把资料给我报告 是我写报告给你 我为什么要给你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给你 你们自己 我把郑峰是主任找来 找上台 是有意义的 我不要他讲 主任你给我查 多久以后 可以给我一个报告 朱祖地长 朱祖地长 两个礼拜内 我不要两个礼拜内 这个有很清楚 一个礼拜以内 今天 礼拜一 下礼拜一 送给我 送给财委 所有的人 我要这个看看 到底这家公司 有那么神通广大 这是你上来的案子 朱祖地长 这是你 你不要告诉我再说 那是以前编的预算 以前编的预算 是1340万 现在动用你 还没有 神的预算 是你认 你认那边的预算 1000万 我跟你讲 这个变来变去 就是我刚才讲 那家公司 提供很多很多 他的意见 结果你们按照 他的意见 提出这样子的 一个说明 提出一个 这样子的价格 你们好意 你才上任五个月 就开始腐败了 我会请这公司 去了解 这个事情 看看 你刚才 你刚才讲的话 真让我很生气 我提报告给你 你是老几啊 我不是提到 我说如果有资讯 我们共同来处理 我为什么要给你 共同处理 我现在针对你来的 你搞清楚 两位处长 主任请回 苏子牙 我请教你 今年GDP 在你上任 第一次来报告的时候 回想我怎么讲 你说保 保抑很困难 我说你们是 我没有用 角座两个次 我说保抑根本就很容易 你们一直说很困难 我跟你讲 因为去年第三季 跟去年第四季 机器很低 第二个 每年到了下半年 我们主要的电子业 我们主要的电子业 就大量去进口 它的机器设备 民间投资 当然就提高 你再看 以前的第三季 为了要圣诞节出货 我们电子业出货 那时候量是比较高的 我当时不也给你们讲 那么多 你跟林权 就拼命告诉社会 保抑很难 现在保抑很简单 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季 我相信也会很好 因为去年的机器很低 你们主机 就在搞这种 做这种文章 骗社会大众 好像你们现在 很认真很努力 你们提到的 你们提到的 什么5加2 你们有一个叫做什么 5加2的什么产业创新 我跟你讲 今年第三季 GDP可以成长2.06 完全是要谢谢电子行业 所以你们现在 电子行业不去感谢人家 用完急丢 像尿壶一样 要搞什么创新 现在所有的GDP 第三第四季 不靠他们的 很难 告诉你们这个林权 不要有了新人去忘旧人 新人我们当然要看 但是绝对不能把旧人 把它忘掉 电子业 我跟你讲 我们看到台湾基地 这种成长 没有什么好高兴 这些年来的公司就是如此 第三第四季 是出口的 忘记 再加上电子业的民间投资机器设备 取利台积电一年大概100亿美金 到底就那么简单 不要再去搞些数字 我跟你讲 刚才我提到那个预算案 预算案 我就看看 有谁要来护航 那个预算 我不敢讲他是弊案 在这里面问题太多了 麻烦一个礼拜以后 给我报告 针锋之主任 你要认真 你们是独立机关 请费委员跟主计长回座 有请王荣章委员 主席 麻烦我先请我们财政部综合规划师理事长 还有我们副税署李署长 以及我们内政部地政师陈专门委员 李司长李署长 以及陈专门委员请上台 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每一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在我们的总说明 和主要副表这一本里面 在预算筹编重要的相关事项 都有所谓的国付统计 然后绿色所得帐 移转性支付 税事支出报告的编制情形的 固定章节 那这个部分的资料 呈现是因为预算法第29条 有明文规定 这个条文定定的时间 是在民国87年 到现在已经有18年之久 但是却一直挂着 事行两个字 而不是规定要正式编制 所以导致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料 事实上并不够完整 但是税事支出并不是只有发生在所得税里面 但是这么多年来 中央政府总预算上面 沉险的税事支出报告 却是一直停留在综合所得税 盈利事业所得税 这两个部分的估计 我想请问我们综合规划师理事长 其他个税的税事支出 你们掌握的状况如何 那都没有言议 怎么样子呈现在 税事支出报告里面吗 那这样子的 就是说进一步的 这些税收损失的资讯 需不需要向社会大众做揭露 报告委员 现在除了所得税税支出之外 其实其他个税务的 我们也曾经进行委外研究 包括营业税 货物税 证券交易税及移证税 但是研究的结果是 因为部分税务的减免项目是没有申报 或者是只有免税总额 没有办法拆分细项 那部分项目因为编制技术仍有困难 所以目前还是只就所得税来编制 但是我们也深刻了解到说 国民对于我们的租税减免 一个透明的期待 所以我们会持续努力 所以我们下面会怎么样子来应对 您刚刚讲的就是说问题 事实上在这18年来 我们早就就说发现了 所以因为这些的限制 所以我们它的税事支出 我们就不编略 那如此下来的话 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 我们这些部分的税事支出 永远不会就说呈现 那这个部分应该要来改变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让它的税事支出能够出现 能够完整的呈现 您觉得 是报告委员 事实上我上任之后 也了解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是就营业税部分 来做一个检讨 那希望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营业税的税事支出 我们预计是纳入明年107年度 明年是106年 今年是106年度的总预算案 那我们是纳入107年度 目标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话 还在研议当中 我们会持续精进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行政院 我们在 事实上在92年 就订定了税事支出 评估作业应注意事项 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说规定 如果 业务的主管机关要修法 那相关的税收 会损失超过5000万的时候 就必须要照这个注意事项的流程来走 必须要汇同我们财政部跟总处 来做进一步的正确税 税损的金额的估算 而且要找出裁员筹措的方式 这个规定是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基于我们对财政纪律的责任感所制定的 那如果这里面也包括委员如果提案超过5000万的时候 业务主管机关在委员会审查该法案之前 也必须要照这个流程来走 我想请问我们 司长跟署长 根据本席在这个议题长期上面的关心 我们政府减税的大中 就是我们内政部和经济部 请问两位 我们现在有按照行政院这个规定 就税收损失金额和裁员筹措方式 然后有提交我们的相关的部会 有这两个部会 有提供相关的就是说资料给财政部评估吗 报告委员 那个只要是部会提出来的这个解税方案 我们都会要求就是部会 有没有落实 都有落实 目前都是基本上就是 只要有提出解税方案 我们就会要求部会要提出税市支出评估报告 交给财政部来做误评 好 那我要请问 我想请问我们内政部的代表 我们地政师成专门委员 我请问就是说 我们行政院所提出来的住宅法修正草案 里面也涉及地价税房屋税的减免 本息出估这个部分的话 绝对超过五千万 你们是不是已经按照行政院的规定 就是说进一步会同主席总处跟财政部 做税损的估算 跟主席报告 我是电政部地政师代表 那住宅法部分是在电政部 是营建署在主管的 这部分是营建署主管的 好 请营建署的代表 我们廖专门委员 是不是 赶快上来 有请廖专门委员上台 时间暂停一下 委员好 这个部分的税损我们有估算过 这个部分我们有估算过 多少 税损多少 我们这会再例行提供 因为这部分不是我自己的 所以不知道 好 那我想请问 我们 你不知道的话 我们 副税署 跟中规施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个税损会是多少 是 报告委 目前因为我们 这个法案因为是 今年度下半年 这个9月份才刚提出来 那事实上我们是 因为提出的时候 我们是初步做了一些 这个讨论 但是因为 所以其实还没有估算 对不对 所以你们其实没有照这个规定 跟规范跟要求 再走 不过我们就有要求 内政部要补送这个税市 所以补送 我们的政策已经决定了 但是资料还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财政纪律上面的要求 事实上不是优先的 好 那我想 请主记长 跟我们沈记长好不好 请主记长沈记长上台 请问主记长 我也好 我们其他的部会要求 减税评估方案交给主记总处 什么样子的标准之下 我们会评估它是可行的 就是有关税市支出是不是 不是 我就说 在这里面我们减税的方案 其他部会提出减税的方案 交给主记总处的时候 我们的 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评估 一般有减税方案的话 根据相关的规定 他必须通过财政部 以及主办的税市支出的评估 那到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会检讨提供意见 我想请问 如果部会所提出来的计划 或者是法案 涉及高额的减税 却提不出可行的裁员筹措方案 主记长你能不能够坚持 对 我 我们根据相关的预算法 跟所谓的财政收支方法的话 如果有减税的话 或者要增加支出有减税 好 所以刚刚讲这个案子 其实很明显 我只是举其中一个案子 刚刚举的就是说住宅法的这个部分 我请您就是说继续的关心 那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要按照相关的规定 跟程序来做 对 我们会提供意见给院 我要请问 省记长 本期注意到省记部 我们在101年的时候 曾经指出行政院订定的 税市支出评估作业 因注意事项 缺乏了成效评估 管考作为 所以请行政院改善 请问省记长 就是后续改善的情况如何 是的 我们提出的意见 我们会追踪 那个主办机会参采的情况 这个人我会后 来把他们事后的改善前线 好 请你提供给本期 好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后续改善的情况 跟结果 那主机长以外其他人请回 我想再请教主机长 就是我们在 我请问主机长 我们除了主机总处负责的 国事普查公务统计之外 那我想 事实上您也是我们中华财政学会的理事长 也长期对我们国家的财政等等的 就是说相关的质处的问题 非常的了解跟关心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想请问就是说 在薪资中位数低于我们的薪资平均数 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是因为跟他薪资的分配有关系 那目前的调查 因为他都是只告诉一个人数多少薪资多少 那我们希望将来配合其他的资料 做那个中位数 事实上 主机长 我们主机总处的同仁 已经推估出来 94年到98年薪资的中位数 那如果我们运用同样的一套方法 来推估其他年度的薪资中位数 是不是可行呢 那要看资料还在不在 那我们尽量去努力 那至于说最近的我们大概下个禮 大概下个礼拜我们可能会公布 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就可以公布 在薪资中位数的统计资料 是不是 本席在今天审查主机总处106 明年度的预算的时候 已经提出一个主决议 要求主机总处从106年起 公布薪资平均数的时候 应该要一并公布 我们的薪资中位数 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 好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分配的情况 我想这也是行政院 再就是说强调的 我们有企业界的大佬认为 就是说分配会影响创新 事实上就是说分配 目前分配的就是说情况 藉由这样子的资料的公布 事实上让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 也让我们企业界 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好希望我们主机总处 在这个部分能够继续努力 谢谢 请王委员跟主席长回座 有请陈奈树梅委员 休息10分钟 是 好 休息10分钟 抱歉 您还有一个小小子 继续杀 你们也得了 现在听起来 怎么找你 要的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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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不能超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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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处 报告一下 的确有一部分的 他没有说针对这个设置 一个设置条例 但是我们的那个基金 他原则上都有依法 在那个各国法的设置条例里面 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我国中央政府预决算法制 除预算法和决算法 属法律陈级之外 其余都是命令或行政规则 特种基金的管理 也只有中央政府特种基金管理办法 请问主记长 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而造成我们的制度很混乱 而且造成很多的弊病重生 我觉得长年累月 并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 过去不正确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立一套专法 来改善这样子 很多的一个混乱的一个现象呢 对 跟委员报告一下 委员的指示我们会做 不过这些基金都是刚才所讲的 都有受到预算法 会计法决算法 而且受到审计部的审计 而且它这些都已经要送到大院来审议 送到大院来审议 对于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会后 希望能够给本期做一个 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讨论 另外我针对内部控制的部分 因为我看到主计处施政目标还提到 要检修政府内部控制 这个相关的范畴 并辅导机关强化内部控制 在主计处的预算当中 编列我们这个费用 政府内部控制与规划与督导 这个费用的金额217万 那行政院内部控制推动及督导小组 也就是行政院内控小组中 我想主计长您是副召集人嘛 对不对 那我们的行政院的秘书长是召集人 还有其他的各部会有八位的委员 证明这个小组是非常重要的 请问主计长 这个小组多久开一次会 原则上大概是至少每半年一次 不过他们还有各种去各机关考核都有 原则上是至少半年开一次 好 最近一次的会议是什么时候 最近的会议是9月22号第28次 9月22号第8次 距离上一次有半年的时间吗 我印象里面这是一季开一次的 我们距离上次半年的时间 上一次是4月7号 好 再给我两分钟就好 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主计长 上次咨询的时候 我就期许你可以整顿内部控制 但是呢 我看到你们的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有一种越来越多了 你看一下 因为这非常重要 再给我两分钟好不好 2006年移送惩戒公务人员284 到2015年748 这已经增加了那么多倍 我们都没办法去控制这个人 那个人数吗 没办法积合吗 为什么会从284增加到748 增加到两倍之多 而且逐年一直攀升 这对我们公务人员的一个效能 是相对的是一个很讽刺 对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那一些被惩戒的有很多都是所谓的兼裁 就是说公务人员他像有一些有执照的他去兼裁 不过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中央的人数只占一部分而已 那很多都是地方的 很多都是地方的 我不管中央是地方 针对这样子的数字是不及格的 您知道吗 那过去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已经那么久了 我们新的政府应该要拿出方法 本期讲的是这个部分 对因为有很多啊 是因为前些时候 全聚部有查到有一批人 他是兼任工商企业的那一个董事 好因为我不好意思 占用下一个委员的太多的时间 所以本期在这边 看跟您提示 这样的数字代表我们的政府 在这个方面是有待加强的 而且是不及格的 未来我们一定要多加的强化这个部分好吗 同意同意 好谢谢 好谢谢陈奈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邱太委员委员咨询 主席是否有请主席长 主席长请 主席长您好 再度敬佩您为国家的努力跟奉献 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您很熟悉 我在那边谈健保好了 我想健保照顾了我们2300万个人民的健康 那有健康的人民 我们国家才会兴盛 那财政应该是在支持这方面 是的 那请问几个问题 健保的支付适合适当 第一个我问一个小问题 因为您这个是您最熟悉的 目前各个健保分区 健保给付的点数现在是怎么样 我们赚了 我们做了一块钱 那你给医疗人员多少钱 大概平均据我了解是 大概0.9192左右 有这么高 那个是平均 因为有些是保障的 因为有些是保障的嘛 像花东那个保障可能还超过1 有些是保障的 但是可能你在都会区就很惨 对的确 好 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不当核三的问题 让很多的医师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明明按专业来执行 业务 医疗业务 结果被删 以事就叫 跟别人说 别人你自己去健保室反应 这情形有吗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健保局的核三 健保局的行政人员 他只做行政的核三 专业审查的话是由专业团体 那我们也许那些核三的一些标准 将来是 大家跟专业团体来共同讨论 因为那个是同彩审查 谢谢 好 我们市长在开会的时候 连医院的院长都在那边骂来骂去 因为他要花很多时间写身负 好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健保有该给付 给人家的医疗的费用 没有给付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最近的吸干 我想我们台湾人 很多人有吸干 我们的亲戚里面绝对吸干 很多 同意 现在发明了一种 可以把你全域 可是他花费了蛮多的钱 如果他一进来健保的话 可能我们的健保就爆掉了 这只例而已 有没有什么 其他该支付的没有支付 让我们心里忐忑不安 对全国民众不起的 跟委员报告一下 健保法有所谓的不给付项目 该给付的话 医疗所必须的健保都必须给付 至于您讲的吸干问题的话 他就要大家有一个共识 他到底是在总额之内 还是在那个总额之外 如果是在总额之外 政策需要的话 那是当然 是应该公务预算 不过公务预算是要经过 大院审议的 如果是属于健保的 那个总额的项目 那个是由健保会来审议 就是要看看 这一个到底是不是属于总额 谢谢 因为你提到这个大院 我才觉得有点好奇 那如果你不提出 把它放在公务预算 大院可能也 毕院可能也不知道 去把它省嘛 对 那另外你也提到 健保总额的问题 你觉得健保总额 现在在我们 台湾的健保制度里面 是好的吗 我必须讲 这个总额制度的话 它跟那个所谓的国家的GDP 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连接 当然还要跟医疗的那个成本 跟科技有一定的连接 因为如果总额超过GDP很大的话 那代表GDP的果实 会被总额吃掉 这个中间怎么拿捏的话 您这个连结 我不是说很认同 因为如果经济情况不好的话 可能民众比较有时间去看病 心情比较不好 看病比较多 跟那个委员报告 整天在奋斗经济的时候 他可能忘记他是高血压糖尿病 可能省下很多 所以医疗费用应该会 如果你GDP越低 应该医疗费用要越高 结果你变成 不给民众就医的 的一个医疗的费用 然后就压缩到 医事人员的几步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医疗的总额 他是根据那个所谓的 像那个医疗流行病水 年龄的结构 科技进步 我肯定这个比较专业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主席总是 如果带给政府一个观念说 我们的医疗费用 要随着经济的成长 我觉得这是不合乎邏輯的 是不是可以稍微检讨一下 不然这会影响到未来 所有医疗几乎相关的决策 对 那个只是考虑指标之一 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 像前些时候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百业萧条 可是医疗总额 它还是成长的 我觉得有一个医院的院长跟我讲过 他说他很讨厌 成长的不太够 另外等一下会再讨论到 我们先来谈一下 健保会已经不太够了 其实所以我们的主席总处 或政府相关的单位 还欠我们健保会八百多亿 这个有没有还回来的计划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以那个中央政府对健保的话 是该给付的都有给付 那地方政府欠贿 他们已经在逐年的偿还之中 而且目前的偿还的情况 也蛮好的 可是还欠那么多 我们也没有看到偿还的计划 我们每次执行都说有在偿还 但是都没有看到他的偿还的计划 有啦像那个地方政府 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偿还的计划 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 好谢谢 那另外就是因为你欠了以后 结果这个也没付利息 这个利息也是很可怕的 结果也是健保署 等于是全体力要同仁在负担 这个你欠费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因为你欠费了以后 大家觉得健保经费不足 所以什么药也不敢开放 那很多的很好的药 都不敢用在台湾的人民 跟委员报告一下 虽然我现在没有接触这个医务 但是我所了解的健保的总额 最近的成长率是比以前好 尤其比我那个时候好 好我再问一个 应该跟您这边有关系的 我们健保的资源当然用在医疗 但是我们很多预防保健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我们的预防针 像流感 你看一把不打流感 你看死掉的都是没有打流感的 所以这个政策相当的重要 可是相关的工会的疫苗 我们一直没有给人家给打的人 不管是医师或这个团队 或者是诊所 医疗院所 没有诊查会 难道注射前不需要健康评估吗 你知道多少医师为了评断一个小孩子 要可以不可以打 这个专业是他30年来的功力 结果我们一毛钱都没有给人家 而且如果万一打得出状况 还是这个医师要负责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样医师的专业很不值钱 不会啦 行政院目前在评估这个 不是评估这个已经 医生已经反映很久了 为什么不在106年变进去呢 那才没多少钱 目前 可以不可以再好好检讨一下 因为这个事的确会让很多医师 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好了 最近你看联系那么多流感重症的 又死了几个人 甚至小孩子 医师这种人这种识别违法的心情 让他们去承担所有的风险 不给他们的回馈 来支持政府的政策 请何以堪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据我知道卫福部有提一个方案 行政院正在检讨 但是每次回去都被打枪啊 指挥总事都说这些没有编预算 我们是终合 这不是我主机总终最后的决定 不能把这个类为最后的决定 这都是不公不义对民众健康 对小孩子的健康非常严重的事情 万一全部的医师说 不然我们就卖走 益黄针谁打 马上我们多少 因为流感重症死掉的人 要增加多少 这是国家国安问题 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还是 可以看几年来的趋势 医疗费用的成长率 一直大部分都是大于总额协商的成长率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应该要注意一下 要去努力 也许我下次再来请教 我们是不是也请那个沈记长一下 那我们审计部 记得上次有对设计 因为我也是对设计安宁有一些督导 我们都知道健保支援有限 所以做两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个是分级医疗 有效的支援 支援的整合 第二个就是社区做安宁 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在家里散装 比较他在家户病房 接受插管等等的 一个人会减少可能三四十万的医疗费用 台湾一年有十万多个人过世 相当的严重 所以是不是请沈记部 在未来在督导这个 社区安宁跟分级医疗的时候 能不能再用力一些 或者有具体的督促 鼓励的措施 沈记长有没有说高解 是的在这一块事实上 我们在审核报告里面也做一个揭露 我们愿意对这个相关机关的改善情况 我们再继续追踪 那当然有好的部分 我们也会把这个 他们具体做法 在审核报告把它揭露 好谢谢 这个是救国救品的事情 请也类出能够类出具体的计划 好谢谢 好谢谢邱委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施亦方委员 请沈记长及朱记长 四位好 两位好 今天本期要跟你讨论一下 有关于审计的预算的执行的部分 那从后面的图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 在今年截至八月以前 在审计部的购买土地的执行率 是挂零 那这个执行率在编列的时候 编了1650万 那为什么会编 为什么会零 是的这个跟委员报告 这块是在宗孝东路 跟杭州别路拐角 我们那个老的办公室 那么这个案子本来已经经过 行政院核定 它的先进计划 那么在概率过程中 因为牵涉到旗令地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105年度有编列 要购买那个旗令地 可是在这个调整过程 行政院 那么它要我们说整个计划 基于整个国家的这些 这个未来在办公厅设的 先进整理计划 希望我们再做一些检讨 所以在这个目前整个计划 等于是还在检讨中 所以我们就暂缓 在这个 这个 过筑企营地 那这一块 这个预算我们会 会角度 那同样的 截至今年的8月 在营建工程的部分 也总共编列了 大概3617万 那这一个部分的执行率 只有21% 那这个也请 審计长说明一下 谢谢 那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澎湖跟金门 两个限制审计数 那这里面在金门的时候 金门的部分是 接着到一个外力因素 就是说 我们的一块地 其实已经暴准兴建 可是在请照的时候 那这个地 金门县政府 他没有租会我们之下 就把它变成一个农业用地 那所以就变成说 没有办法兴建 这中间我们已经完成 这个土地的一些变更 我们又另外有国产局 找了一块新的土地 已经完成 这个拨用的索细 那后续这个部分 我们会加快进度 那澎湖的部分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 编列先期规划预算 所以在第一个年度 我们已经做好 建筑书的一个损查 那其实已经上礼拜 完成第一次招标 可是外岛地区来的厂商不多 只有一家厂商 我们预计在这几天 会造第二次划报 那这两个案子 都是只有三层楼 没有地下室 所以如果顺利截标以后 这个进度会很快的出现 谢谢 我想我时间有限 审计长我想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议算的编列 是很严谨的一件事情 那从刚刚审计长的回复里面 第一个先推给行政院的部分 那第二个推给县政府的部分 那这个代表的意义 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这一件事情反映了说 在审计部里面对于相关单位的沟通 是没有确实的做好 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 虽然你直接编列了议算 但是这些议算你确实没办法执行 那内部的横向沟通是有问题的 未来在内部的横向沟通里面 审计长应该如何做 谢谢 谢谢委员主要 我们会记起这个执行的经验 在未来在相关单位的沟通 做好更好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强调的是 审计跟主计一条边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 由审计长先回答一下 因为我也怕说你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先把考题先做好 答案也先告诉你 你的任务是什么 是的 在审计法第二条 我们有这个审计足钱 最主要在监督议算组行 然后一直到审订结算 考核财务效能 还有在核定财务责论 好 那主计长 我答案也告诉你了 我们是做税计会计统计的工作 谢谢委员 好 那再下来我要谈到的就是 这个案子跟为什么会 前面会告诉你 前那个一条边的部分 我想在苗栗过去十年 那税入的预算跟结算 其实差异了很多 在94年到104年 从那个副县长 他差的比较少 他差了16亿 但是看到最近被弹劾的刘县长 他在100年 民国100年差距最大 差距最大高档大概168亿 那现在的县长也大概有二十几亿 那苗栗县的一贯手法就是 湖边啊 湖边税入一算 然后累积下来 你知道高达多少吗 高达了792亿 那这792亿让公务人员的薪水 面临薪水有问题 那厂商啊 一些做工程的也好 其他的也好的厂商 领不到钱 那领不到钱是政府的责任 既然请台湾银行扣了4八 为了融资之类的问题 票贴之类的问题 所以由政府又扣了他4八 厂商和 他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那苗栗的社会服务也被迫缩减 那从银梁午餐就 变成是要自会的 那县长更是向 中央部会一直伸手要钱 那从 省计部的那个 苗栗的报告里面 税路湖边的手法 那是同样一招 那我也把这个税路湖边的两招 大概跟省计长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序列公文文号 那其实它是没有补助的 那就告诉你序列 我序列一个文号 然后这里面的文号 编了9亿4700多万 那另外就是有文号 但是是没有跟补助款 有任何关系的 这里面既然有15亿高达15亿5000多万 这两个案子加起来 就高达了25亿 我不晓得说在那个审计的部分 在这个查核的部分 为什么会那么弱 这个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的 因为它这个议算是由行政部门来 编列议算案 然后送到议会来审议 那其实在中央有它的规定就是说 在这个议算的编列 有一定的标准 特别是补助款的部分 那么要有相关的一些文号 跟这个金额 那么才能够列进去 但是在苗栗县我们发现在长年来的一个做法 特别是在从民国这个98年以后 9798都慢慢有这个情况 在税路的部分没有文号 那这个来增加它的税路款 所以损计是 损计是我们一开始是来揭露这个事情 来通知它改善 也送到这个苗栗县议会 但是看起来这个效果没有很显著 从94年到104年 所以我们慢慢就是在99年 我们把它依法报到监察院 经过监察院来纠正以后 那么在包括主机总处 财政部在本部 一起在多管齐下 所以慢慢从这个最高的385亿呢 现在已经降到105年度 192亿的税路预算 那么看起来就是有说到这个效果 那我们会再加快再继续来紧密 对于相关的那个审计人员 有什么样的惩戒 在这个行政处分 包括说县长被弹劾 财政处长被寄过 那么主机处长呢 那么在主机总处 马上就把它调阻 那么这个都是在相关的 这个行政维数的推就 这个案子在财政的纪律 是荡然无存 那前面一直告诉你说是一条边 那我不晓得就是就 沈记长跟主机长的部分 这个部分在未来 在未来 在从105年以后 是怎么样的去执行 让这一个切失降为更低 跟委员报告一下 他们现在105年度 税入浮边 大概只有零点 就目前一下已经非常低 只有零点几而已 你讲这一句话你要负责任 你讲这一句话 你要为在106年 显示出来的负责任 你最好是要查清楚一下 税入浮边105年度 它已经非常低了 那104年度的确像委员所报告的 是有蛮高的的 好 OK 我想你谈到了这个部分的差距 我还是提醒你 你要好好的再去查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讲这一句话是要负责任的 那主计长请回 主计长请回 那审计长我还是要问你一件事 那就是说 应该是审计的人员 在纠正人家的时候 他的专业度 要比其他的人还要高 这对不对 认同不认同 对 这个我们要依照 看看他有没有违反议算 或是有关法令 本席有注意看了 你那个业务的报告里面 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审计部 在纠正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有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是在一个门审的案例 就是那个看病 儿童的看病的案例 那左边的这个图表里面显示说 是那个全部的儿童 对于那个门诊 及急诊的补助 那右边是第三类 第三类儿童的门诊 及急诊的补助 那从这个数字看来就是说 左边的这个数字 21比1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就是说因为它是第三胎 第三类的一个 一个部分的一个比较 那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部分 左边的这个部分是1比1 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 那不合理的数字 我们省记的人员 既然跟他做比较 我下一张看一下 就是说比较的部分 就是说第一类的部分 因为他是一个一般的儿童 那所以说他对于那个急诊 并没有补助 急诊有补助 就是门诊没有补助 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再下来就是 第二类跟第三类 有门诊跟急诊的补助 那再下来就是 再下来就要告诉 那个省记长的部分 就是说 既然在比较的时候 在这一个部分 在左边的这个部分 既然没有把第一类的门诊 加进来的情况下 能够跟1、2、3类的门诊 去做比较 那另外提出的所谓的纠正 这个部分我想你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不是针对某一个案例在讲 而是刚好你显现出来的 业务报告里面有这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代表说 你是一个很专业的审计人员 你不应该不查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 然后既然利用这一个 不一样的部分去做比较 这个部分有没有说明 是的 这个在审计法的规定 我们在抽查期间也有限 那么机关提供的资料 或是审计人员在起证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不完整 那我们通俗确实以后 机关可以申户 我们依照选计法2、3条 他机关我们通俗事项 他接着说 跟事实当初提供资料 不止的地方 那真正的事实怎么样 他可以申户 申户以后 我们会接受对方的意见 如果觉得我们 这个政绩不好 我们会接受意见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来检讨 本期提出 就是一星期里面 提出检讨报告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谢谢 好 谢谢师委员 跟委员会报告 今日中午不休息 会议继续进行到 本日的会议议程结束为止 11点50分 请工作人员发便当 那我们接下来请 郑天才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朱祖记长 祖记长请 还有林沈记长 沈记长请 朱祖记长 朱祖记长 还有沈记长好 朱祖记长 这个今天咨询的 上次也咨询 但是因为仍然 轻忽了 对原住民族的议算 所以我要再次的咨询 要请沈记长来评评理 对原住民族而言 我已经讲了那么清楚的 法律规定 如果还不做调整的话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我会认为是欺负原住民 我先把话 先讲清楚 我们看 这个禁法补偿条例 原住民保留地的 禁法补偿条例 写得非常清清楚楚 第三条 明明规定 禁法补偿 由行政院 由行政院编列议算 交执行机关 来办理 行政院 这三个字 过清楚了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不是交给 这个执行机关 我先说 这个执行机关 禁法补偿条例 第二条 执行机关 不是言明会 是农委会的领悟级 上次你有讲 行政院不方便编 可以交给执行机关 来编 执行机关 按照禁法补偿条例 执行机关是 农委会的领悟级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看 为什么要禁法 要补偿 是因为森林法 规定 原住民保护地 在这些 水库集水器 还有什么一些 溪流水源地带 这些 是森林法去限制了 原住民的土地 不能砍伐 是森林法 森林法的主管机关 不是言明会 是农委会 那接下来我们看 原住民族基本法 21条的第二项 政府或法令 法令就是讲森林法 以这个 禁法补偿来讲 限制原住民族 利用原住民族土地 及自然之源 我们自己种的树 也不能砍伐 我们自己的土地 也不能做其他使用 受限制所生的损失 应由该 特别加了一个字 该主管机关 是指森林法 限制的话 就森林法的主管机关 就像自来水法 自来水法又有限制 那水来 编的议算 有啊 自来水法有啊 是经济部编的议算 是非常清楚的 法律不 再明确也不够了 所以这个森林法的主管机关 是农委会 所以 依照森林法 以及刚才 原基法21条 原住民保卫地的 禁法补偿 应该 不是行政院来编 就是 你上次讲的 执行的单位 就是农委会 林务局 应该来编类 我们再看原住民族 基本法 第18条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18条 它是原住民族 综合发展基金的母法 原基法第18条规定 政府应设 原住民族 综合发展基金 办理什么呢 原住民族 经济发展业务 经济发展业务 进法补偿啊 它是一个损失补偿 它绝对不是为了 经济发展啊 它是不得已的 是法律限制 是法律禁止 才有所谓的补偿 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有了18条 就有原住民族 综合发展基金 当然这个综合发展基金啊 主委 那个主席长 我是老公务员 30年公务员 从省府 综合发展基金 是从省府开始的 它是一个留本基金啊 留本基金 一点一滴这样 预算这样编列到现在 才有现在的规模 这个综合发展基金 这个管理应用办法 都是经过你核定的 第三条的规定 以及预算书 综合发展基金的预算书 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本基金为 预算法第四条 第一项 第二款 第四目的特种基金 它是一个凡付出 仍可收回的一个作业基金 付出之后还可以收回 就像创业贷款 创业贷款 本金是可以收回来的 还会有利息收入 所以它是凡付出 仍可收回的 它是预算法 第四条第一项 第二款 第四目的一个特种基金 里面的作业基金 当然它有好几目了 它是第四目 所以从这个法律的条文来看 不论是 进法补偿条例 不论是颜基法21条 不论是颜基法18条 不论是综合发展基金 管理应用办法 第三条 以及预算书 都是这样写的 这还有什么还能硬拗 所以不要再硬拗了 主席长 你可以告诉我 可以告诉所有的 全国的原住民族 说 当然已经编了就编了 对不对 107年度 下个年度 我都在谈下个年度 107年度 是不是可以不要编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可不可以 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会在这个方面做检讨 但是我刚才 但是我以前也提到 根据原住民基金的规定 它用途是包括限制原住民 利用原住民土地 其自然资源是回馈后补偿 是有这一条 所以我们在原民会 跟农委会 以及原民会的公务预算 原民会的基金 以及那个造林基金 都有编这方面的预算 那也许我们将来会按照委员的意思 我们来共同检讨努力 好 那个沈记长 你的意见如何 是的 我想在原来过去几年 变得预算 虽然在这个 在基金里面 但是在其实公务预算 补偿了18亿 那农委会也负担了4亿 那么在刚刚主机长也 也答复 农委会的部分 那是造林奖励 那是他的业务 那未来要做一个检讨这样 我们都换期长 在本部都换期长 省议长 你不能那么的 那么延迟这么的保守 还是说韩服 我不想说用韩服 那105年度 105年度已经有了 105年度现在正在进行中 这个是你的业务 已经在你要审计 你已经审计了前面几个月了 也许没有注意到 现在我现在告诉审计长 105年度正在执行中 前面也已经处理了好几个月了 对不对 这么多的法律 再过明确的法律 是这样规定的话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谈 都没有办法做调整的话 真的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好不好 省议长 这个部分你绝对要站在法的立场 可以吗 是的 我想在本部最主要是监督议算组行 在105年度 那么所有列的议算 已经完成法定程序 那我们来看看他 当然他会照法定程序来办理 省议长 议算的执行 也要看这个议算是不是 编凑地方 对不对 因为他违反了议算法 主纪总处在过去 我从台湾省政府开始 当时的省主纪处 包括后来的 我到中央之后 中央的行政院主纪总处 对于基金 是他们主管的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要做什么使用 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轻易的 非常明显的 违反法律 都敢这样做 我们看起来 看得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 法律再过明确 对不对 这么明确的法律 请这个省议长 105年度的部分 你不是只有看 议算用的对不对 你还要看他 这个基金 基金的使用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你的责任吧 基金呢 因为这个基金不是 临时有 这个基金的使用 因为他使用了基金 使用出去是 说不回来的 所以基金的使用对不对 这个部分 主席长 107年度 你不能再编绵在 综合发展基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已经从综合发展基金 违法挪用的 16.5亿 在107年度 要从国库 拨回来 要还给 中统合发展基金 主席长 跟委报告一下 我们会检讨在 看看是不是 恰当 当然不是 违法 不是恰当 是违法 我跟委报告 看看是不是说 一方面容纳的下 一方面是不是说 我们的一个 以往的编列 说是不是说 适当的 我们会检讨 这个因为 我也有做提案了 再到时候 请主席 召集委员 还有我们的 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能够支持 我所提的 预算的提案 谢谢 好 谢谢郑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吴志阳委员 吴志阳委员 吴志阳委员不在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不在 徐真卫委员 徐真卫委员 徐真卫委员不在 请罗明才委员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 初略习官员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请 主席长 主席长请 主席长你好 主席长 其实你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一年度的预算 大概多少 一兆九千多亿 你们贵单位 贵单位13亿 13亿 你看你13亿的 这个经费 所控制的大概 一兆九千多亿 我们看到 历年来 有很多阴性阴格的事项 你们就可能往前编列 比如说 现在国内算一算 蚊子管相当相当的多 那再面对一个 106年度 你们也没有什么 重大的推动 国内的这个新建的计划 比如说 在我们今年度 我们发现 现在保育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的话会到哪里 这个要到那个 11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会 国民所的统计评审会的时候 会有结果 11月下旬 那截至目前为止 10月以前 大概数字加起来是 经济成长率GDP是多少 大概是 如果是按照以往的估计 以及这个前三季的表现 大概是1.24 应该是没问题 1.24左右 可是经济成长的速度 我们相较于最近 看看有很多的火锅 因为说是台风来的关系 菜价不断的上涨 那很多业者 他们指出 200块的小火锅 人民的小确幸 涨了30块以后 200块涨30块是多少 230 涨了几个percent 15个percent 这十几个percent 结果你GDP的成长 只有不到1.多percent 这跟人民的弱差 实在差太大才大 而且很多的老板说 这个消费上 只要上涨的数字上去了以后 通通回不来了 你觉得回得来吗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虽然蔬菜最近有上涨 可是蔬菜最近 大概根据10月27号的资料 它已经有下跌 虽然蔬菜涨 它占整个消费头的全数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 可是其他的项目 像油价 房屋的支出是下跌的 跟委员报告一下 上涨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上涨的部分 人民的观感是 只有薪水没有涨啊 其他通通都在涨 薪水也有涨一点 有涨吗 你告诉我 有谁涨的 公布一下 让大家开心一下 大概是涨了 大概最近的一句的资料 大概是涨了一点多了 一点多 可是民众的感觉 永远涨的部分 没有花落谁家 没有花落我家 民众的感觉是薪资 通通没有涨啊 而且面对 整个大环境 那么严峻的环境 压了 透不过气来了 看看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我看 现在是个数字 你最新的一期数字是多少 大概是 一点多 一点多 那一点多也是超过GDP啊 我们的预计 要1.0几而已啊 不过就这一季 我刚才讲说 这一季是2.06嘛 所以还是比那个高一点 我觉得主机长应该在 整个国内的发展 然后要好好的思考 因为我们发现 因为我们发现 自从两岸关系啊 到这一季了 陆克来台 严重的减少 大概少了多少成 一到九月陆克来台 少了大概百分之七 可是日韩旅客增加 百分之七十还是七 百分之七 一到九月 一到九月 百分之七 对 百分之七左右 内政部统计的资料 最均 这个数字有没有错误啊 不会啦 我这个资料等一下 马上给 为什么政府的指标数字等等啊 永远跟民众的感觉 落差是那么大 就好像很多次的这个气象报告一样 你设飞标可能都设得比较准啊 每次台风都说 狼来了 狼来了 有时候不见得会来啊 跟我们的这个经济数据的预测一样 每每讲了 讲的都不一样 你说陆克来台减少七个百分之七 一到九月的平均 可是实质上很多的观光业 很多的夜市 可以说是哀嚎啊 声音不落往常啊 特别我们看看 经过这个机场的时候 明显可以感觉到啊 观光客的数字是以前的 大概一半以下 最近八九月是的确有像委员所讲的 有降低大概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多啦 可是整个一到九月的平均 是并没有那么多 像主机长能正视这个问题 反而相关的产业啊 这个哀鸿遍野啊 从这个GDP数字里面最重大的 一个是股市 一个是房市 我们发现股市啊 的成交啊 大概现在只有六百亿左右 以前都是一千多亿 这个后续的发展啊 真的会令人又惊又怕 我们的内需产业还不错 像我们的零售业 跟那个民众的消费啊 最近一级是成长的 是好你的数字都要很漂亮 但是我希望主机长可以想到 一般老百姓的心里 他们的感受是 难受香菇 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不懂 尽微 碍事 主机长我们知道难受香菇 所以你就不晓得老百姓的心嘛 感觉很难受 心里很难受 感觉很香菇 感觉很想哭啊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一般的官员啊 要知道社会的流行 要知道老百姓的想法 而不是坐在冷气房里面 每天都是数字很漂亮很亮丽 其实大家现在很担心啊 股市一却不振 这个影响到的是 多少家的这个上下摇的公司 影响到的是多少人民的生计 而且请主机长特别想想看 他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让很多原本想在台湾上市的 这些IPO的公司啊 现在通通脚底抹油啊 到上海 到香港 到新加坡去了 他不再留恋这个地方 这是人民为什么相估的原因 因为未来没希望 第二个 房地产 主机长有没有觉得 台湾的房地产已经快被打趴了 目前的营建业有 因为现在语气稍微 稍微缓和一点 所以现在有在加紧施工 尤其他们有些是年底 国内经济成长的两个引擎 都已经出状况的时候 希望政府不要粉饰太平 而是应该要积极的为人民找出路 出路在哪里 我们从你的一些资料 一些报告里面 包括现在政府喊着震天嘎响的 新南向政策 主机长你觉得会成功吗 会带来多少对国内GDP的影响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会乐观期待 新南向政策会带来 对国内经济的一个 会有一点振兴的作用 不过新南向政策 并不是说政府要去做投资 而是把环境做好 让那个企业界 跟有些输出 或有些贸易的往来 或者是服务业的往来 跟那些新南向的那些国家 能够是怎么样 能够也能够发展起来 主持人长我们看到这个新南向里面 这个所有的相关预算 看不到新南向政策的具体政策 你能不能随便讲一样 就像人才的培育 双方的交往 以及这个像过向的那个金融 或者是那些 所谓的保险的一个策略 施出保险的保证的一个提高 主机长有一点我想不清楚 就是市场的法则 菲律宾人来台湾 最主要是要做什么 大多数 菲律宾人来台湾是当费用嘛 他是要跟我们赚钱 还有泰国 越南 印尼 来台湾是要做什么 外劳 外劳嘛 对啊 他是来赚我们的钱嘛 我们怎么样来期盼 我们的南向政策 可以从这几个国家里面 我们可以对经济上有所帮助 国华会已经在这方面做努力了 好 谢谢 我希望说主机长能 我们本于你的这个专业 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提出你的专业的看法 不要让他们走偏了 因为这些所有的你刚刚所讲的新南向政策里面 全部都是一带一路 请问台湾现在有加入一带一路亚投行吗 有没有加入 目前还没有 没有加入 没有加入 你连门票都没有拿到 进都进不去 怎么样来奢望他们有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双方的那个厂商跟民众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举个例子 我们说要去印尼 有一些这个交流合作 隔天印尼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 去北京请教 知不支持印尼跟台湾的往来 如果每个国家18个国家 都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台湾怎么样跨出去 请主机长能多多提供好的建议 给其他的部会 谢谢 好 谢谢罗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不在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不在 郑韵彭委员 邓韵彭委员 不在 陈欧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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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肖美琴委员 肖美琴委员 没有含 江乃欣委员 不在 张丽善委员 张丽善委员 张丽善委员不在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不在 管毕林委员 管毕林委员 管毕林委员不在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不在 陈廷妃委员 陈廷妃委员 陈廷妃委员不在 邱志伟委委员 邱志伟委委员 邱志伟委委员不在 严宽衡委员 严宽衡委员 严宽衡委员不在 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不在 cient Vivian 刑东明委员 itu 郭正亮委员 郭正亮委员不在 周梓秀暗委员 周梓秀暗委员 周梓秀暗委员不在 蔡翊羽委员 蔡翊羽认 蔡翊羽委员不在 我們請江永昌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先請主席長 請主席長 謝謝 主席長請教 單位要編預算的時候 什麼要列為公開的預算 什麼要列為秘密的預算 你主席總處是管得到還是管不到 除了我剛才講講的以外 原則上都是公開的 國安局勒 國安局是秘密的 那你剛講外交部 國安部就沒有講到國安局 國安局是 對不起 國安局是 好 那個立法院的預算中心多數對這個國安局提出預算評估報告 因為國安局他很奇怪 他兩度擴增他的組織規模 他增加的原額跟增加的預算 都以機密預算來編列 包括他第一處到第六處 不過他還增加了督察處公開情報中心 又增加了一個國家安全作用中心 然後呢他主管人員 人數法有明定不具機密性 可是他卻納入到機密預算當中也不公開 他的人員待遇跟國家情報安全核心的事項 也沒有干涉 這部分你怎麼看 他為什麼還把它放到機密預算 你能夠做什麼主張 有沒有在你的管理權的當中 跟委員報告 國安局原則上他是跟總統的職權有關係 至於說他的內容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也不能 我主計總處也不能夠太多的 我剛講啦 他的人事啊 他的待遇啊 這拱跟他的機密業務無關吧 對 我跟 你能見言 不能見言 老虎頭上不能拍蒼蠅 跟委員報告一下 他的一個主計的主管 也是由我們派 但是他在編列這些人員的預算的時候 還是要依照那個 應該要嘛 要到那個規定 可是我並沒有去 去那個是怎麼樣 所以到底他的證 即使你有立法院的決議 在今年106年預算的時候 也是沒有辦法做改善 這個決議我念給你聽 鑑於國家安全運行情報及情報資源系統 單位主管 其人數法定待遇編譯標準 無直接涉及國家安全 立法院的決議 應該將這個一致公開預算編列 以及呢 他的這個內部業務機關9個擴增為13個 所增加的原額跟經費 以機密預算編列 外界難虧其情況 對國家安全 因投為說明也不利 這個有立法院的決議 你怎麼看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對國安局的預算是 像106年我沒有給他成長 那至於他怎麼去做 要不要尊重 我認為你主席總處還是應該在 是否是公開還是秘密 你應該要有一定的主張跟管理 對我會 你要去盡力 對我會去盡力處理 好請那個沈記長 剛剛我就講的第一個問題了 如果應該公開的一個資訊有沒有 他以人民權利 攸關的施政措施跟其他有關的政府資訊 應該主動公開為原則 但是剛講了 這個是國家機密及政府資訊公開的原則性規定 那主席總處他似乎也無能為力 我只能建議他 但是本來應該公開的去納入機密預算當中 那你審計部又能夠怎麼做 是的 在審計部的主權 第一個是監督預算主行 那預算是由行政機關來編列 經過大宴通過 但是這個預算怎麼樣讓他盡量公開 事實上審計部這幾年也加了一些力道 所以國防部的預算 還有外交部的這個機密預算 跟早年比得起來 那現在已經非常少非常少了這個這個事額 那在 國安局咧 國安局咧 國安局的部分依照這個國安局組織法 他說這個國安局的預算列為機密 受立法的秘密審查後 激烈於政府其他機關 你跟我講 國安局的組織法第九條 後面這裡我就念給你 預算的執行這個 跟編列及決算審查 由有關機關以機密方式處理之 那個有關機關就是你吧 對 他的預算執行 我們本部是依法監督 這你該做的 就我們講一個 就是說 應該要好好的去監督 決算應該好好的給審核 因為大家都知道過去發生大的弊案 諷天專案底下當陽跟明德 造成什麼事情 造成這個基金的一個利息 被人家侵占侵吞 又造成說 這個返環的這個電款有沒有 被人家挪用 我想這個審計長應該都非常清楚 可是你剛剛講了外交國防 你除了我們這個決算的時候用秘密審查 在立法院辦理的時候 請問你喔 你有沒有去實地審查 各位委員報告 那麼像說以國安局來講 我們最近剛剛在做這個抽查工作 抽查 但是為什麼外交國防 你每年都會去國安部兩次外交部一次 為什麼國安局你就沒有去 是的 這個國安局 那他這個 還是那句話 老虎頭上連蒼蠅都不敢拍嗎 不是 就是因為他在整個這個國家機 國安局的一些組織法 整個法制完成改善以後 那麼我們用書面的方法 來追蹤他的易結算的情況 你有權利做實地的這個審查嗎 有有有 然後再來做為最後決算時候的一個依據嗎 有有有 有你就去實地審查 你不要推脫啦 因為我們希望齁 這個新政府新氣象 這個國家齁 要走向能夠受人民監督 該做的你就要去做啊 不要每一次啊 在立法院相關的議案審查的時候 就又聽到說什麼秘密會議啦 當年什麼案啊 我覺得你審計部有責任 你該有實地審查 就去實地審查 去做好不好 好 我們會在 你承諾啦 有些能力之下 我們會盡量去 好 提告他的評議 好 本席記請教齁 審計部有沒有派員出國 呃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編列出國預算 有各種形態的這個出國 你們通常都去哪些國家 是的 我們有開會的部分呢 我們是會參加國際 內部集合協會在世界的聯會 跟這個亞洲聯會 對 那我們也會派員到 住外單位去做財務收集的撮查 那包括我個人有應邀也會參加在世界 區域性的這個世界審計會議 好 我跟審計部要資料也從審計部的資訊網看到 你們大部分都去這個 美國加拿大 尤其美國這幾年來 年年去呢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我們派員去做一些專案研究 因為美國事實上 是一個審計機關的一個標竿組織 那麼他的各種這個理論實物 你們的報告裡面也出現一件事情 去美國看26項 其中有12項 大概跟我們國內的做法是 區域裡一致的 那一致或不一致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也研究的夠清楚了 我為什麼要看審計部的這個出國報告 因為你們也要去看 這個行政院底下各部會的一個出國的一個計畫 如果你自己沒有做到夠公正 夠客觀 你自己的考核夠嚴謹 績效夠好的話 你如何去審計別人 是的 我們審計機關 我們希望我們本身是一個典範機關 所以美國你去這麼多次 可能你們自己要檢討一下 我這樣講 審計部99年的時候 還有專案去通查各行政機關的這個 出國計畫後的相關的一些 他的一個資料 100年到105年你們改成抽查 這個我反對啦 不然至少106年開始 你們再做一個通查 不要讓人民的這個什麼 名字名高啦 隨隨便便 用出國的一個考察的名義 變成一個旅遊 這樣消耗掉 我覺得這很不好 這是審計的責任 我想最快在出國我們有做過通案 那麼行政院有訂定相關辦法 所以這幾年這個出國預算 事實上已經跟10年前已經 大概當了一半的這個出國預算 那未來我們會再加快 在這個積極來看看 各機關出國預算的邊類控管 還有出國報告的一些公告 各方面我們會再做一個重點 再嚴謹一點 那我希望你抓一個連線 再把通查做一次好不好 那再請主機長 不好意思你來吃便當 我還有一分鐘要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審計部一直告訴你 第二玉備金的動資 不要連續好幾年都用相同的理由在動資 有好幾個單位啦 包括教育部體育署 包括海岸巡防署 包括這個衛生福利部 即便管制局 每一次都編不夠 再用二倍金 去做這個業務的填充 這是不對的 你如何改善 跟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我也有跟他們相關部會首長提過的 那我們明年會來努力 不是啊你施展鐵丸啊 我就不准你動用啊 因為你已經被審計部講了那麼多次了 審計長就在你旁邊 難道你覺得他對你的建言是不對的嗎 因為我們有些東西在原來的預算 的確容納不下 可是啊那些又蠻緊的 容納不下是誰的問題 你主機總處當時給他們匡列預算的時候 你也沒有給他們組合啊 對 就像 那到底是誰檢討誰 就像那個流感疫苗啊 如果你這樣子 像審計長講的時候 他能夠接受 不會寫在他的報告裡 我也無需再問你啊 對啊像那個 流感疫苗是因為政策上有一點放寬 所以那個流感疫苗就要追加預算 那你說服你隔壁的審計長啊 你說服他啊 不要寫在他的審計報告裡啊 你們兩個都站在台上啊 說服他 不是我對他抱歉 你對他抱歉你就要改啦 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年年檢討相同的事情這樣不好 那個海巡署是因為他募兵的情況很好 你講的審計都寫出來就是沒有接受啊 所以主席總處你要想辦法 是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江委員 向委員會報告 今日登記發言委員 經已與巡答完畢 做如下決定 報告及巡答完畢 委員林德福、吳志陽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 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亦請於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現在我們休息30分鐘用餐 並請議事人員競速整理提案後 我們再繼續開會 先宣讀審查項目提案及預算法修正條文內容等後 再行協商處理 好 我們現在休息 請客後 請下稿 請益 請留去 請客 請問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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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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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感谢观看 手组 相关 顶 分支 人口中 人口及人家 顶 顶 家 顶 顶 逐年准 顶 顶 雖然收集分機統計資料系主記總處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然耗廢之成本實屬耗煩 盡情主記總處評估執行之績效 並研擬是否有更妥適改進計畫 原凍結國事普查業務向下 暗日案件寄之籌金250萬元 四項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後使得動之 提案委員施藝芳 黃榮璋 江永昌 余婉如 陳賴樹美 盧秀燕 25案行政委主記總處106年度預算 其工作計畫主記資訊業務 以於分支計畫經費捷報及資訊管理系統 建置於維運向下 編列資訊服務費及資訊硬體設備費 2630萬元 但由於其分支計畫 稅計會計資訊管理 編列資訊服務費1645萬元 分支計畫統計及行政資訊管理 編列資訊服務費775萬3千元 分支計畫資訊系統 維運管理 編列資訊服務費1696萬6千元 承辦單位就由於主記資訊處 檢視其經費使用內容 都為軟硬體維護費 考量政府施政經費短處 需求應可精簡 建起三檢該處主記資訊業務工作計畫資訊服務費1千萬元 提案委員賴士寶 盧秀燕 曾明中 費鴻泰 羅明財 第26案 主記總處之通訊費106年度公編列1131萬5千元 其中於主記資訊業務向下編列國際網路專線等通訊費 計558萬5千元 與其他機關相較私有較高支出 審計部之通訊費編列 瓜湖審計部通訊費編列447萬7千元 為尊傑政府支出原三檢主記資訊業務50萬元 瓜湖科目自行調整 提案委員施益方 黃龍章 陳賴樹美 盧秀燕 江永昌 余婉如 第27案 主記總處106年度預算案 主記資訊業務經費捷報及薪資管理系統建置與維護計畫 主要系配合行政院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之目 針對機關經費報結作業規劃建置相關資訊系統 自106年至109年度分4年 共編列2630萬元預算 106年度編列第一年經費2630萬元 為目前各機關有的已開發相關系統 為避免重複建置造成資源浪費 原提案凍結主記資訊業務經費報結及薪資管理系統 建置與維護科目預算二分之一 代行政院主記總處下立法院財政委員 提出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之 提案委員沛龍泰 盧秀燕 曾明忠 羅明財 第28案 有建於主記總處 往年單位預算中有編列採購空氣清激機預算 一台5萬元 高處市場價格許多 險證主記總處編列預算有伏編之餘率 有建於此原提案刪除106年度單位預算 其他設備 中資訊軟體設備費 8754萬元之四分之一 以其主記總處進到把關國家財政之責 並能以服務市場價格為國家採購設備 提案委員盧秀燕 曾明忠 賴世保 飛鴻泰 羅明財 有建於主記總處於近5年 瓜虎102年至106年以來 辦理中央與地方公務機關營業集費營業特種基金 之稅計會計決算系統功能徵修改版等經費 項目以總計達6,140萬元之預算 且106年度預算卻增加至1550萬元 不僅每年花費龐大明年度之預算 甚至較去年增加幅度達4成以上 參照往年每年大約編列1000萬元之預算 106年度未增加新的業務 有建於此原提案刪除106年度主記總處 單位預算中其他設備500萬元 提案委員盧秀燕 曾明忠 賴世保 飛鴻泰 羅明財 有建於106年度 第30案有建於106年度 行政主記總處預算案 第二款第二項第九幕第三節 其他設備中資訊設備費 編列購買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 投影機及伺服器 共編列620萬元 然而經查104年度和103年度各編列 649萬9千元及454萬3千元 於添購泰換資訊設備 其編列明顯高於一般民眾認知 泰購頻率 同有福編之餘 鑑於此提案刪除106年度 主記總處預算案 資訊設備費310萬元以資警替 提案委員盧秀燕 聯署委員 曾明忠 賴世保 飛鴻泰 羅明財等 31案主記總處106年度預算案 一般建築及設備向下其他設備編列3380萬元 主要細微強化資訊 強化主記資訊 集中微運平台運算 所需軟體資源及備員措施 更新網路架構建置IPv6通訊環境 強化資訊安全環護軟體及經濟主記服務網站 即行動化應用服務等 微微於預算書中完整提供相關規劃內容 原提案刪減一般建築及設備向下其他設備 科目預算1 2分後再凍結1 2分 但行政院主記總處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提出專案報告後使得動之 提案委員 飛鴻泰 盧秀燕 曾明忠 羅明財 第32案有建議國家財政英偉有效率之利用 而行政院主記總處設備及投資費用內 系統開發被去年編列高額之徵修費用 今年度不但持續編列亦有金額更高之情勢 其必要性與效益性有待斟酌 原於其他設備及投資編列 817643000元 其中系統開發費編列7885萬6000元 提案凍結1 4分 4項本院提出必要性說明記改進報告後 經同意後使得動之 提案委員 黃國昌 連署委員 王榮章 江永昌 第33案行政主記總處自2006年依據國際勞工組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之定義 編制社會安全收支統計 結合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深入分析社會給付對各類家庭所得分配影響情形 對於社會福利支出之成效評估及具參考價值相關成果 或收入於2009年OECD出版至亞太版社會指標總覽創刊號 由於該統計自2010年起因相關人力投入 頒理國民幸福指數而停編 原有2000年至2009年統計資料 亦至主記總處網站下架 原先建立社會安全收支系統資料庫之資料累積 累積已然中斷 原要求行政主記總處應於106年度起 重新編制社會安全收支統計 並謀求合適方法 謹述將停編年度之資料 登入於社會安全收支統計資料庫 提案委員王榮章 江永昌 盧秀燕 陳賴樹美 魚丸汝 羅民財 市益方 34案 經查多項特種基金沒有法源依據 2017年附屬單位預算中 營業基金15個營業基金 其中6個沒有法律規定 作業基金79個基金 74個附屬單位之分預算 其中17個作業基金沒有法律規定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25個基金28個附屬單位之分預算 其中10個基金沒有法律規定 令審計部104年度中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各基金104年度221項主要營運業務計畫 執行結果未達預計目標 則共150項佔67.87% 其中包括原住民族中和發展基金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貸款 信用保證業務等四項計畫未雨執行 有包括營建建設基金貸款目標等八項計畫之 執行率均未達三成 由委各該基金之設立目的與績效達成 鑑於特種基金無專法管理 致使不力監督亦恐引發資金調度之風險 且基金計畫未達標則超過一半 甚至有計畫未雨執行 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計畫日執行率未及三成 行政院主席總處應檢討 並提出各基金之資源運用效率及存續必要之報告 並以專法管理 以提升整體運用效能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 連署委員施藝芳 盧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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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案 近年來中央政府稅出剩餘數過高 顯示政府資源未作合理配置於有效運用 影響政府施政效能及資源分配效率 為行政院主席總處 卻未能加強督考作為甚為消極 原要求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改善報告 提案委員施藝芳 王榮 張 陳賴樹美 江永昌 盧秀燕 盧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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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定編制作業手冊 卻未核實監督各單位租賃車輛之租車成本 原要求主機總處就雙方政府租賃公務車輛情形 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 提案委員施藝芳 王榮 張 陳賴樹美 江永昌 盧秀燕 盧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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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案 查行政院供應事業名化基金累計短處與裕620億元 而其支出僅能仰賴舉債支援及政府經費易住 基金存續之合理性期待評估 主機總處下設有基金預算處 直施特種基金預算之編制審議與執行監督等 實應審慎評估特種基金設置及存續之必要性 原請主機總處就行政院供應事業名化基金存續等 所適宜會同財政部研理改善措施 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施藝芳 王榮 張 陳賴樹美 江永昌 盧秀燕 盧彎 盧彎 盧彬 盧彬 第38案 自101年度 行政院陸續修正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 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 低收入兒童生活補助 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等 六項社會福利津貼之法規 增定參照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 每四年定期公告調整發放標準 查101年度所需經費系 依序100年12月2日 本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結論 以當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稅初三減0.8%額度為財源 不足之數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除102年至104年原例辦理105年 衛生福利部參照104年消費者物價指數 較100年上漲3.65%為基礎 再度調高六項社福津貼發放標準 新增經費易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然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6-1條 規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以總額6%為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應公為支應受分配地方政府緊急 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經費 由行政院依據實際情形分配之 社會福利津貼固然有其必要性 但並非天然等緊急事項 但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不過140多億元 佔比超過50%以令其支出結構僵化 捧影響未來緊急事項發生時支應余裕 原此要求行政院主席總處匯同衛生福利部 檢討相關經費編制情形 將6項社會福利津貼調整發放標準 屬須金額回歸一般性補助款定額 設算社會福利補助經費 必立社會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運用於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 提案委員王榮章 江永昌 陳賴樹美 魚丸汝 私義方 第39案 為落實地方政府法規 落實地方制度法規定社會福利為地方自治事項 並給予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空間 自90年度起 行政院將原本內政部編列預算的 逐案逐項補助改由主席總處匯公共設算後 直接撥付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由 90年度128億元 持續成長至105年度275億元 或配對象議由 原臺灣省各縣市擴大為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然而設算公事雖有 考慮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分級 但設算標準刮乎身心障礙人數 生活補助人次 降養費金額低收入戶家庭及兒童 生活補助人次戶數 就學生活補助人次 以公代政人次 以及兒童青少年老人社會等人數 挖湖多位福利人口統計數據 因此地方政府獲配金額與 匣區人口數呈現政相關影響 社算經費向直轄市集中 嫌與一般性補助款謀求全國各區域平衡發展至精神不符 此外 主席總書定有 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處理原則 由衛生福利部選定若干項目要求地方政府 優先編足經費 形同於社算制度中劃設租界 明顯與前權下放之目的尤尾 亦由沿江政府為爭取中央政府 中央各類補助經費總額之極大化 可以要求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採固定額度 而非由公式射算嚴重影響民眾之權益 原此要求行政院主席總書應於網站公告 歷年社會福利補助經費射算表 並進行專案研究評估射算制度 運用於社會福利經領域的成效 前述事項應於一年內完成 並以書面報告送交本院財政委員會 提案委員王榮章 江永昌 陳賴樹美 余婉如是一方 第40案 行政院主席總處辦理之受雇員工薪資調查 每月公布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人數 薪資公實等重要資訊 亦由統計年報分析及具參考價值 由於平均數亦受極端值影響 各界唯有呼籲應公布薪資中未數資料 已還原其貿然調查之表示於受雇員工薪資資料 雖有區分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年節獎金 員工紅利薪資差額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但僅要求上版單位填據發放薪資總額 債處以債職人數得出薪資平均值 是以缺乏薪資中未數資料 有關薪資中未數相關研究 主計總數100年1月轉理薪資統計員工特性及差異之研究 運用受雇員工薪資調查之人數及薪資為基礎 服以人力運用調查 員工特性別統計資料 事行編算受雇員工特性別之經常性薪資水準 以初探各行業職業兼 以及員工特徵之薪資集中趨勢與分配情形 然該研究發布94至98年受雇員工各項特性別之薪資中未數 並亦或至數項重要結論 包括平均數字敏感度較高 亦受極端值或景氣波動影響 受雇員工薪資比重偏高 使薪資分佈情形多呈現右偏形態 原要求主計總處評估編制方法 及其資料穩定性至106年度起 除岸月發布薪資平均數外 因每年度公布薪資中未數資料 並研議案即發布薪資中未數資料之方式 提案委員王榮章 江永昌 陳賴樹美 余婉如如秀燕思議方 第41案 有建於政府公共工程計畫於審議作業要點 第二點第一項及第六點 以明確律定 總工程建造經費在五千萬元以上 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部分之計畫 應先提出主管機關報審議 以為在106年度預算審查中發現有機關未經此程序 合定即已編列106年2兩預算 明顯違反預算法作業程序 而主計總處在匯編科二單位預算時 亦為依法將其剔除散禁職責 有建於此 要求主計總處全面清查主動剔除 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提案委員賴世保 連署委員 盧秀燕 費榮太 曾明忠 羅明財 第42案 有建於各單位預算書表 多年仍以紙本送立法院各委員辦公室進行審查 但在委員通盤審視比較各部會相同科目之預算時 卻只能以人工方式逐一累加匯整 評估除耗費人力外 尚不符審核需求 在雲端資訊化的時代 預算書表資料仍僅以人工查詢方式 明顯已不符實際需求 有建於此原提案要求主計總處 於107年會計年度預算審議前 應將各單位預算書表資訊化 建立資訊查詢系統 以增加委員審核的準確度 準確性及便利性 提案委員賴士寶 聯署委員盧秀燕 菲宏泰 曾明忠 羅民財 第四十三案 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預算經費 若有不符致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製復原重建 所需應是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之以緩計及之印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國債災害防救預算編列上 各機關應遵循以緩計及原則調度預算 各機關應確實檢討現有預算資源 若人有不足時才動之第二玉杯金 辦理追加預算或提出特別預算 然而關注過往 災害防救經費多以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進行 而該些費用再以舉債之印 由八十八年的資金舉債費用高達五千三百一十一億元 對國家財政已造成極大負擔 原此要求行政院主計總數針對日後災害防救預算經費 動之第二玉杯金或辦理追加預算時 應要求動之機關說明及公告可供挪用的遺緩計及數額 使得動之第二玉杯金或辦理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 提案委員黃國昌、江永昌、王榮章 第四十四案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現行公布 受雇員工薪資平均有兩種方式 一為每月例行性公布之工業及服務受雇員工薪資統計 另一為每年度編運之人力運用調查 內就年齡、婚姻狀況、交易程度、行業別等 序民各分類平均薪資據 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所發布之統計資料 顯示行政院主計總處 具有完善之單筆受雇員工授薪原始資料庫 會使統計更加精確完整 建請每年度編運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同時另行公布十等分層級薪資比 以因應社會大眾智慧作為貧富差距至參考指標 並作為政府施政局預算分配至參考 提案委員黃國昌、連署委員江永昌、王榮昌、盧秀燕 第四十萬行政局總處現行公布衡量所得分配不均指標有二七 其一為五等分層級所得比 另一為吉尼係數為五等分層級所得比 指標以不符和國際社會觀察、貧富、差距之慣用分析方式 目前國際潮流以朝向分析世界各國最高 所得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百分之一甚至更加甚至更細分者的資料 了解此些極端高所得佔社會總所得之比例 為時統計更加精確完整 見請將五等分層級所得比 修正為二十等分層級所得比 並另行公布前百分之五及後百分之五之所得比 以因應社會大眾之會作為貧富差距之參考指標 並作為政府施政局預算之分配之參考 西安委員黃國昌、聯署委員 江永昌、王榮昌、盧秀燕 第46案 宣讀審計部提案 有鑑於法務部地方法院檢查所 這個還沒念 森辦列廣貪毒起訴案件統計 97年至105年7月貪毒起訴案件計3647件 起訴一萬一千五百零八人 設案金額66億八千六百五十二萬元 其中起訴人員中 具有公務人員身份將近一半 顯見貪毒情況能屬於嚴重 為從審計機關機查發現各機關人員 查物上維持案件統計 從97年度101件逐年遞檢至103年度36件 共計403件 然104年度確保證306件 鑑於審計部重要職權除對於政府預算執行之監督外 正需對於財務及財政上違法失職之行為 稽查 然今對照應貪毒招起訴之案件 和審計部稽查案件之數量差異甚大 顯有對於各機關人員財務為失之稽查 成效不章之餘 原此本席特提案刪除 3-106年度審計部單位預算第六款 第二項第一幕中央政府 審計中資 中央政府審計工作 一般行政千分之五 審新台幣469萬9千萬元 提案委員盧秀燕、費鴻太、曾明中、羅明財、賴士寶 第二項 有鑑於審計部在106年度於一般行政向下編列辦公室水電電費7997千元 而該部現有人員數729人 平均每人每年使用10千元 且該部在國內旅費編列高達22169千元 顯示多數人員常處除出差狀態 故水電費編列額度顯有過高 尤其在政府部門更因算先響應节能減探政策 減少不必要水電支出 固员提案于一般行政向下减列水电费30% 第2190千元 提案委员赖斯堡如秀燕 真名中费洪泰罗明才 第三案 有鉴于审计部在106年度于一般行政向下编列兼任人员兼职费及雇用临时人员办理文书处理部分 显有将限职人员应负责的例行工作 转嫁临时人员予以分担 且若现有人力不复使用时因潮编装修订着手 增加正职工作人力而非以不具专业的零时人力来处理文书报表 固提案于一般行政向下减列1726千元 提案委员赖斯堡如秀燕 真名中费洪泰罗明才 第四案 有鉴于审计部在106年度于一般行政向下编列物品3308千元 而该部现有人员数729人 平均每人每年使用5000元 且该部在国内履费编列高达22169千元 显示多数人员常处出差状态 雇物品费编列额度显有过高 尤其在政府部门更应率先节约政策 减少不必要支出 雇员提案于一般行政向下减列物品费30% 即992千元 提案委员赖斯堡如秀燕真名中费洪泰罗明才 第五案 审计部106年预算一般行政内 针对审计部所属 出示态换及增购伺服器主机 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 印表机等编列1775千元 然而参照行政院主机处锁定之用途别 预算客目分别 分类定义及激烈标准表 其中设备及投资 资讯软硬体设备费 科目之定义及激烈标准 凡公务所需各项电脑设备周边设备装置 及云端服务等购置 印案实际需要核实激烈 并详细列明名称规格数量 当价及总价 106年预算编列费用 并无依照行政院主机处锁定之用途 别预算客目分类定义及激烈标准表列 详细列明名称规格数量 当价及总价 为其完整监督 要求依照规定编列 原始针对审计部所属出事 态换及增购物伺服器 主机 个人电脑 笔记型电脑 印表机费用 提案冻结该项经费五分之一 共三五五千元 提案委员黄国昌连署人 王龙璋江永昌如秀宴 第六案 有鉴于审计部职责在于发挥监督功效 提升政府施政绩效 促进政府联能政治 审计部历年来均仅选择性将三百余项重要审核意见列入总决算审核报告 其余意见则被选择性省略 对于审计部长期规避公开政府资讯 未将审核意见全数公开公民众查询 未尽上审计之责 原提案删除106年 审计部单位预算第六款第二项 第二幕中央政府审计费用十分之一 提案委员卢秀宴 罗明财 真名中赖世宝贝鸿泰 第七案 有鉴于查核各机关税出分配预算之执行成效 西审计部之重要职权 重要政府审计样编列275亿万六千元 执行普通公务审计 国防经费及机密预算审计等 然而审计部每年虽针对机密预算进行书面审核 为就地审计频率升低 93年度至105年度紧就地查核国安局试次 为鉴于国安局多年前程发生奉天专案 当阳专案及出纳组长刘冠军捐款潜逃案 且相较于每年就地查核及外交部及国防部所属之审查密度 审计部就地查核国安局之频率及深度明显不足 原提案删除 中央政府审计中业务费 3177万3千元之五分之一预算 既635万以之警惕 提案委员如秀燕罗民财政民中赖世保费红太 第八案 审计部106年度预算案中央政府审计向下编列 中央政府审计工作预算29028千元 主要为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核报告及半年结算查核报告 为审计部每年完成之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则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为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及后续改善作为 原提案冻结中央政府审计工作预算2分之一 带审计部向财政委会提出状案报告后时的动知 提案人委员费红太 卢秀燕 曾明忠 罗明财 第九案 有鉴于国家财政因为有效率之利用 审计部所揭露之国外查之报告成果 却无从辨别对我国之审计业务改革有何具体成效 实有浪费公帕之余 六款二项恶目中央政府审计编列31803千元 其中0209国外旅费编列2792千元 提案冻结5分之一 是向本院提出检讨改进报告 经同意后时的动知 提案委员黄国昌 连署人 王龙章 江永昌 卢秀燕 第十案 查本案地方政府未规避公共债务法制限制 查年借高估税入膨胀税出方式筹编预算 自公共债务未长余而持续攀升 面与超越或拼离法案法定在限制窘境 审计部各县市审计市长里县市审计事项 当附企监督 考核地方政府预算执行财务效能等之职额 原冻结审计部县市地方审计预算976万之十分之一 提示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 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支 提案委员施易方 王龙章 江永昌与罔如成 赖宿美如修宴 十一案 审计部106年度预算案 县市地方审计编列预算976万元 主要未完成县市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每年完成之各县市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仅责列终到审核意见 且未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 及后续改善作为原提案 冻结审计地方审计预算二分之一 但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 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 提案委员贝宏泰 卢秀燕 曾明忠 罗民财党 十二案 审计部106年度 招一般建筑及设备向下 营建工程 编列2172万6千元 建议删减100万元 提案委员施易方 王龙章 陈赖书 美江永昌 吴秀燕 余婉如 十三案 审计部106年度预算案 营建工程向下编列 审计部福建省金门县 审计市新建办公厅设计划 预算1000万元至104-108年度 共编列6500万3千元 预算106年度 编列第三年经费1000万元 违该计划104年至105年度 已编列1717万6千元 但截至105年8月底 得次执行述仅45万2千元 理计预算执行率仅2.63% 预算执行进度严重落后 原提案动绝 审计部福建省金门县 审计市新建办公厅设计划 计划预算二分之一 但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 提出专案包括后 使得动支 提案委员 费洪太 卢秀燕 曾明忠 罗民财等 14 案 有件于省计部106年度预算案 营建工程工作计划 编列2177万6千元 其中省计部福建省金门县 省计市新建办公厅设计划 分制计划 编列1000万元 此计划自104年度到108年度 分年合编计划经费总经费 6500万3千元 为截至105年8月底 累计执行数仅45万2千元 累计预算执行率仅2.63% 显示预算执行进度严重落后 原此提案冻结 审计部106年度预算案 营建工程工作计划 10分之1 基金台币217万元 以为警惕提案委员 卢秀燕 曾明忠 赖世宝 费洪太 罗民财 15 案有建于国家产政困窘 而审计部于营建工程费用上 虽有下降 为期新建制办公室计划经费过高 有浮烂之嫌 第四幕一般建筑及设备编列 3248万1千元 其中第二节营建工程编列 2177万6千元 原提案冻结五分之一 是向本院提出必要性说明 及检讨改进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知 提案委员黄国昌 联署委员王荣彰 如宣运 江冷昌 第16案有建于审计部于106年度 交通及运输设施 向下编列车辆态换经费 398万8千元 而该部预计态换车辆中 除9人坐公务车 已使用日久实属合理外 其余均为保养良好 无急需态换理由的首长坐车 且在卡梁政府财政状况 编列经费因尊杰使用的条件下 实无立即换车制需求 故提案与交通及运输设施 向下简列新台币300万元 购置首长坐车经费 提案委员赖世保 罗秀燕 飞鸿泰 曾明忠 罗民财 第17案 审计部106年度预算 依据民国105至107年 审计机关资讯业务发展计划 编列578万元 然而依照预算法第39条规定 继续经费预算之编制 因列明全部计划之内容 经费总额执行期间 及各年度之分配额 依各年度之分配额 编列各该年度预算 且在参照行政院主计处 所定之用途 预算科别分类定义及 激烈标准表 其中设备及投资 资讯软体硬体设备费 科目之定义及 激烈标准 凡公务所需各项 电脑设施周边设备 装置局云端服务等 购置应按实际需要 核实际列并因详细列明 名称规格数量 单价及总加106年 预算内民国105-107年 审计机关资讯业务 发展计划编列费用 并无依照预算法列明 全部计划之内容 经费总额执行期间 及各年度之分配 亦无详细列明名称规格 数量单价及总价 为其完整监督要求 依照规定编列原始 提案冻结106年度 审计机关资讯业务 发展计划经费5分之1 共1156,000元 待提供完整说明后 使得动支提案 委员黄国昌 联署委员王荣章 卢秀燕江永昌 第18日 政府年度预算决算 代表施政成效展现 故资讯应充分 开放公民调阅 实际就审查结果进行 评议强化对政府施政预算 之监督参与权 共同参与政策的推动 查审计部已在该部 查审计部已在该部 在官网上建置资料 亦同步推出APP软体 供民众查询 为官网未设置相关審查报告 资料库形态 且未有关键制搜寻功能 不利民众查询及相关资料 运用 有鉴于此要求 网站建置资料库 以令民众查询 找到全民监督参与的目的 提案委员赖世保 连署委员卢秀燕 曾平忠 菲鸿泰 罗民财 第十九案 有鉴于兆丰银行遭美国纽约州金融署裁罚案之严重性 除行政机关应检讨工股管理及金融监理之疏漏 审计机关应善尽审计职责 依审计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审计机关对于公私合营事业及受公款补助之 世人团体应行审计事项 要得三照审计法之规定执行之 审计机关审核公私合营事业办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 政府会公有营事业机关及各基金参加公私合营事业投资 应依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办理 其以边有预算者应由主管机关就投资目的所营事业资本组成 投资金额及效益分析等计划 简同有关资料协议或契约等送审计机关变更十亿同 第七条规定审计机关审核公私合营事业 应注意审核投资机关之投资有无违背预算或有关法令 投资机关或主管机关有无就投资金额及其增减变动 营业状况等检讨是否符合原定投资目的 同条第四款又规定公股代表有无未尽监督事情势 投资机关或主管机关有无未尽监督责任情势 第八条審计机关对于各公司合营事业之经营 如发现有违背法令不符原定投资目的效能过低 或公股代表未尽职责情势 应通知其主管机关妥事处理其前接重大者应报告监察院 兆丰经控最大股东委财政部 兆丰银行有公股董事代表 符合公私合营事业定义原要求审计部主动查办 调查有违背法令不符原定投资目的效能过低 或公股代表未尽职责等情势 并将结果依法列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 提案委员王荣璋 陈赖树美 陆秀燕 江永昌 施亦方 于宇宛路 20 案 鉴于重大公共建设预算规模旁具 审计部对于重大公共工程建设之查核密度与方式 应有与别于一般财务收支抽查 审计部审核重大公共建设案件时 除了先了解规划阶段计划进行及完成后进行查核外 应定时进行追踪 平和实际完成验收日期 考核重大公共建设之实施进度 收支预算及其绩效以及财政运用有效程度 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及全面发挥绩效审计之功能 新案委员黄国昌 江永昌 王荣张 吴修映 21 案 目前我国编列机密预算之机关 既有外交部国防部及国家安全局 其中国家安全局按国家安全组织法第9条 规定部分预算得列为机密 原该局之公开及机密预决算 系编于国防部所属单位预决算 而审计部对于外交部国防部所属及国安局 机密预算之查核方式可以书面审核 或就地审计之方式进行查核 然查审计部针对国家安全局机密预算 审查方式及频率为93及96年度 派员就地办理财务收支抽查98年度 派员办理机密经费内部控制 即执行情形专案调查93年度至104年度 警就地查核三次且99年度至104年度 军委派员抽查105年度 虽以派员进行财务收支抽查 为相较于每年就地查核外外交部及国防部 所属之审查密度 刮骨每年皆有查核一次 审计部就地查核国安局之频率及深度明显不足 考量国家安全局系 国家情报工作法之主管机关 附有统和协调及资源掩护机构之则 审计部应针对机密预算建立严谨集合机制 明确订定审查时间及方式 并依法将审查报告提供立法院 国防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被查及监督资金运用情形 提案委员黄国昌 江永昌 王荣璋 如秀燕 22案 行政辖下设有国家发展委员会及公共工程委员会 然而国家发展委员会 货责管考公共建设类由院管制计划 其控管范围较宽且严谨 为数量占比偏低且逐年递减 而公共工程委员会列完1亿元以上公共建设计划 数量虽多为未涉及效益评估 且部分金额重大执行情形欠加计划 却未建列管 国家发展委员会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之管考功能 部分重叠又无法互补 管控机制设计欠妥 审计机关应加强查核提出审计意见并与导证 避免重复投入资源 却仍有部分公共建设进度落后或使用率不佳之情形 非使国家行政制约妥善配置 提案委员 黄国昌 罗明才 江永昌 王荣璋 卢秀燕 23案 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 台中市 台南市及桃园市 该六个直辖市简称六度制机关数 及中高接公务人员数均较改制前明显增加 一全序部102年5月9日向考试院院会提出 五都一制改制前后地方机关组织编制变动情形报告显示 五都合并改制为直辖市后共增加150个机关 以台中市增加86个机关居管 台南市及桃园市分别增加24个及38个机关 依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锁定原额上线 县市改制为直辖市刮骨含准用后总计为增制 约12,276名原额 并可比照直辖市官等比例 故中高接公务员人数明显增加 各时辖市改制后因原额扩增及公务值等调升 制人士费较改制前暴增99亿元 其中以台中市增加37亿元居管 高雄市增加9亿元最少 地方政府人士费负担沉重 县市人士费用占税出比率达46% 有严重影响地方政务之推动且人士费扩增将持续递延 将使得地方财政恶化及经济建设支出受到排挤 至国家整体发展陷入停滞之困境更难以解决 地方政府升格改制后 改制为直辖市后 造成机关数及高阶人力膨胀人士费暴增 将加剧地方财政恶化影响国家整体发展 陈基部应监督全责机关针对人士费用 建立检讨机制并且执行该机制 且将该机制内容及执行结果公告以避免不当 将原额扩增排挤地方政府经济支出 必达成改制直辖市后施政效能与效益 提案委员黄国昌 江永昌 王荣 王明才 卢秀燕 第24案 逸災害防救法第43条第二项规定 各级政府编列之災害防救预算经费如有不符 致应災害发生时之应变措施及災后之复原重建所需 应是需要情形调整当年度收支以缓计及之应 不受预算法第62条及63条规定之限制 我国在災害防救预算编列上 各机关应遵循以缓计及原则调度预算 各机关应确实检讨现有预算资源 若人有不足时才动之第二预备金办理最佳预算或提出特别预算 然而官主过往災害防救经费多以 最佳预算及特别预算进行 而该些费用债已举债之应 由88年至今举债费用高达5311亿元 对国家财政造成极大的负担 原此要求 审计部应针对日后災害防救预算经费建立审核机制 公告审核结果 并依法审核报告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及各党团备查 提案委员黄国昌 姜永昌 王荣章 文明才 卢秀应等 第25案審计部每年对各主管机关重要审核意见 其中人代继续改善之项目像素比率 几乎高达30%以上显现缺乏督导改进之积极功能 审计机关应持续追踪列管并督导各机关积极检讨改进 若该项缺失已追踪列管三年以上而未改进者 审计机关及业管机关应定期公告缺失内容及缺失改善状况 以供社会大众检视 提案委员黄国昌 姜永昌 王荣章 卢秀应等 第26案審计部台北市审计处106年度预算案 审计业务编列预算191万3千元 该单位之年度施政目标包括推动绩效审计 加强考核重大公共建设计划 督处政府提升施政效能 为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针对台北市若干重大公共建设 延宕之问题未考核其计划执行情形及成效 针对台北市政府第二预备经使用情形 亦未进行后续追踪改善情形 如何落实绩效审计 原提案冻结 审计业务预算2分之1 待审计部相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 使得动致提案委员 菲洪太卢秀应 曾明中罗宁财 第27案 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106年度预算案 审计业务编列预算180万元 主要为完成新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每年完成之 新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责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未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及后续改善作为 原提案冻结审计业务预算2分之1 在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 使得动致提案委员 菲洪太卢秀应 曾明中罗宁财 第28案 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106年度预算案 审计业务编列预算94万元 主要为完成桃园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 每年完成之桃园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责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未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及后续改善作为 原提案冻结审计业务预算1分之1 在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提出报告后 使得动之 提案委员菲洪太卢宣用真名中文财 第29案 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106年度预算案 审计业务编列预算157万7千元 主要为完成台中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每年完成之 台中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责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为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及后续改善作为 原提案冻结审计业务预算1分之1 在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 使得动之提案委员菲洪太卢宣用真名中文财 30案 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106年度预算案 审计业务编列预算167万5千元 主要为完成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台南市 审计处每年完成之 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责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为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 及后续改善作为 原提案冻结审计业务预算2分之1 主要为完成高雄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 为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 每年完成之高雄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中 谨责列重要审核意见 且为上网公开各机关之审核意见 及后续改善作为原提案冻结审计业务预算2分之1 代审计部向立法院财政委员提出专案报告后 使得动之提案委员菲洪太卢宣用真名中文明才等 原主计总处提案46案改为 审计部提案32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 而审计部与一般事务费较去年大幅增加3成 且未清楚续名理由 第一幕一般行政编列9亿3981万8千元 第二幕中央政府审计编列3183千元 及第三幕县市地方审计编列970万元 其中属一般事务费合计编列1352万2千元 提案冻结1分之1四项本院提出改善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 连署委员王荣张 江永昌 卢秀燕 宣计临时提案一案 鉴于现行实务上水源保育与回馈费 为透过直辖市县市政府 内得以水源保育与回馈费 支应的部分项目予以扣除 并不再编列其公务预算支出 造成预算排挤效应 以至于实际上水量保护区 更少的预算补助的待遇 原此鉴请行政院主计总处邀及 财政经济内政等部会与地方政府 检讨避免水源保育与回馈费 造成各水质水源保护区 预算被排挤之方案 即检讨相关法规已落实水源保护 与回馈费确实回馈水质水量保护区内 受到诸多限制的不公提案委员 罗民财 曾铭忠 盧秀燕 现在宣读第二案 本院委员王荣璋等十九人理据 预算法第28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28条中央主计机关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主管机关 审计机关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 及其他有关机关应于筹划拟编概算前 依下列锁定范围将可供决定下年度 施政方针之参考资料送行政院 一 中央主计机关应供给以前年度 财政经济状况之会计统计分析资料 与下年度全国总资源供需之趋势 及增进公务计财务效能之建议 二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主管机关应供给以前年度重大 经济建设计划之检讨意见与未来展望 三 审计机关应供给审计以前年度预算执行之有关资料 以及及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之建议 四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应供给以前年度收入状况 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之建议 及下年度财政措施与最大可能之收入额度 五 其他有关机关应供给与决定施政方针有关资料 第29条 行政院因编制国附统计绿色国民所得帐 及关于税势支出以转性支付之报告 前项报告内容用于政府网站公开 宣读完毕 我们现在开始经营协商 我们先从预算法的部分先做协商 黄委员 是不是 对 你现在要 主席啊 开始协商以前啊 有那个程序性的事项 我先请教主席啊 对 第一个是 今天啊 针对预算所提出来的案子啊 我先公开 对民主进步党的赵伟王龙章先生 那还有我们江永昌委员 还有国民党的鲁秀燕委员 还有罗明才委员啊 表示感谢 对于各该提案当中啊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非常感谢啊 他们联署本人所提出来的提案 那我现在要请教主席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就是 本席依照 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9条的规定 用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来的提案啊 请问主席为什么不受理 那我想请主席啊 说明一下 对于立法院议事规则 明文的规定啊 就 符合 规定的党团所提出来的提案 不受本规则 有关联署以及复议人数啊 之限制 那你如果要跟我说啊 你适用的是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7条的话 第59条已经明文排除了 那我不曉得说主席啊 在拒绝的时候提案这件事情 您所抱持的法律见解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好 呃 要不要请坐 我们两人应该把辯论 你先回答 要不要先请坐 请回席 好 跟黄委员还有跟委员会做说明 有关于党团 是不是能够在各个委员会会议 以党团的名义提案 好 在这个部分的话 有相关的就是说问题 在97年的 在立法院法治局 已经做过相关的说明跟解释 我想这两天以来 事实上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跟说明了 我想不需要就是说一一的再来做解释跟说明 这是统一的做法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到底就是说 按照立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等等的就是说这些的情况 我想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各个委员会 在这个解释里面最后的也谈到就是说 本院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运作 是由各个委员会委员自主处理 然后他也承认并没有统一规定 那各委员会的议事实务提案 或者是动议多有委员联署或复议 未接受以党团名义提案 当然他建议仍然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实务处理的方式 那我在做这些的就是说决定的时候 也请教我们的议事人员 那然后也跟我们在业党也做过就是说了解 就是说我是这一个会期第一次担任的招委 也了解就是说在本委员会过去的这一个惯例里面的话 就是说无论从法律的规定 或者是从惯例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都没有接受党团的提案 所以我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跟黄委员还有跟委员会做一个以上的说明 没有 我不会耽误整个会议的进行 那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人 我有我的坚持 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9条上面写得很清楚 除法律令有规定以外 那个法律在解释上面 不包括过去所谓是惯例 那至于您刚刚所说 立法院法治局所出的那一个书面的意见 对立法院议事规则本身的解释 我看是有存在重大的误解 不管是从法条上面的文艺解释 体系解释 还是目的解释 都断无可能 推演出刚刚主席所宣布这样的结果 不过为了要节省整个会议进行的时间 那我特别做这个程序的发言 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列入记录 因为这个有关的立法院议事规则解释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按照目前现行规则的内容 那来进行分析 而不是三言两语的说 以前的惯例是如何如何就可以解决的 那不过我还是尊重主席职权的行使 就我这个部分的发言请助记 并不代表我会接受主席今天这样子的处理 那至于未来的争议 看要怎么样子的解决 我相信本院的同仁大家都有很高的智慧 未来再继续处理 谢谢 好 谢谢黄委员 黄委员刚刚的发言内容 我们也列入记录 那也跟委员会报告 那因为我们是在烈浪港团要求我们苏嘉全院长 然后来进行在这一个争议上面进行协商 那商的就是说结果跟结论的话 我想一旦确定了的话 我们也按照这样子的结果来做 以后在意识上面的处理跟安排 好不好 如果各位委员没有其他的意见 我们现在来进行协商 那我们先就预算法的这个部分开始进行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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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us 淡 는데요 這個 徵求各位 預算法的這個部分已經 處理完畢 那請有關的財政部的人員 跟內政部 法務部等等的 就是同仁可以先離開 好不好 謝謝你們 我們下面進行預算的協商 因為一共79萬 人數非常多 大家非常捧場 然後 所以 徵求各位委員同意 我們等會議就是說先進行第一輪 沒有意見的 或者很快能夠處理的 我們就先處理過去 那 爭議比較大的我們先保留 再進行第二輪 好不好 必要的時候我們再來第三輪 好 來第一案 通案決議的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個 好 這個照案通過 再來第二案 有主計處 主計總處的第一案 我們明年要進行工業及服務業補償 那是五年一次的調查 調查加速大概一百三十五一萬家 那動員的人力大概一萬多人 那最主要是我們是希望 我們是從這個 安置安置院機制酬金這裡面 是要給這些到各公司航號去訪查的一個會用 所以是不是跟各位委員 跟各位委員建議說是不是可以 允許我們就是不要凍結這樣子 因為我們明年初就要進行這個訪查的工作這樣子 沒有啊 凍結也只有凍結二分之一而已 沒有 因為我們明年初就要開始進行 對啊 你另外一半你不能用嗎 沒有啦 我提這個提案很簡單啊 就是說 你要立法委員誰預算 對 你就這樣一個蓋瓜的說而民 然後結果要兩億兩千八百多萬 那你的兩億兩千八百多萬 每一項調查 你所動用的人力 那分布是怎麼樣 過去的調查 你們所知出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你總要給我們看一個戲目啊 因為你如果這樣隨便講兩句話 兩億兩千八百萬的預算 我就閉著眼睛省過去了 那那個是我們立法委員沒有盡到職責啊 所以我現在的要求很合理啊 我也沒有要給你刪除啊 我也沒有全部凍結啊 我只是要求凍結一半 等你把戲目內容交出來 跟大家說明了以後 再來決定要不要解凍嘛 是不是那個 這樣子的要求很過分嗎 我想後面也有類似的提案 那我們是不是就 這個案子就 不要凍結了 那後面的案子再併案再來處理 不是啊 我剛剛講的 你聽起來是你也覺得很有道理嘛 那你說其他有類似的提案指的是哪個案子 請主席財司要不要合併討論 你一樣可以用它只凍二分之一 如果你這樣就少凍一點還是給人家凍啦 這種東西你就來報告就可以用了嘛 這種東西也不會影響到你們吧 你們可以接受凍結桌上 我們是工業及服務業的案子 知道 它不是全部花完嘛 你有一年才花兩億 你不是馬上用完嘛 我明年上半年就要用了 好嘛 那一樣你可以來報告嘛 十分之一好不好 四分之一可不可以 那是凍結沒有 十分之一會 因為年初的時候就要凍 不行 那個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可以不可以 十分之一 所以年初的時候 不是啊 你凍結十分之一 我現在變成是說 你那整個細項沒有列出來 根本沒有辦法評估它的合理性嘛 我今天講一個比較大膽的話是 如果到時候出來 大家認為是有浮邊的話 那你只有凍結十分之一 那你剩下的十分之九 那你全部都花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進行監督 好 這個案子我們先保留 好不好 那個看後面你講說 有其他同樣的案子 我們怎麼樣處理 再一樣來做處理 好不好 再來基於 總處的第二案 國外禮會被凍結五分之一 可以了 提出過去會議成效報告 那就凍結五分之一了 對啊 就兩個嘛 第一個事情是 公務人員出國 然後去外國取經 有具體的政策上面的建議 可以讓我國的主機業務更進步 本期絕對贊成了 但是我要的事情是說 從你們過去所做的事情 怎麼樣印證 在你們今年所編的這個預算 事實上的確可以達成我剛剛所講的政策目標 請你們先提出成效報告 理由在這裡 好 好 黃委員 那個 在你的提案裡面的話 最後一行 呃 四項本院提出過去會議成效報告 是 好 加過去兩個字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就通過 再來 下一案 這個跟那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主要是我們那個影印機的租認案 啊 所以這個 這個是那個 而且這個 有關的那個 現在那個 租認的租金又被調高了 是不是也可以說 是不是可以不要凍結 沒有 我要的其實也很簡單啦 就是 你們影印機租幾台 那一台多少錢 然後調整前後的租約 就把它當作報告交上來就好了 因為我這樣才有辦法評估嘛 因為我從去年看今年的預算 你增加你說 租約上面的租金有調整 對不對 可以啊 凍結五分之一可以了 好 我們凍結五分之一 各位 如果手上有資料的 就是說 委員提案 如果各位手上已經有資料的 就馬上提供或馬上說明 好不好 那本案凍結五分之一 改凍結五分之一 好 如果 再來下一案 檢列 六十三萬一千 這個年重慰問金是退休人員的啦 我們當然會合時去編列啦 好的 好 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說獎金的這個部分 包括年重慰問金等等 獎金的這個部分 通常會通案處理 好不好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到時候院會 它基本上會通案處理 我們如果刪過多或刪過少 或者處理過多過少 那對其他的部會來講 會是不公平的 這是可不可以 到時候 立委會會打團協商 不是 通案處理 我可以支持啦 那但是我沒有辦法在這裡 直接把它撤掉 是不是就直接保留 我們保留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通 通盤處理嘛 對不起 這個不是在這裡通案 會是在 就是說會的時候做通案處理 我了解 但是你這裡保留沒有處理的 下一個階段是不是到院會處理 那就本案送院會 保留送院會好不好 這個案子我們就保留送院會 好不好 下面一個案 一樣的 一樣的送送院會 這一案也一樣好不好 保留送院會處理 再來我們 政委員的提案 他要凍結兩億耶 這個 政委員這個 這個名字可能改成你嘛 他不是本委員會的委員 改成盧秀院委員 改成盧秀院委員 一開始沒有 一開始那個 案有那個地方 把今天才改成盧秀院 好不好 好 本案改為盧秀院委員提案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個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那個 改為 演繹解決辦法 不不不不不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我是支持的 因為這個案子是一個 那個主據總處 這個不夠認真 那麼不夠細膩 因為你那個科目放錯地方了 你這個 這個錢 你就放到那邊去了 所以他們 對對對 你們放錯位置 所以要把它動下來 你們去處理 人家並沒有把你刪嘛 只是說你現在把它凍結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挪 一樣 花這些錢 人家被把你指出來啊 那個主機長啊 你要虛心受教啊 對不對 你這個地方 他也按照原住民的這個 立委的立場 說你這根本地方放錯位置 他只告訴你放錯位置 是這樣子 這問題在這裡 我跟妳講 這樣子啊 不是 因為它總共是八印 不是 你聽我講 這個東西 你們真的會被笑 第一個呢 按照它的法律 這個東西 應該放在行政院 放在零務局 結果你們放錯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把它放在哪裡 你放錯了 放到一個基金裡面 基金本身是循環的 就是循環 有出要有進 結果你們把它放在基金裡面 是怎麼樣 就發掉了 發掉你就沒有循環進來 像國道基金 你要有循環進來 那可是放在零務局的話 你就可以發掉 你去 你放零務局去發沒問題 就把它發掉 比如說應該是補償人家 應該怎麼樣 結果你現在把它錢花光 你知道這個基金會變得少了 基金本身要維持它的規模 跟水位 所以你們放錯 它並沒有 所以它並沒有要把你們刪 它只說叫你要去調整 要去報告 第二個 它也沒有全部給你凍結 它也要凍結你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就放對位子 然後去調整 我這個七八是人事會啦 這個八億裡面 對啊你調到那邊再去用嘛 它只凍結四分之一 你現在可以承諾107年 你一開始也不會全部用掉八億啊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省106年的預算 然後107年可不可以撥還 你現在可不可以承諾 這個 我們 我們辦法說是現在這個答應 因為這個是107年的預算 那個麥克風好不好 這樣才能夠錄音 記錄 106年的預算 然後說107年去給它撥還 我覺得是這樣子也不很 是不是說也不好 而且這個是 就是說 凍結那個部分應該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不要 而且是說我們去說什麼 延禮 這個有沒有可能撥還的可行性 這個 不行啊 延禮不行啊 延禮不動不揚 這個東西不行啊 他這個就叫你要這樣做 如果這樣子 如果你們沒有那個的話 那就把它 把它送應會處理嘛 就是說你要去承諾 等一下 一定要動啦 不是 他現在不能承諾106年 106年他的預算 除了他不當主記長了 不能承諾 就說107年的預算 我們能不能夠撥還 還要就是說 立法院通過 他現在答應了 到時候如果 我們不同意 你後面這一段 你後面這一段就是撥還的部分 可以改建議 但是你凍結兩億是一定要的 因為第一個 你人事費 你不會一開始用八億嘛 他是凍結你 不是刪除你人事費 他是凍結你 叫你要說清楚啊 那你現在花掉了 你要怎麼辦呢 你如果107年沒辦法處理 那你要怎麼辦 你走下就要說清楚啊 好這個案子這樣子好不好 那個政委員 我 就是說 好 凍結案 然後你到 你要到財政委員會做報告 你107年度要怎麼處理 就是這樣來這邊報告啊 那個 這樣子 這個案子我們暫時保留 然後 請我們同仁跟政委員 商量一下文字 上面怎麼樣子 就是說調整 好 能夠更明確 因為從這上面看起來的話 就是要現在要承諾 107年要把這個預算撥還 到援助民主綜合發展基金了 但他現在應該不能夠確定 他現在不能承諾107年的預算 到底就是說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看文字上面怎麼樣子的調整 跟金額的這個部分 請我們相關同仁跟政委員 就是說現在做一下協調 我們等會回頭過來處理 好不好 我們這個案子先 先做保留 好不好 好 再來下一案 盧秀苑委員的提案 有關刪除 中央總預算的核邊及執行費用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並第八案第九案 一並 這七八九三個案的話是一並 加起來 不一樣 不一樣 等一下 討論 他通常都是刪除案 但是呢 內容是不一樣 譬如說 像這個 案有不同 但是項目通通都一樣 第七對 第七談的內容是指你編預算的時候 為什麼會編出很多的剩餘來 那表示你把關不緊嘛 你做這個業務費 就是你除了領薪水以外 那你要有規劃費用嘛 那你這個業務費用 為什麼你的預算會這麼不合時呢 那當然這是第一個 後面第八案是講的是 預算金啊 第七案講的是中央總預算啊 那第八案也是有同樣的問題 但是呢 他談的是第二預備金嘛 嘿 好不好 路委員 對不起 因為這個前面三二分之一 後面三三分之二 這樣子的話會超過 還不夠啊 明年要拿來貼 所以是不是我們一併 一併來做考慮好不好 用那個預算案跟那個法定預算 後面還有三分之二 那個只要是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都不會說是 所以有什麼 就只要印那個報告 你光一個印一個報告書 要印三百八十多萬 那個總共要印好幾百本 好幾百本我得錢 那一百多萬就變三百多萬 對啊 你變得快四百萬啊 三百多萬 那其中一百六十幾萬 是印製預算數成期 一百六十萬是印製預算數 然後呢 其他就是一些同仁的一些 那個相關的參與費 還有那一些辦公的器具 租金啊 通訊費等等 因為這是我們 公務預算處 辦公就辦公 還有辦公費 為什麼還有租金 辦公的一些通訊費 辦公事務費 因為那是我們 水電會啊 水電會啊 本來就在你的主計處的預算裡面啊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那個 這個是那個所謂的 相片 那個你講的是那個用途費 你這個又不是委外 你現在 你現在一頭 一頭扭拨了好幾層皮 你這個地方會裂 裂辦公費 別的地方會裂辦公費 一直裂一直裂 這個計劃是我們公務預算處的業務計劃 那公務預算處本身就是 預算的一個省邊的作業 他做的是這個業務 那其中一部分的經費是 印製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不是啦 印製費用就一百多萬就不要講了 你其他的時候什麼水電費 什麼辦公費 啊你主機總處 我們就留了再做所謂 第一個就是 你另外一個住住地方啊 通訊費 因為他們要電話聯繫好通訊費 本來就有通訊費啊 你本來主機總處不要通訊費啊 沒有 所以是編在這個計劃向下 其他也有編 沒地方都編 這裡面就是說 有一級用圖別跟二級用圖別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你通訊費都是多少 幾個人用通訊費 這個單位有幾個人 大概有七八十個人 七八十個人 那你七八十個人只負責這個業務嗎 就是公務主要是中央跟地方的公務預算 對 這七八十個主要是負責這個業務 只負責這個業務 對 是我們公務預算 好 那你電話費是多少 通訊費 三十八萬兩千 是 然後呢 這個是通訊費 然後另外第一個是 同仁的教育訓練費是三萬塊 那還有影音機的租金是三十四萬一千 那另外就是說辦公的一些電腦號材 文具等相關的消耗品是三十八萬四千元 那另外還有同仁的出差的一個國內外旅費 大概有二十八萬 那你第三案 你剛才前面的那個租金就已經 今年就比去年增加兩百多萬啊 不同的科目 對 那你每個單位都這樣子 我告訴你 我服務處 我第一個 我告訴你 我服務處也是用 我服務處也是用租那個影音機 為什麼我的都沒漲價 你們的漲價 我是政單行 你們是哪一家 哪一家 對呀 現在因為他們都要爭取生意 那結果我服務處 那個我的那個影音機全部用租的 那為什麼 對呀 你一個小單位就給你增加兩百多萬 那你這個單位又編 每個單位都在編 編租金 編租金 你們租了多少影音機啊 不是這個 這個科目並沒有兩百多萬的增加 他前面寫的是不同科目 不是這個中央總預算 對 中央總預算合編集執行啊 租金要增加 那時候有過單位的租金投起來 這個是公務預算 對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光主計處 你這個地方有兩百多 這邊還有一個三十八多 我後面還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好這個部分是不是這樣子 好 你們把這個部分 Lou 委員的問題 然後整理清楚 好不好 那然後另外 問問有沒有助理在可以協調一下 然後對於那個金額 這個部分做一下處理 38案怎會在這200多裡面呢 你這第7案怎會在第3案裡面呢 他說第7案 你說你第7 不是啊 那你明明就是跟我 這裡面明明要382萬 你就要了一次啊 382萬裡面就有38萬是租金啊 34萬是影印費的租金啊 3個案子是所有我們總處的各計畫的租金 是在第3案 那現在的這個案子是 其中的一個中央總預算河邊這個計畫而已 盧委員789案一起處理 不是 那你在主3呢 主3他現在講說 說我789講的跟主3又同一回事 是這樣子嗎 主3 主3 因為你3的那個 目別通通通都一樣 都是業務費 那個總的業務費 382萬 那你現在變第三第7 第8第9要一起講嗎 不是啊 7 對啊 789 然後還有第10 第12案是凍結 這個 這個 我答一下盧委員的騙車啦 請問你 主機總處難道你們沒有編通訊費嗎 你們本來自己也有編通訊費了 你會編在每一個處裡面都有它的通訊費 不是啊你這個計畫裡面不要說每一個 你不是編一個主機總處看多少的電話會用不就好了嗎 剛才那個明講的這個是計畫費 那個剛才的租金是用途費 就是反而我們好像分類一樣 男人女人 這樣子好了沒關係 我的重點是沒關係 我跟你講 沒關係 因為我再跟你算下去 你沒完沒了 因為我就問你說 你為什麼你的影音機會漲價 我的沒漲價 那沒關係 反正都說沒關係 我就不跟你講 我談的重點 我談的重點是 你花了好 就算你花了這個影音費 教育費 出差費 那個什麼電話費 搞了半天你 國家預算沒有嚴格的把關 每年都有 有這麼多的剩餘 那沒有核實 所以我講說 你花了這些錢 你貨幣買那些 結果做不好 那所以就應該要三一點 那沒關係 我跟你講 第七第八各三五十了 好不好 還是各各三一百 委員 委員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計畫 三百八十幾萬 我們一全年度才三百八十幾萬 那其實最近這年 我們這個經費都已經很結束 你這裡面還包括租金漲價的對不對 我這個計畫沒有增加 就是說你們影音機為什麼會漲價 漲了兩百多萬 你們各單位加起來 影音機為什麼會 你們一共有幾台影機 為什麼會漲了兩百多萬租金 因為今年公企的合約 他的租金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讓人家予取予求咧 其實我 其實不是只有 是共同公益契約上面的 對 不是我主義總部的個別 他們統一的 責民號就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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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就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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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一本這樣 那你說怎麼樣 全部加起來 七八加起來三一百 你們自己去調整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總共的時候 總共才三百八十二萬六千 跟去年的話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一百零二的決算 已經三百六十八萬 一百零三的決算是三百八十一萬 那事實上 我們跟委員很懇切的報告 我們真的沒有那個三減的空間 也沒有五十萬跟一百萬三減空間 那這裡面的話 這個對 行政運已經三過 這是真的啦 因為我們跟審計部一樣的話 是屬於那種勞力密集的 那我也跟委員坦白的講 我們主力總處的話 一百零六年的預算的時候 像我們這時候平壇邊的 我們真的有增列的部分 都不是在這些科目 這真的是平常業務運作而已 那這裡面的話 那就七八九一百 我們印書的時候 印書的時候 那個不好意思 主席 他討論了很久 其實我覺得這個錢好像 聽他們這樣子的意思表示 這是業務上的需要 而且我聽金額沒有很多 是不是說容許我做一個建議 是不是說 能不能說你們把資料給我們的盧秀燕 我們先暫時保留一下 我再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不是很大 七八九五十萬 好不好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你們去年的執行數多少 百分之九十六 但是你們 但是你們 你後面領了很多獎金 結果你的預算還把關不實 那責任誰要承擔呢 這比去年跟今年是偏一樣的 它沒有增加 總的數字上面沒有增加 對 好 那個五十 七八九五十 要不然就 這個案子再來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先保留 好不好 你們就這麼小事情 你們這麼堅持的話 那就 我們這一案先 先保留 好不好 就這三個案 七八九三案 我們先保留 然後等會回頭過來 就是說 請行政部門 跟盧委員再想一想 好不好 那再來我們下一案 第十案 菲鴻泰委員 同樣的 這個案要 會委員不在 有沒有 各位 各位委員 這樣子喔 就是說 我們原則上面 如果原則上面 提案委員如果不在 然後其他共同提案的委員 然後沒有要做特別說明 原則上面我們就不處理 好不好 我就說提案委員不在 然後也沒有 其他共同提案的 就是說委員要做說明的話 如果有其他委員幫忙做 做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照樣處理 我是一個建議那個主席 我覺得有些委員 也都顯虛 大家顯虛 我覺得提案都很不容易 要尊重提案委員 大家可以討論 可以把它plus side 都可以 但是不應該不處理 我覺得 主席沒有這麼大的權威 不處理 這個中午 中午的時候也跟 盧委員 盧委員也在 我們現在就講說 如果有委員 有共同提案的委員 那我們就處理 我說如果都沒有在 沒關係 第十案要跟同一樣 跟七八九 並在等會第二輪討論 好了 七八七八 第十案 並到七八九十 共同 並到第二輪討論 謝謝 羅援員 這個七八九十 我們等會第二輪再來做處理 再來也是 廢委員的提案 凍結 我們會計和決算業務科目 預算二分之 有沒有一起啊 科目不一樣 跟後面不一樣 那個麻煩 議事人員注意一下 如果像剛才 第十跟七八九 根本是同一個案子 你就要跟我們一起講 我們就一起討論好不好 好 那所以假如是同一個 同一回事的 要一起講 謝謝 我是建議主機總署這裡 委員們的提案凍結 你就把它改成五分之一 然後就可以讓案子順一點 因為你們就來報告 五分之一即時 一點影響都沒有啦 就隨時來報告就解決 對不對 沒有 不是啦 有凍結 你不要在這裡阿Q 你在這裡阿Q 那就一直慢慢號嘛 我是說 如果凍結你也沒有砍到你 你就提個書面報告 要解凍就很容易解凍了 或者以後要專案報告 主席排一次 然後就五六七八個案子 四個案子一次就解決了嘛 這個立法院都可以這樣處理的啦 不是 不是說全面啦 我只要看到有些凍結 二分之一就改成五分之一 你們就不要再講話 你們就趕快給他過了 我是在提供 效率問題啦 好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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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第十一案 如果是凍結五分之一 後面應該是書面報告 以上 同意嗎 就是我們 凍結五分之一 然後 提出 提出 組議問題 這幾個案子 是 不是 以及 還是 是 這個沒有 我跟你講 我現在沒有簽提案人 但是我都可以補簽 我也是提案人 所以我堅持要這個好不好 對不對 要裝上報告 要裝上報告 排一次 你有50個案子也是一次就通告解決了嘛 你何必那麼緊張 好 可以喔 好 這樣子我們就照那個 賴世保委員的建議好不好 做這樣子的處理 改五分之一 就是說凍結五分之一 主席啊這個 出面沒有 再來第12 主席 會議紀錄這個 說的就算嘛 到時候到時候50 100 全部所有的這個案子都進來 是這樣嗎 我剛剛聽是這樣子 專案報告的時候 以前其他委員會也是這樣 有時候十幾個案子 就放進來一次處理 那就看主席要不要排 主席要排 就一次排就通告解決了 就一次 好 謝謝 再來 盧秀苑委員的提案 第12案 這個就是幸福指示 因為大約沒有通過那個法的 那個大約沒有通過那個法的話 我還是要編這個 所以是不是先凍結這個 180 凍結 不是12案到16案 還有18、18、19都類似的 都都類似的 所以 12、13、14、16、18、19 國民幸福指示 通通凍結五分之一 如果說大約通過 都不要編 那我就全部 如果我們剛剛的修法 全部凍結 我建議用那個 我跟法委員報告 是不是可以用第16 第16的那個 跟這個一樣的 就是建議全數凍結 那與中央預算三讀前 如果預算法 這個修正三案以後 就該項預算就願意三 可以啊 如果是第16案的這個內容 前面幾案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 好 我們第12、13、14、15、16案 然後我們以第16案為主 好不好 18、19也是 還有 好 18、19 好不好 好 就是說一併併進來 然後我們按照16案的內容通過 以16案為主 再來是第二 好 各位有關於第17案 那個 律師國民所的統計 事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朝這個方向 等一下 可是這個我們不是剛剛 不是已經講完了嗎 處理完了 為什麼又婚了 剛剛17案沒有嗎 第17案 它不是幸福指數 它是另外的 那個事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讓 聯合國它最新的版本 那個環境與經濟上的最新的標準 然後建構我們台灣的一個 標準的架構 所以現在已經陸陸續續在推到 問題是你用最新的標準 我看不到 我們很多的指數都是末端耶 我們像我們的那個環境污染那些 沒有那個 全部都是末端耶 排名倒數第三名耶 如果要看完整的報告 要看我們11月會有一本報告 裡面有那個 有那個資產帳 流量帳 還有各種 就是經濟發展對環境的衝擊的帳 那在中央政府總益算案 只是一個 就是到最後的一個結論而已 所以說 等到11月是不是 我們把完整報告再寄一份給委員 那個裡面有所有的環境 對阿 那你是說全部的你會給我一份 對 但是我這邊是希望說 凍結本項那個預算耶 那個 我們現在已經 現在我們的架構 是最新的 世界的 聯合國的環境與經濟帳 我們是以它為標準下去編 我們現在是用它最新的版本下去編 對阿 你現在是用最新的我還沒看到 那這樣先 那 好啦 那先凍結五分之一好不好 謝謝 我看到你們的報告 小拉委員我們動五分之一可以嗎 好 可以可以 好 我們第17案動五分之一 下面第20案 這是賴斯堡委員的提案是嗎 還是盧委員 還是盧委員 可是這上面 還是盧委員 沒關係 那個是不是二十案跟二十 二十三跟二十四 跟二十三、二十四都一樣耶 工業局服務業 工業局服務業不差 那個是有 那個有 那個有一百多家 一百多萬家 三一點 三一點 五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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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一站三個五十要變什麼 可以啦 你做懲罰就好了 等一下還有 等一下還有 一期啦 一期啦 二十、二會 二三、二十 等一下 你說二十為什麼 二十跟二三、二四 都是屬於那個工業局服務業普查經費的 那就各五十吧 比他的五十或五十吧 那第一百 一多三五十萬喔 三一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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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 我們兩個是同一案是吧 對 都是工商補償啦 那個要 好 你們是過入台省而已 好 快點好不好 二十、二三、二四三案 我們合計三一百萬 太少了 好不好 好 來 來不及了 下面 第二十一案 二十一、二十一 看,做多少 五十萬 兩百可以的 四十萬啦 五十五 二十一啦 二十一五十萬 五十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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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萬 五十萬啦 來,第二十五萬 一千萬 一千萬啦,我總共才一千六百萬,要送那麼多 三啦,三啦 不要,一千萬啦,報告好不好 總結啦 那總結三 三喔 總結 三兩百 因為這個是我們今年要先開發一個重用的東西 沒有要幾千萬 而且中央地方 沒有要幾千萬 沒有要幾千萬 幾千萬 中央地方 他這是主計資訊業務耶 你跟他一下就刪掉那麼多錢 三千萬 你先講一下 他們買的東西都比別人貴 政府買的東西都比別人貴 政府買的東西都比別人貴 我們都比別人貴 因為我們現在之前大家開發中央部 現在跟第六二十六萬一起談好不好 跟市委員的案子 這都是 這個資訊業務 三一百萬 三一百萬 五十萬 五十萬 這跟那個市委員的一樣 他五十,他兩百,他就一百嘛 兩個家人的 一千 你一千喔 五十就好啦 五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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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各刪了五十是不是 我們分案處理 我們分案處理 後面的要補的啦 好,二十五案、二十六案 我們合計刪一百萬 這三百 好不好 頭頭一百萬 再來二十七案 會委員的提案 有誰要 也是 這也是嘛 好不好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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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們就發現你們所有買電腦 買清晶 通通比別人貴很多 那所以我覺得三你們四分之一不為過 你所有的就 報告委員 那個是機房的空氣捷徑機 所以不能夠用一般的 去年你們的電腦也貴 後來你們也鬧出新聞 你們的電腦也都買比別人貴 其實我們都是用共同供應契約的 對 都用共同供應契約的 共同供應契約的 我們不會都是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每個部會的共同供應契約 都變得太寬鬆了 所以來的廠商買的東西都特別高 所以我剛才講 為什麼一樣租飲飲機 我的都不漲價 你們的要漲價 而且你們一漲 漲兩百多萬 光租金調高喔 不是 調的部分就增加兩百多萬喔 你們用了幾台飲飲機 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們 就是因為你們變得太寬鬆 每個部會都變得太寬鬆 所以供應商來標的時候 通通反正你就開那樣 對不對 我請問一下 你們引印機 我先回過頭再來講 你們引印機 以引印機來講 你們一共幾部引印機 二十六部 結果你租金調高兩百多萬 沒有調高兩百多萬 你自己第三案不是在那邊寫說 增加兩百多萬嗎 不是 你加總原列 黃國昌委員不可以寫說 你加總原列兩百多萬 然後你說你增加了 增加多少 你前面引印機 較前一年度增加是增加多少呢 你到現在還沒講清楚啊 你看我們審預算 你到現在都講不清楚 二十六部引印機 你花兩百多萬 然後請問你說 你們的租金 較前一年度增加是增加多少 好 你們這個案子我們先保留 等於你們查清楚了來做主力 我只是從這個案子 其實那個案子我也不打算說太難了 我只告訴你說 你們的東西都比別人貴很多 不管影印機 不管你要買資訊設備 不管你要買親戚 都比別人貴 那因為你們業者太寬鬆了 所以業者來標都標得寬鬆 因為你就花這麼多 有標白不標啊 那個報告委 我們那個東西 不是由我們去跟業者標啦 它是共同工業契約 我們就只能覺得 但是每個部會列在那邊嘛 那他統一嘛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每個部會列在那邊 我這邊我主計總處 我今年一共有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八千多萬對不對 八千萬放在那邊 他當然好好給你標一標啊 羅委員大家說明一下 根據我的了解 過去這個是中信局的業務 他同樣的東西 然後他統一一下完了之後 只是幫他做行政業務 對 然後那個所以同樣的東西 但是 拍的規格 然後你願意出道錢 是各部會 中信只是幫你做服務而已 來 黃委員 對 照那個主機長說明的意思是說 廠商開出來的價格 是那個公告 全國的共同工業契約 一樣嘛 那一個數字啊 你說共同工業契約那個數字啊 是 行政機關只有兩個選擇 要不然就是買 要不然就是不買 是不是 對 有兩個 那個共同工業契約 的數字 是誰決定的 那個是 不是啦 按照你的說法齁 我嘗試的了解你的邏輯啦 雖然我有一點 不太能夠接受 那那個是台灣銀行 去給那個 各個那個 供應商來標的 對 所以你說 共同工業契約的那個數字 是台灣銀行做的嗎 對 是台灣銀行的那個 他以前叫做 剛才主席所講的 中信局 是台灣銀行 去標出來 給各機關說 你要買 就通通用這個價格買 沒有啦 我知道啦 你現在只是說 台銀去公開招標 然後廠商去 開價格嘛 那開價格了以後 結果是這個樣子嘛 那我現在再問一個 更具體的問題啊 就是 行政機關如果要求 廠商如果願意 廠商可不可以用 比較便宜的價格賣 我們不會再去 你們不會要求嘛 對 這個就是剛剛在討論的point 你們為什麼要片面的 接受那樣子的價格 你們為什麼不要求 因為 如果啦 遊戲規則是按照主機長 剛剛那樣子講的話 那我們的政府機關 等於就是人家的桌上的肉嘛 對不起 讓我 讓我講一句話 你們 主機處 真的沒有辦法 不會說明了 這個八千七百多萬的 預算裡面 硬體設備 只有佔八百六十萬 你主要的錢 七千八百多萬 是系統開發費的編列 不是那個硬體的費用 這還要我幫你們做說明跟解釋 所以你的重點不是在 他的重點不是在那個硬體 硬體還八百多萬 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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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齁 大概 剛剛 準備報告就說 我們現在 中央部會六四十個機關 已經我們共同開發 好了 現在準備要開發 現室二十二個 現室用的預算會計 所以這大部分的錢 就是用在這個 這個系統的開發 跟為運 你去年就編一條 你去年就編一條 結果你們買的 所有的系統 各縣市的視訊費用 還可以上太空 当时也上了新闻 对不对 我就说 一样你们各县市 要去视讯的费用 别人一套二三十万 你们编了一两百万 视讯应该不是 我讲的 我只是透过那个东西在讲 你们要做的是 中央跟地方连线 你们这两年 不断在做中央跟地方连线的东西 但是你们买的东西 不管是软衣服 都比别人贵很多 所以不光是 我刚才讲的 你去年也是用这种理由讲 我要编一套视讯系统 让我全省主机人 也不一定可以少出差 所以我们当然还要看你们出差费用 少出差 可以大家透过视讯 结果你们那套视讯 就去年被我消遣 你们按照你们这种视讯的价格 都可以上太空 各星球之间连线视讯 所以你今天这个八千七百多 你身为主机总处 不是应该 应该说替国家把关 而且不但要以身作则 而且你要要求各部会 结果你现在把所有事情 就推到供应商去 推到供应契约的合约 好像台银是你们的老板 他爱标动 你台银摆得比我贵 我怎么可以按照你这个数字买 开玩笑 你为什么出来这个数字 跟我市场行情完全不符合 像你刚刚讲那个影印机 为什么你说 我一定要用那个家叫什么 叫什么 震蛋 我用的是震蛋行 为什么用全路的 为什么比较贵 你怎么下去 他用的是哲民行 哲民行是什么 哲民行 sorr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问嘛 为什么你这个出来的东西 要那么贵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台银走 那你如果说都不裁决 都推 主机总处干嘛 主机总处就是要替国家运算把关 所以这个坚持要删啊 好 市委员 那个主技术实在是很不会解释 共同工艺企业本来就是互数截标 互数截标就是你采购的时候 当时的规格是什么 你就公布出来 因为在你的那个 中央总预算的编制手册里面 你电脑就是两万五嘛 你就是一个规定的价格 很多的厂商来投标 那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只是你在解释的问题啊 你八千多万 总共有八个项目 你也不讲清楚 一直在质疑说 你是设备的 电脑设备什么 你电脑设备才六百多万而已啊 那你为什么不讲清楚 共同工艺企业本来就是 很多的厂商投标 它是一个竞争的方式啊 又不是说只有一家而已 共同工艺企业是很多家啊 做一下处理啊 那个 副委员 怎么样 我们要保留还是在这个部分 这里面有没有 以前那个台营的系统 有没有出过联合绑标的问题 有吗 上过新闻不是吗 不是 但是大家来竞标就没有问题耶 以前有很多联合绑标啊 不是上过很多新闻吗 也是台营的啊 它总的这个部分是860万 你这开发系统各不会来分摊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各你们 我们是统一来开发给大家用 你们是主导嘛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七千多万 因为 为什么要七千多万 为什么不是五千多万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要解释清楚啊 你跟他说我开这个系统 我来说七千多万是什么 你要说清楚 你要能解释得清楚吗 好你们再把这个案子讲清楚 我们先保留 要六百多万 结果我的系统要七千多万 然后 这就好比设计费 建造费 给你们一些时间 三百万 设计费 七千万的意思一样耶 我们下面第二十九万 好不好 还是如果有人的案 其他设备费五百万 删除 现在的啊 二十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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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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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一个 这样的 对 你要直接用它系统 对 对 系统 然后要 然后要 然后这两个要并一案 还是什么 对 并并过去了 系统稍后探了 你看 前面那个案八千多万 你电脑只买六百多万 结果七千多万花在开发系统 就好像盖房子 你说我的 这个所有的营造费用 只要六百多 我设计费花了 七千多合理吗 我们 好 这样跟上面 内案一起保留 好不好 我们第二轮再来处理 好你们赶快想清楚 要不然这么多案 你们就麻烦了 好 来 我们先处理 第三十一案 会委员的提案 如果委员 你要不要 三二分之一再动二分之一 就刚会委员在质疑 早上在质疑的那个案子 就动一千万 就是刚才会委员那个案子 就是刚才会委员那个案子 那个 我们就是跟哪一个 跟哪一个案子 就刚才会委员在质疑 就刚才会委员在质疑 早上在质疑的那个案子 就动一千万 动一千万 罗委员可以吗 好不好 等一下我讲 一共动一千万 第三十一 对 总共是多少 千 三千三百 动二分之一可以吗 动一千万 动一千万 就是刚才说有问题 三分之一的意思是 就是有有问题 对啊 那个这个案子 那个质疑是有人跟他监局嘛 对对对 对不对 你也听到了嘛 对不对 那一个案子就是一千万嘛 就先动一千万 好 那动一千万 谢谢 好 31案我们就动一千万 确定 32案也保留 再来 33案的主决议 可以接受了 接受 好 OK 所以再重新编制社会安全受制统计 好 第三十三案通过 三十四案 三十四案那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行并研议与专法管理 并研议专法管理 演绎 陈奈委员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并研议专法管理 谢谢 修正通过 再来我们三十五案 市委员 可以 同意 好 作案通过 三十六案 同意 三三的两案也同意 三十六案也作案通过 对 三十七案 同意 同意 好 三十七案作案通过 对 三十八案 这个 三十七案 三十八案 三十八案 那个是 定额 这个 定额 这两个就算 回归一般性补助款 那个受算 因为受算 我们删掉定额 那两个字好不好 那个 好 好 就是 在这个部分的经费编略 我们就回归一般性的设算 这都不要定额 定额两个字 三票 好 好 OK 三九同意 好 三十八案 三十八案 照案通过 四十也是照案通过 好 四十也照案通过 对 四十一 四十一 是不是改为核定后动之 好不好 就是我们将来总工 工会 大于我原来 等一下 不过我 我可以 我可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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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 我可以跟那个 跟赖委员报告 好不好 你等赖委员来做说明 我们这个案子先保留 因为他还没有 那个赖委员还没回来 所以这个先保留 好不好 应该别人不能够帮他代理 说话嘛 怕他回来有其他意见 好不好 赖委员已经回来了 好 我们现在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 第四十一案 那个是一定要行 对面核定以后 我们才会动之 不会说行定位没有核定的 我们会去动之 我们将来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是要核定以后 没有我只是我只是要求主义总处前面 你主动剔除啊 那 干嘛 这东西就一个决议而已 这里面有核定预设什么都没有 我们给你 给你武器 啊 预算已经提来了啊 啊 预算已经 已经编了 已经 日后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说如果有这情况 对 你就前面清楚啊 你主动 啊没有就没有啊 你结果说没有就好了啊 嗯 这个有干嘛 我就是给你把刀子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倒数第二页 倒数第二行啦 好不好 要求主记总处 然后日后全面清查主动地主 好不好 各位报告 有些是没有办法真的啊 因为 你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预算的时候 都是在那个半年之前啊 所以啊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那个计划 那时候给他编 但是他 他那个编预算的时候 还没通过的事情呢 因为那个要进入科技会报 或者是那个 国法会的一个省议 所以是多少一定会有啊 但是 但是主席长是跟各位委员报告说 我们以后在执行面的时候 一定是要 一定是院里面核定完以后才能动职啊 这样子 那委员主动剔除 是个字拿就好 这样各位 如果主动剔除是个字 就是全面清查 避免类似情则发生好不好 必要时得以剃除 我们不行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严重 奇怪呢 怎么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东西 啊我们建议你啊 我们主席会建议你 把刀子给你啊 你啊你什么 到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就好了 老师了不起 这个东西 这样子快 做不到就不要做而已啊 你 啊你就主动 你就说 我就主动了 没有啊 没事有多好啊 必要时要求主祭除 啊那个 全面清查 主动剔除不要 我们有那个权利 要要要要要 我们有那个权利啦 哦我们把刀子给你啊 为什么不要呢 为什么不要呢 我那个刀子给你 我也不敢杀人啊 对人家拿家 不是 那你 你画面讲完了 料子好啦 不是不是 你全面清找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 他已經跟你講了 說給你武器 說全面清查主動剃除 你剃除不了 你就放在那邊 你還一直講一直講 奇怪咧 你話沒講完 你全面清查 清查以後咧 你剃不乾淨的 那就是立法院 到立法院來的的話 我們來剃嘛 對不對 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 所有講的話都錄音的啦 我們就這樣子就是刀子給你 你去做 你就盡量做完那兩顆聲了不行 這樣好了 我們主動啦 主動兩個字不要啦 這樣子好不好 主動兩個字不要 我沒辦法主動啦 耳後 耳後全面清查 然後病德主動剃除 避免類似情勢發生 不要病德啦 病 病剃除啦 病語剃除啦 病德剃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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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改成餘啦 那個餘啦 病語主動剃除啦 病語剃除啦 好 可以啊 好 那我們這一個案子修正通過 好不好 那個 那個你們記得下來了齁 我們醫生 這下 等一下好不好 我有一個程序問題齁 我就跟各位委員報告啦齁 這個真的每一個委員的提案 都很虛骨 每一個委員都有可能 那這個事情 你有個選區去跑什麼 我是說齁 因為當然我尊重主席啦 我當主席我一定不會這樣做說 這個委員不來 我們不要處理 沒有這樣子的啦 因為 提案是很不容易的 你可以其他委員說 這個案子把 你不能主動 主席沒有這個權力把它幹掉啦 我是這樣提醒主席 主席沒有這個權力 你說委員說 這案子我們否決 這個OK 但是你不能說 因為他不在 我就把它幹掉 不能這樣子 沒有這個路了啦 沒有這個路了啦好不好 剛剛的處理裡面的話 全部的情況裡面都會是 只要有委員 能夠為這個案子做說明等等 讓我們都能夠處理 那如果就是說 要不然 就是說他也不在 我們也不能夠不處理 這案子不能做決定 你就不會幹掉就好了啦 沒有 你不要在這裡大拉拉說 如果他不知道把它幹掉 不能這樣子啦 我沒有幹掉 你要把它幹掉 當然就這樣子 你就不處理 就不處理 這在其他委員會也有類似的情況 沒有啦 這樣不好 真的 我們盡量 所以在這裡面 如果有其他的委員 沒有 在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做說明都OK 你當主席這樣做 我當主席不會這樣做 好不好 我一定尊重所有委員的提案權 好 讓在座的委員發表意見 他可以把案子幹掉 可以 但是主席沒有這個權力說 欸 他不在好不處理 沒有這個權力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賴委員的提醒 好不好 那我們 42萬 42萬那個導述第二行 因為是說 研議建立資訊查詢系統 研議建立資訊查詢系統 因為我不曉得 你所謂的資訊查詢系統 這要包括什麼東西啦 因為我現在都有公佈在 網站上研議建立 這些系統 啊 43案 就解 好 好 第42案我們修正通過 好不好 增加研議 兩個字 然後再來43案 同意啦 同意防委員的那個 好 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再來44案 44案我們同意 但是文字上 是不是可以佐以修正 就是 倒數第三行修正成 見請每年度 那後面邊印人力應用調查報告 那個都鋼掉 同時另行 就是說見請每年度公佈 我們會公佈 就不一定要等到那個 人力應用調查報告 作為後面倒數第二行 作為薪資差距之參考指標 我們就見請這樣來修正 謝謝 好 那我們第44案 4案修正通過 再 等一下 44案最後面 再講 再念一遍好不好 再講一遍 作為 並做為什麼 作為薪資差距 因為那個薪資不一定要完成 作為薪資差距之參考指標 貧富拿掉改成薪資 好不好 好 有點 求證通過 那第45案 那個 爸爸委員 那個 有關你所得分配的這個部分 上一次有跟委員討論過 那個事實上現在可自備所得 世界各國的官方都是用抽樣調查的方式 所以說你如果分得太細的話 它的代表性會有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在最後一段把它改成 為始統計更加精確完整 見景參財 財稅資料及相關研究資料 公佈前百分之五及前百分之十 之首得比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樣本數的原因 所以 你 我要的齁 你們每年做這些調查 花國家非常多的錢 這個是事實 我要的是 用國家的錢 收集來的資料 盡量都能夠透明公開 讓大家去看 至於說 你在每一個間距的時候 你的 sample size 是多少 你要去加注什麼保留意見 那個都是接下來 詮釋上的問題 就是 data 你收來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嗎 那 data要做怎麼樣子的詮釋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嘛 那你不能把 data 詮釋的問題 做為你 data 不公佈的問題 我自己之前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收集的 data 我作為後面整個統計分析的原始 data 我一定公佈得清清楚楚的 我只是要你公佈而已啊 跟黃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 我們上次有一個資料 給那個黃委員 就是我們 所做的那個所謂的 用那個 新資那個 就是用那個調查的 那個所得調查的資料 結果跟那個 住院士他們所用的財稅資料 有點差距啦 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兩種 data 各自有它的 limitation 財稅那邊的資料 是有人不報稅嘛 你家戶所得的資料 涉及到的是 你在抽樣的時候 你採樣跟母體 population 彼此之間的差距嘛 你抽樣的時候 有一些家戶你永遠抽不到 永遠問不到嘛 譬如說郭台銘他家 你永遠問不到嘛 裁稅資料那邊才有嘛 Data怎麼採集的 Data可能存在的限制是什麼 你們在公佈這些報告的時候 上面通通都可以寫啊 這個不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第一課嗎 現在主要問題是 我們家庭 家後面的所得調查 我們的那個問項 將近有兩百個左右 如果說我們 以二十等分類來看的話 他用八百戶去代表四十萬戶 你會發現 這兩百個問項很多都沒有點到 就是說因為我們問項 就是我們的那個樣本的限制 當然我們也可以算啊 十等分類二十等分類 可是資料一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他偏誤的太大 所以我們一直不敢公佈 像世界各國像美國 他也分公佈到五等分類而已 然後他用財稅資料去輔助他的 高所得的去做說明 不是啦 我剛剛就跟你講嘛 財稅資料的Data Base 跟家戶所得所收集起來的Data 他兩個代表的意義是不一樣嘛 那我現在只有要求你說 你當初是怎麼抽的 Response Rate有多少 那個層級成功到的Sample Size有多少 那算出來可能的誤差有多少 這個都是你在公佈資料的時候 全部都可以去揭示的 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是說 你們花了那麼多錢去做了這些Data 結果只用最初的公佈給大家看 那你說前百分之五 後百分之五 你公佈出來了以後 不管是到你抽樣 然後去調查Response Rate的成功率 或者是到後面去算誤差 你那些數值全部都可以列出來啊 事實上喔 我們 事實上我們有試算過 好 已經討論很多了 我想主席長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的 建請將那個五等分位成績首得比 修整為那個是怎麼樣 那個十等分位那個成績首得比 並 百分之五的那個不要說公佈啦 因為我這個公佈我會 我沒有成熟之前 心虛啦 你對於你Data 收集本身的真實性應該沒問題嘛 對 可是你分得太細的話 那個什麼二十等分 我真的心虛啦 真的 因為它不像他們用那個 手得稅的資料 是全部都有 這個沒有 這個我知道嘛 你不同的Data Base後面的分析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代表什麼意義 那個都是後面在資料的分析 跟解讀的時候使用嘛 因為我們資料沒有那麼多 對 事實上沒有分析是可以的 可是我們印象達到200元 怎麼就好 你看印象達到200元 如果說用800元 黃委員這個部分取樣只有1萬多 只有1萬多 不要公佈啦 他如果做 1萬多的Sample Size已經非常的大了啦 真的啊 那個相對於500多萬 600多萬 是嘛 你在做全國有的時候 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 一樣是做全國當做母體 在做Survey啊 通常做1000多件的都在分析 做到5000多件的就很厲害了 為什麼會有件數上面的限制 是資源 需要的資源太大嗎 我們今天請國家之力 每年花了這麼多錢 去收集到的Data不能看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個是 是不是講說 公佈那個兩個字喔 暫時不要講 以言社會大眾之會 這樣啊 不要 那個黃委員看同不同意 我們不用公佈 就是送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 好 可以 好不好 可以 那我們 對 委員自己負責嘛 對不對 委員要不要公佈等等這些 好不好 那然後另外作為 同樣跟前一案一樣 作為薪資差距 只參考指標 好不好 等一下 先 後面那個 貧富還是怎麼樣 所得 還是所得差距 黃委員 不是 你剛剛的這個 結論是 20等分成級還是 10等分成級 20 20等分成級 剛剛主機長不是講 10等分成級 先做10等分 OK 好 如果那個的話 我們明年再改 好不好 好 那貧富差距的這個部分要不要改 所得差距 改所得差距 好 改所得差距 好不好 好 那 好 並 宋利凡 嗯 10等分成級 所得比 我做一下文字建議啦 建請將 五等分成級 所得比修正為 十等分成級 所得比 送 沒有 即 前10% 與後10% 所得比 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就這樣子 那後面的文字就不要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照修正意見通過 再來 是 審計部的第32案 好不好 還有沒有 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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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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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經濟部 給那個水利 給錢的 而且是水利單位 我們沒有那個權力去 去說 變性 沒有啦 我 不能夠 撈過街去做這個 人也沒辦法 那你就講 你做不到就好了 你回 你到時候這個案子就是 沒有 沒有啦 那個 那個對不起啊 不是 主席長啊 這個 我們是你在這裡 你不能幫我們override 我們是尊重你的意見 你的意見我們聽到了 可以的 留下來的紀錄可以的 我們都建勤而已啊 建勤就是 建建勤勤而已 這沒什麼事情啊 沒有 建勤就 建勤就 沒有我們建立啊你可以 我都很尊重大會 這個不是我的權走 我不能做啦 而且我們也搞不清楚 水資源 水回饋會那一些啊 你主席長搞不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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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全人的 我沒有委員那麼清楚啦 不行啦 這不行 包括你們去那個 經濟部那邊提的啊 這個比較 他們很容易做到啊 我不行做這個啦 我這樣不行 我不行做這個 那就保留吧 保留吧 保留到運會主理 你到院會 這個是 沒有這是委員會的臨時禮 我知道嘛就保留嘛就保留嘛 他不會到院會啊 就保留嘛 保留就保安保留嘛 他下次來再處理吧 我們保留 其實改幾個事也就可以了啦 難得改我算了啦 你到院會去討論我都接受 但是要把那個主席處邀集那個 這個是委員會的臨時提案 不會到院會去 這個喔 主席長跟你講喔 我就全部照抄 我就送一個到院會去 不行 沒關係啊 你去那邊講就好 你去院會講不可以就好 你這個案子齁 你不管是在留在本委員會 留在院會都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也會審 那個治水預算嘛 那你治水預算 一樣有這個問題嘛 就是說你不是 你主計單位 你要跟財政經濟水資源單位 你都要去整合嘛 你為什麼要 你主計總處 為什麼要編錢給他去處理 所以你當然可以透過預算 所以你當然要透過預算 去瞭解他施政的好壞嘛 所以我來講說 你在做水資源 那個我們會做這個 治水預算 今年還會有嘛 那你在的時候 就會有討論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水會的那個 好 這個案子我們保留亂 除此黨不要那麼緊張 不是這樣 毒藥這樣緊張 這樣緊張 沒有辦法 所以大約交代 好了好了 來 對不起 太常常了 太常常了 你沒沒反應嗎 不要啦 不要啦 你看我們都笑嘻嘻的 來來來 嘻嘻嘻嘻 對不起 我沒回問 他沒變土了沒關係 他沒變土了 他沒變土了 去水就花了啦 你們兩個就花了 我們那個歐龍章 歐龍章委員快要入閣了啦 所以這個發展 來 來 賣海外國 對 好來來來 繼續來 繼續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下面 審計部 這個 就是說 46案改審計會32案 我自己做了46案 改審計部的第32案 好 審計部 123 按照那個順序 審計部123是嗎 這個32案 不是 32案 原來的46案 就變成審計部的32案 這個案子就這樣限制 30案等一下 我們第一案都沒開始了 為什麼要跑到哪裡去呢 因為那個編排的順序 本來編的是主計處的46案 但他應該是審計部的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不是我們洞穴 審計部第幾案啊 還是照剛才的那個通例 就是剛剛的那個順序下去 五分之一啦 好五分之一啦 OK 好啦五分之一啦 來啦 OK 審計部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喔 我請教一下 請問剛剛在討論的是我的提案嗎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建議 洞穴五分之一都照那個 剛剛的百分比這樣 可以 你先討論 你說洞穴五分之一 怎麼改變 那一個 洞穴五分之一對於你們來講 是有什麼困難 是的 這個 因為二分之一 這個族行起來 佔了一半 那 你改進報告什麼時候要提 我們是會提出來 可是有時候在會 院裡面這邊不好 什麼時候可以排 我們事實上 我們本身 這個這個這個 還是要拜託委員那麼排 我想說 這個洞的部分 是不是都到通案 能不能都同意 到通案都五分之一這樣 不是啊 我提洞穴 而不是提刪除 基本上就是給你們機會 但是你不要動到一個 讓我覺得 無關痛癢的 因為剛才那個 我想說 剛才主據總處的那個 洞穴二分之一 都改成五分之一 那麼是不是我們部裡面 能夠 比照辦理 就是洞穴五分之一 那最後我們是會提出報告 通案齁 我沒有辦法同意說 通案都五分之一 這個案子要五分之一 我可以同意 OK 好 我們主案 主案來評估嘛 好不好 這個案子我們動結五分之一 謝謝 好 再來審計部第一案 第一案我來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 104年度這個 財務委屬案件 突然暴增306件 這個事實上是審計部 審計同仁 他發揮那個 一個劑量分析 把前果的監主輪延 都做一個會案去比對 那麼有 光是在彈劾 這個監察院跟工程會彈劾 就超過100案以上 所以這個案子事實上 是審計的很努力 所以這個刪除的部分 我建議是不是 如果也能不能考量 這個是同仁努力 那不要跟我們來做 這個預算的刪減 不是 我的重點是在放在 倒數第三行 就是說 會發生這麼多貪賭 那表示 政府各有他的職掌 那審計人員的目的 你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些貪賭 那這個財務上的為師 你們稽查不張 你們是去把它統計出來 你們是去統計 去年忽然暴增 那暴增的情況之下 涉及多少人員 涉及到多少的金額 這個你們去統計 可是 這個是事後統計 可是在 整個審計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 都沒有辦法去防止呢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金額可以討論 可是我要談的是 我要談的是 我們希望主計人員 跟審計人員 主計人員要嚴格的 為國家財務把關 要能夠核實 審計人員要負責糾局 如果說有房幣跟糾局 那如果說 沒有辦法防幣跟糾局 那審計人員在那邊幹嘛呢 給委員報告 這一塊事實上 它是我們審計來擴大功能 這個是行政院主計總 行政院輪室總數跟考試院 要去做一些身份的檢查 那以往都留意行數 那審計人員很用心 把它發揮出來 那目前已經把這個制度建立 就是前序部跟輪室總數 它已經建立比對系統 以後像這種切書 已經可以仿度未然 那這個事實上審計部 主動來揭發以後 已經說到這個管控效果 這一點是不是能夠 對 你們是事後統計嘛 就是有多少人員涉案嘛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我們抓住前後 七八千人都違反規定 對啊 那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之前怎麼樣去防幣 蠻重要的嘛 那這樣沒關係 你說多少 不是這塊事實上是審計人員努力 如果說努力還說再刪減預算的話 那事實上這樣是對審計人員講起來 我們講起來說這樣好像是 它錯是錯在這個 那個前序部跟輪室總數 它沒有去做比對工作 那審計部發現這個漏洞以後 因為後面我們把它揭發幾千個人為師 事實上還不只三百多件 總共有幾千人 你說是人事處跟主計總處沒有去發現 前序部 前序部跟輪室總數 所以我們要去刪他們的預算 他們本身沒有做管控 那我們這個揭發以後呢 目前這個洞已經補起來 以後再不會有這個揭發 這個案子 這一個它一共大概9億4 9億3千9 但是它的人事費大概就9億了 它8億9千5 所以沒有辦法刪那麼多 報告就說我們第一案接著說 我們來要求委員能夠 讓我們的預算照數通過 在第一案這個部分我們不要刪 是的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 損盡人的努力以後 才會產生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看一下後面的案子 好不好 這個案子就先暫時保留了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案子 那個234啊 剛才跟省記長有說 234都是一般行政 我們就偷偷就是 對 234是我的案子 234那就100了 好不好 就這樣子 全部234 全部就是刪除100了 234案那個 賴委員建議3100 全部加起來100 對 可不可以 是的 這個234是同樣一般行政 事實上就是 其實水電會 各機關現在水電會 都省出結用 連那個冷氣都要收到很大的管控 所以我們水電會 對 今年事實上已經減了 減了90幾萬下來了 沒有咧 他國內旅費2千多萬 怎麼會 國內旅費 全部加起來了 對啊 這麼多才三到一百而已 裡面 裡面 那個人事費大概90 那有幾千萬 四千萬上一百啊 兩趴都啊 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向下一百啊 這樣啦 其他就不動你的啦 除了盧委員的這個部分 第一案 都是一般行政不是嗎 也是一般行政 併起來一百好不好 是不是能夠一二三數這樣併起來一百 一二三四好不好 一二三四這樣併起來三 一般行政三一百萬 好 OK 一二三四案我們一共選出一百萬 來第五案 是的 這個第五案跟十七案 就是黃委員提的 就是有關這個電腦設備的部分 動起來五分之一 那麼事實上我們在編的時候 是每一項都有細項說明 那麼這一塊我們統一 是不是兩個案子都動五分之一 第五案跟第十七案 對 好 第五跟第七 都是動五分之一我們同意 十七案 等一下 十七案是第四母 五分十七啦 都各五分之一 是不是 是 各動五分之一 好不好 黃委員可以嗎 好 好 OK 好 那我們第五案跟第十七案 各動五分之一 是的 那再來這個第六案 第八案 第十一案 還有二十七到三十一案 這邊有刪除有凍結 那麼我們是不是建議能不能全部都凍結五分之一 那 第六是三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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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案是凍結二分之一 第十一案凍結二分之一 六 八 十一 還有二十七到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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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於 但是 你的 木是一樣的 中央審計費用 對你的木是也相同的 所以六七八 剛剛還有多少 六七八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的話 六七八 六七八 六七八這三案 好不好 盧委員 盧委員 盧委員跟废委員 六七八都是我的案子嘛 沒有八是废委員 對 但是废委員不在 我在嘛 所以也等於是我的案子 六七八都是我的案子 那 那個 六就十分之一嘛 三十分之一 這個 這個報告委員 因為在審核報告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案子 是預算中心的意見 那 他有當初提出這個評估報告 事實上 我們的審核報告 只要機關他論同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放在 總結案審核報告 那有部分是還在跟機關 雙方還在這個做公文的一個處理 那處理完了以後呢 如果重要的部分 在第二個年度 我們會報告 這個公開透明 是我們審計的目標 我們會盡量把它公開出來 那少數沒有公開 其實就是 雙方看法 還不一致 我們要看看到底是誰對誰錯 所以事實上 在審核報告的這個揭露 我們一定會盡量把它強化 那除了審核報告 還有半年報 還有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公布 這個重要審計出信 所以建議 你現在公布的這樣 所有的多少比例 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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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是還雙方 審計意見跟機關的意見 還在深入中 可是現在就是重要的嘛 重要的 重要的我們幾乎都公布 主要對方 就是大家社會關注的 有爭議的 那常常沒看到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反而是要看那些 有爭議的重要的 那大家很關切的 但是常常會關關商戶 我就沒去公布跟處理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 那所以 今年我可以就是 再把刪除的額度再減少 是的 那但是我們希望 因為不是你說公布的多 就是最重要是有爭議的 我不希望給人家知道的 往往會尊重他們的意見 那這個就沒有達到 公開透明的原則 那所以呢 如果說要講陽光法案 要講公開透明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因為政府的審計的結果 你不應該屈從於部會 他的意見 而是說你不公布 我認為應該要公布 我應該讓大家知道 這樣你才會有審計 監察的效果嘛 這才是 所以如果這樣為了 為了要督促你們 一百好不好 建委員報告就是 事實上我們不會屈從 就是說 這個大概是講道理 審計機關跟各機關是公平對待 我們提出的意見 或許說他當初提的資料 不夠完備 那他生後的時候 如果能夠說服我們 我們才會接受 他稅務不了的話 他不接受 我們會把他報監察院 所以事實上這個地方 好 三千幾萬 這個地方要讓審計部 多做一些事情 如果說來把我們的 這個主彈都殺掉的話 反而限縮審計足錢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理會 這個是理會的話 這兩個都是中央審計 不是一般行政 這兩個審計業務 就是我們的拆理會 那如果說把我們 再綁手起來 然後再要我們做更多事情 所以反而會 會有一些讓我們 旅有未待 所以建議 是不是這裡面 後面還有一些 凍結 後面還有地方 整個都相同 有一系列凍結 那能不能說 這個建議 能不能委員 讓我們凍結的方式 那麼病同 後面還有五都六都 都相同的項目 相同的旅遊 都用 是不是能夠 一起用凍結的方法 沒有啦 這個三十分之一 三千多耶 三千多的 一百萬三十分之一 神器人員除了薪水以外 就是拆理會 在外勤的拆理會 那既然要我們 再做更多的事情的話 那又刪我們拆理會 這樣我覺得說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 有充分的資源 那希望讓我們做得更好 那讓我們來提出報告 也算是讓我們一個 就沒有啊 你這個項目 是要促進聯能政治 前面就跟你講說 你前面 貪賭這麼多六十幾億 結果你們出差那麼多 也沒有達到聯能政治啊 陸委員 這邊我們剛剛決議 要他們 加強公民跟公有志願 你這個項目 你是希望說 能促進聯能政治嘛 提發揮政府監察效能 可是我們前一個提案 才提到說 政府貪屬情形 人屬嚴重嘛 對不對 涉案金額66億 起訴一萬多人 然後這個 一百零五年 就三千六百四十七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表示出差多 出差多 並不表示能夠提升聯能政治 好三一百 但是沒有出差大概 那個更難了 凍結好不好 凍結十分之一 好不好 我們這個凍結 可不可以 你要三一百 全部 這個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事實上 在損機機關 又要毛二好 又不讓毛出草的話 那事實上會限縮到損機足錢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一般行政 是我們的這個業務上 損機業務要應用的一些資源 國內外的旅運費 是 國內都是國內的 國內多 國內旅費 國外旅費 很重要 如委員 可不可以 我們凍結吧 然後讓他把他的績效來做報告 好不好 第二輪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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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六七八三案 先做保留 第二輪再來做處理 再來第九案 第九案 動結五分之一 我們同意 第九案 我們照提案通過 再來第十案 第十案 動結十分之一 我們同意 十跟十一案 合併好不好 合併就五分之一啦 沒有 那個 第十案是動結十分之一 我們同意 第十一案 動結十分之一 是不是 第十案 第十案 原題案是動結十分之一 我們同意 但是有十一案嘛 我跟你講十一案嗎 你比較適合當主帝長 我覺得 十一 十一案 我們同意動結五分之一 不要 我跟你講 你兩個就一樣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東西 你為什麼 這兩案是一個案子 這九七六零嘛 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 好 那兩個案子都動結五分之一 再來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都是相同的項目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這個都是我們的一般建築及設備 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們有在趕工 是不是請求 我們都動結五分之一 這樣 好啦好啦 就這樣子吧 合併併動五分之一 不要三的 黃委員可以嗎 市委員可以嗎 市委員可以嗎 市委員請 讓我們來趕工 那我們這幾案 找到合併動結 十二 十三 十四十五 動結五分之一 來第十六案 賴委員 就是喔 你要講一下吧 你們的那個 十六案這個車輛 我來報告一下就是 那個車子用幾年 這個是 每一部車都超過 超過這個耐用年限 十年 而且那個里程式 里程式在採購的時候 全部都會達到 都會超過這個十二萬五千公里 那現在這個車輛 是全國都要照這個標準 有主機總署 都照這個標準 這個我們通案處理啦 通案處理啦 通案處理啦 其他機關也都是照這個標準 通案處理 通案處理 本案就通案處理 我們不在這裡處理了 好不好 本案就不處理 到院會的時候再來處理 好不好 再來是第十七 十八 OK 十八案 賴委員 十八案可以嗎 這個沒什麼 這個跟你們聊第一點 來 十八案這個結議可以 我們同意接受 好 十八案通過 十九案通過 十九案通過 二十案通過 二十案通過 二十一案通過 二十一案跟黃委員報告 是不是這個文字 我們同意這樣 可是文字龍我們再會小修一下 在那個二十一案的這個導試第三下 審計部應針對機密預算 之族行 加強損核 然後 並依法將損核報告提供立法院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你那個建立 第一嚴謹的機查機制 你如果說 如果是罪遲的話刪掉我同意 是 那後面定那個審查時間幾方是有困難 是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照那個 在規劃的時候會照重要性原則 那麼有時候一年有時候兩年一次這樣 是不是就不要硬性 我們會看那個風險的高低 就是在整個加強損核 這裡面就 就我們照我們的這個審計計數方法來加強 好 重點是加強的 好 那這個案子就是審計部應針對機密預算之族行 加強損核 並依法將損查報告 這個 提送立法院 好 好江委員 你審計審完執行 然後加強審核對不對 最後是進入決算嘛 今天剛好我的質詢其實只有問審計長 你如果是決算最後你的報告其實是 秘密預算也包括財政委員會聯席 那你現在只有交外交國防 而且 你這個擺明了你只有 那我們就提供立法院 好 不只送外交國防 好不好 就是提供立法院 而且我倒覺得外交部跟國防部 因為他是機密 你外交部跟國防部有在做 主要是你 那個什麼 國安局的那個部分 你要加強 我們最後面就是提供立法院 提供立法院到時候會 會同 就到這邊做句號 好不好 好 那個江委員可以喔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2324我們都同意 22 22 2223 2223同意 2223同意 好 2223我們通過 好 24案 我們同意這個方向 那也讓我們 那個文字上能夠小修一下 就是導視第二行 導視第二行就是 公告審核結果把它放到 放到後面就是 建立審核機制 並依法將審核報告送立法院 並公告審核結果這樣 把公告審核結果拉到後面來 好 我們修正通過 25案 同意 好 25案通過 26案 是台北市審計處 我們是不是建議凍結五分之一 可不可以 我們後面這幾案 都如此好不好 通通都凍結 不要 不要 大小眼 我們通通凍結五分之一 好不好 後面的幾案 一直到31案 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從26號到31案 然後都凍結五分之一 好不好 修正通過 好 好 好 等一下我們 有 要上洗手間嗎 繼續啊 好不好 進行第二輪 好 來 那個 主帝長 怎麼樣 來主帝地案 來主帝地案 黃 怎麼樣 我們動結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那個金會 都是有一個標準在編類 那我們每一戶的金會大概 每一戶大概138元 129元 那105年每戶是138元 那整個看起來我們的金會都沒有普遍 那是因為 這一次的那個調查金會是會增加 是因為加速比較多 而且工業及服務業補查的那個 困難度也比較高 那是不是 而且我們年初就要開始調查 所以就要成立調查組織 那是不是允許我們這一案就不要凍結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有一些類似的提案 已經被刪了200萬 所以是不是這一案就免以凍結 就是第一案 第一案 你的第一案 因為我們後面有類似的提案 就是 類似的提案已經被 總共加起來被刪了200萬 那這個 因為我們年初就要開始調查 那各調查組織就要 連初就要成立 一份的那個調查委才是138元 129 129 129 對 我們每一個都要去啊 那一點錢是 是 是 是不是 就這案是不是可以請委員 同意說 免以動 蛤 所以就 這個調查完以後 我先確認一下 你現在 我們在處理的是 兩億兩千八百萬的 暗日案件記支酬金嗎 對對對 那兩億兩千八百萬 你剛剛給我的一個表 嗯 然後上面 指的就是 暗日記支酬金的支付嗎 這是我們的部分 國事普查處的 因為那裡面還有包括其他處事的一些 橋的部分 你們現在是兩億一千三百六十八號 只有國事普查處的業 這兩億兩千多萬 是還有包括其他單位的 不是那你現在在講的是 上面的這個嗎 對對對 129塊 對對對 每一家 每一天一張調查表 我們給那個訪查員 才129塊而已 所以你主要前面的錢是在 這一筆 這一筆 在最上面的這一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一個錢是給那個訪問的錢 對 這個我知道啦 但是你也不是只有上面這一筆 只是上面這一筆最大的筆 那是是是 你去年的那個做這件事情 實際上面 138塊 你去年做這件事情 包括調查的加速就是一樣啦 上面的就是你上一次做這件事情啦 編的實際上面 總共加起來差不多一億七千多萬 那我有另外一張表給剛才那個助理 有另外一張 還有另外一張 可是那你們先往下一案討論啦 等我把這個看完了以後再決定好不好 是 因為他這樣子講我就接受了 我根本沒有在負責任啦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案 這案繼續保留 再來第六案 鄭委員 跟盧委員的提案 鄭委員 跟盧委員的提案 不是啊 那就是 那一個是 那一個是 人家啊 第三國的那個 那個人 我沒有 我凍結啦 我們要凍結 我來報告 這個我來報告 我是不是來報告 就好啦 應該 應該要來報告 你的報告 不要寫說凍結兩億啦 兩億太多了 是幾億 不要啦 不是 你本來是 我們剛剛送的家裡 家裡就 沒有啦 但是他寫不相信 我跟中午分區 他已經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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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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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會怎麼 Gallup им要寫ˋ 我們先把中文的文字 先確定 好不好 我們再來決定金額 那個 這個 JIMLeH response 這是沒有寫過 這個全部刪掉 於107年 去第25一次 還是要撥還原住民 這個基金啊 我們預算沒有撥還的概念 它可以編裂 鄭委員這樣子好不好 鄭委員這樣子你聽聽看 後面我們改並就原住民族中和發展基金 然後代電禁法補償金編列方式 提出專案報告並經財政委員會同意後 使得動之 好不好 就是說他到底怎麼樣的編列 也不一定是16.5 就是他的編列情況我們滿意 16.5是滿意編的 我知道 我們在 應該是佔救 佔法補償金 好 要不然就是我們不要代電兩個字也拿掉 就原住民族中和發展基金 淨發補償金 然後提出專案報告 並經財政委員會同意後使得動之 哈哈哈哈 主席 請 江維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案 冤有頭載有主 你如果覺得應該編在農委會 不應該編在基金裡面 應該到那邊去主張 這也不是說主席總處 去給人家匡列部會的預算 匡了之後他會跑到這裡 那可能是他們 他們委員會裡面 或是說他們部會裡面 對預算編列要編列在哪裡的要求 應該從那個地方去下手 你去凍結農委會或是去凍結原住民族 因為要編在哪裡其實是行政院主席總處在決定 那編民會就是被迫 這個小單位就是被迫 被迫就編了 事實上按照法的規定 我舉了好幾個法 都非常非常的明確 再不過明確 非常明確 那個法都規定很清楚 是行政院嘛 對不對 行政院要編列預算 那我們主席總處說 他替行政院說話 他說行政院是指廣義的行政院 但是延期法二十一條 或者是總和發展基金 總和發展基金明確的規定是 它這個是預算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四目的是凡付出可以收回的 但是這個進法補償不是可以收回的 付出就去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 其實是違反了預算法 那預算法的主管機關也是 也是我們這個主席總處 那所以今天我沒有要三億算 我只不過是凍結 如果認為說兩億太多 一億也沒有關係 就是要去解決這個事情 因為編民會他是被迫 被迫用了他的錢 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政委員 政委員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就是說之後的預算 到底怎麼樣子編列 或我們現在就承諾 他會 他可以通過 我想您這邊的話 最主要提案的目的 是要他對未來的編列 所以他的意思 第一個只是凍結而已 並沒有向你預算 你懂得什麼 第二 他要你來報告 來報告 你告訴我怎麼解決 如果你們講的都合行合理 那就可以解決 所以他要的是一個報告的機會 如果說根據預算法的話 那這個基金顯然是 他要有循環使用 那你現在並沒有循環使用 基本上就違反預算母法了 預算法的母法 老實講 預算法你怎麼可以 那個支出不回收呢 不可以 你像國道基金 有支出要有回收啊 這個才叫基金嘛 所以基本上是有爭議性啊 那有爭議性當然要來報告 那第二個他沒有要刪運算 他只是說凍結 他凍結的目的 只是要你來報告嘛 那你如果講的有道理 他就給你用啊 就是這樣子啊 剛才江委員講的 這個是其他部會的 去叫我主計總處去凍結 人事會怪怪的啊 不是嘛 因為你自己 而且你也違反預算法啊 預算法是你在管啊 預算法主管機關就是你啊 說明 余婉如委員 不好意思 余婉如委員 如果照這個江委員的說明方式 那事實上 預算法是主計處管 那如果說所有部會的這個基金啦 這預算多問題 我們全部都來叫主計處凍結 我想也不是我們今天 財政委員會這邊審主計機關預算的 一個用意啦 是不是有點搞錯方向了 好 這個案子 我再補充說明一次 因為主計總處是負責在匡列 你要匡列給誰 匡列給誰 他如果匡列給那個 所有的預算都是如此 林業發展基金也有啊 他為什麼不匡列在那邊呢 輪委會有林業發展基金呢 他為什麼要去匡列 不匡列在那邊 好了 那個這樣子好了 這個案子我們送院會處理 好不好 我們直接送院會 來做處理 好不好 下面下一案保留的案子是 然後再來一次第七到十案 第七到十案 第七到十案 好 你們先溝通一下好不好 請同仁再做一下溝通 第七到十案 七八九十三案 我需要給你動結我第一輪就給你過啦 那你看人家審計部至少還有誠意來跟我溝通 沒有減三刷對不對 第一個你也不來溝通 第二個呢 如果要動結的話我第一輪就給你過 我何必留在第二輪 所以第二輪你可以跟我談數字啊 但是你也要來跟我談啊 沒有啊 有啦 有啦 因為剛才是審計部來 在這邊我不好擦水啦 他要分離 所以我動結五分之一 因為去年就已經 動結我不贊成啦 所以你看多少數字啊 我已經今年都已經 執行率都已經 我去年都已經96%了 江委員 就主席長講的啊 這個質詢喔 其實歷來啦 當然不是去計較 舊政府新政府不是這意思啦 這英邦邦的一個經費有沒有 他這個不是說其他有什麼彈性啦 歷來都是已經執行96%啦 舊政府我一樣刪 那個空氣經濟機 視訊系統統統統是我刪的 我一樣的態度 不管新政府舊政府 我的態度是一貫之 第二個我們後面也刪了 所以預算現在才到這個數字 別人的案子都刪 我的案子就要凍結 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的態度 新政府舊政府的態度 我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去看 上網Google 看我過去怎麼刪 舊政府的預算 更嚴厲 第二個是 別人都可以 為什麼我要凍結 別人講的都 預算不嚴謹 應該刪一點 那結果我都要凍結 為什麼 我了解 我們已經進行了 兩個多小時的協商了 我們休息十分鐘 那然後休息時間裡面 要做溝通跟說明的 就是說請跟委員 儘快的做溝通說明 好不好 給我一點時間去上司機手機 謝謝 謝謝 pol bur 這個幾乎都沒有山啦 這幾乎都是山河山的二十三號 因為這個幾乎是路上頂的 嘗嘗是我們有左上頂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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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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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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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